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俩刚才进行了一次长达八个半小时的 包含一些非常短暂的休息时间 所以在开场的时候 我说这是中国电视史上最长的一次专访 但是当它达到八个半小时的时候 我知道它已经是世界电视史上最长的一次专访 因为在我知道的所有的采访当中 尼克松在晚年接受的一次采访是八个小时 我们俩已经破了这个记录 每一个名人 他的人生都是注定要被误解的 因为大家看到的都是 他在舞台上在讲PPT的那一两句话 然后抽象成一些符号进行传播 现代社会大众媒体都从来不曾慷慨地给予这样的机会 让他把话说完 今天这样的采访 它符合这个时代的一切规律吗 不符合 媒体的时间是那样的珍贵 大家的时间是那样的碎片 但是我们就觉得这个是好 这个是有价值 它不符合一切规律 我们坚信它有价值 我特别喜欢《校林广记》当中的一个笑话 只有一句 一个笼子 看见别人放炮仗 然后他就觉得特别奇怪 说好好的一个花纸卷 怎么说散就散了呢 对 我在创业的过程中 不断拿出这个笑话来把玩 因为他在告诉我们 我们观察一个事物 如果丢失了一个维度 比如说笼子就丢掉了听觉这个维度 你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所以观察一件事情 我们不仅需要信息量 而且需要更多的维度 那接下来 您将看到的是中国电视史上 最长的一次采访 我们给这个节目起了一个名字 叫长谈 就是一个长长的谈话 只要对方觉得还意犹未尽 只要我心中对他还有一丝疑虑 这个谈话就会无休无止地进行下去 所以这个节目还有一个副标题 叫让他把话说完 采访的时间可能是三个小时 或者是五个小时六个小时 我不知道 采访的对象是罗永浩 在这个创业时代 罗永浩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样本 因为他的身上集中了太多的极端 他创业了 有的人极端看好 但是也伴随着极端的质疑 他的性格就有那么一些极端 他进入的又是一个极端竞争的行当 所以他是一个难得的样本 所以他更需要我们用更多的贼度 来观察他 大家好 我是罗永浩 当年我还不认识罗永浩的时候 我就公开说过这么一段话 我说我希望他赢啊 如果罗永浩失败了 那只是历史上无数次疯子 像一个风车一样的魔鬼 发动冲击然后败了的故事吗 他重复太多次了 一点意思都没有 但是如果罗永浩成功了 他会让这个世界变得更有趣一点点 每一个人只要他心里 有一点狂放的想法 那这样的人的生命 就会被照亮一点点 下面我们有请罗永浩 这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采访 关于你的创业 我将会穷尽我能想到的所有问题 据我所知啊 这可能也是中国电视史上 最长的一次采访 一般来说 电视台是不可能如此慷慨 用四个小时或者是更长的时间 所以特别感谢神圳卫视 有这样的创新精神 那接下来呢 我提的所有问题 我恕我直言 就如果我发现你的回答 有躲避的倾向 我会追问 好 但是呢 也请你理解 这是一个充满了善意的采访 当然 最早我看到机位图的时候 我们的顶上实际上有一个机位的 然后我坚决请求导演把他拿掉了 因为这对两个图顶的男人来说 非常不难 为什么要说出来 但是没从后面拍 好 那我所有的问题 不管你觉得舒服还是不舒服 我的所有的出发点只有一个 就是你现在做的事情 对于这个时代所有 不光是创业 只要是想干一点事的年轻人 他们有什么启发 所以接下来你回答某一个问题的时候 每一个问题的时候 你心里默念 电影《蜘蛛侠》里的那句台词 力量越大 责任就越大 好 没问题 好 接下来我大概一共是200个问题 那咱们进行的时候 有时候我要发会呆 或者回答的慢 可能是在默念那句话 你要理解 对 好 第一个问题 在接下来的这个漫长的采访当中 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不该问 或者我问了 你也不想好好回答 一些涉及公司机密的是不方便讲 那我会明说 然后还有一些的话是 比如说说出来可能会伤害别人 这种事情可能就没有办法说 实际上之前媒体接受 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也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他会问到一个问题 他觉得我在回避什么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讲一部分话 是为了避免伤害别人 这里边有合作伙伴 有已经离职的同事等等 这些情况 所以如果是这两种情况 就会不方便讲 其他的我都会尽量百分之百拍合 我和罗永浩有一次 在一个咖啡馆聊天 因为那天实在订不到包厢 然后我们俩就坐在大厅里 我们俩心中多少有点感觉 因为是个名人嘛 要不然为啥要订包厢呢 但是那天我记得是圣诞节的下午 那个茶馆里到处都是人 但是从头到尾 没有人认识我们俩 其实还好 我注意到左后方 有一个人一直在看你 但他可能比较礼貌 没过来跟你打招呼 我觉得他还是认出你的 所以现在因为这个采访 也在电视上播出嘛 所以我们不能假设 每一个观众都知道罗永浩是谁 那当然 所以接下来我的第二个问题 就有点像保安问的 你是谁 你从哪里来 你要向哪里去 我叫罗永浩 全是科技CEO 好少见 然后我从吉林省延吉市来 然后来到北京快十多年了吧 然后要往科技领袖那个位置上去 大概是这样 好 那第三个问题就出来了 就在2017年的3月份 你的下一代锤子手机 快要发布的时候 你现在给你的公司打分 如果100分 你会打多少分 我们到5月15号就正好五年了 这五年综合的话 应该打一个 到今天这个时间点 打个70多分吧 也就是这个样子 因为比起 从事这个行业的人 出来创业来讲 我们前期学习的时间和周期 这个是肯定是比较长的 因为跨界跨的比较不正常 所以走的还是比较慢吧 然后我们这个企业跟别家 可能有一个比较大的区别 就是很多人公认我们 长版是特别长的 比500强还长 短版呢特别短 比深圳的山寨公司还要短 所以这样综合下来 走到今天能平均达到一个70多分 我自己还是挺满意的 但是离一个真正的优秀企业 还是差得很远 那20多分是怎么扣的 就是输在一些 还是那些短版没有完全补齐 长版呢 我们原有的优势要继续发挥 但是在那儿 我中间犯过一个 比较长的时期的错 就是说在已经长的长版上 继续投入了跟那些短版 差不多一样的经历 这是不对的 因为要把那个短版迅速地补齐 长版的优势才能发挥 否则它始终是会被短版给拉下来 我从最早听你网上流传的 那一段MP3 一直到今天咱俩同框对话 有几个词 反正是你的标志性的词 也是你用一己之力 把一个相对陌生的词吧 突然变成了一个大众热词 比如说彪汉 我的奋斗 工匠精神 情怀等等 那这些词跟你是如影随形的 那今天这些词哪些你还认 哪些你已经不认了 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这样 就是你自己知道的 你和真相和公众眼里的 你这三件事永远都是三件事 它不是一件事 所以比如说这些年人说 贴在我身上标签的那些东西 其实跟我没有特别大的关系 比如说彪汉这件事 是在新东方偶然一个课上 偶尔讲的一句话 那个传出来录音以后 是传得最广的 但是对我来讲 我在教书的那几年 试图给学生传递的价值观 和我的生活态度里边 其实那个是微不足道的一块 但是呢 它会被过分强调 以至于早年的时候 见到任何记者都会问这个东西 所以有一阵我还对这个很反感 后来 后来我就认了 因为就我刚才讲的 就是真相和你自己眼里的 你和别人眼里 你这三件事永远是三件事 所以从这意义上 很多东西都是我后来也就认了 没有办法就认了 但是其实跟我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关系 刚才你还提到那个情怀 情怀也是 我们发第一代的操作系统 那个OS那个发布会的时候 在那个发布会上 全程我就提了这么一句 结果这一句呢 被很多偏文青的这种媒体的记者 当成一个事儿 然后去讲 讲的话呢 那些偏理科生呢 就觉得很烦 你做科技企业的讲什么情怀 然后拿那个就使劲恶心我 包括我们手机上市以后 他们说你这个手机是白送的 情怀就值三千块 后来越传越广 那我们今天面临的一些尴尬 是有些讽刺我们的人 会拿这个去说事儿 说这家不是卖手机的 是卖情怀的 这个是一种 另外一种呢 我们出去跟人接触的时候 对方想跟我们合作 他误以为我会很好这口 然后他坐下来 比如说他是一个 比如说中小规模的供应商 然后想跟我们做生意 他就会坐下来以后先说 我们也是很看重情怀的什么的 所以这种试图拉近距离的那种话的时候 我也是很尴尬吧 但是反正这些标签就别人贴给你之后 是不是真相不重要 他会一直跟着你走 对 所以基本就是这样吧 你刚才提到还有什么 就基本都是这种情况 工匠精神 工匠精神是我们自己很提倡的 所以你看我们公司的logo 是一个垂直形状 就是一个工匠精神的一个象征 所以这个是我们确实是很讲的 但是我们是13年开发部会讲了这个 好像应该是14年 14年发第一代硬件产品的时候 讲了这个工匠精神 其实背后的原因 我觉得还是就是说 我们说的时候呢 我们有一些意思 但这个意思很快 也就是成了这个中国社会的一个主旋律 我年轻的时候 94 95年在韩国做过差不多一年的蓝领 然后94 95年我在韩国打工的时候 韩国的报纸天天讲一个词叫匠人精神 其实就是我们讲的工匠精神 它这个字是音译的 把汉语的匠人精神 是个字音译成韩文 天天在那个报纸上去讲 是因为中国制造业啊 还有消费什么都到了这个阶段 就是它是一个必然 历史的一个必然 好吧 我不再给你机会 吹嘘你的工匠精神 但是刚才你讲这三层关系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就是别人眼里的你 你主动说出去的你 和真实的你 对对 那我们接下来的采访 我们就按照这个层次 一点一点的试图往里穿透 一直穿透到一个真实的你 我的采访经验告诉我 研究一个人的最好的方法 不是看他自己怎么说 而是看他跟周边的关系是怎样 所以接下来我会就八个方面的关系 向你提问 分别是你和创业的关系 你和产品的关系 你和用户的关系 你和员工的关系 你和高管的关系 你和投资人的关系 你和你自己的关系 所以在整个的采访过程中 我还不会聊了 这 没法聊 那你的短板 那你的短板 那些图去补吗 一定不要自己去补自己 不擅长的事情 40年的人生 证明了你不擅长做某些事 刻意要把那些补足 这个是一定是死路一条 作为一个CEO 你觉得你在管控这家公司的时候 最重要的三件事是什么 找钱 找人和定战略方向 好 那我们第一部分 先来谈你和创业的关系 假设今天 这是锤子科技的第五年 有一个中年人 他三十五六岁吧 突然推开了你的办公室的门 说罗老师 我这个人有很好的才华 但是脾气比较暴躁 我现在想创业 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 这其实就是几年前的你 对 其实这几年 是有人想创业找我来问我这些话的 包括刚好是同行 前后都是同行 就是比如说那个王志健 你知道那个相声演员 我知道 他也要做手机 对 别人认为我是相声演员嘛 所以他是真的相声演员 但不管怎么样 这是可以认为前一份职业一样 后一份职业一样是 他也要做手机 我比他早了一两年做手机 所以他 他中间其实也来找我 问过一次这个问题 然后我的想法是这样 我觉得人要 下决心出去创业呢 分两种情况 一种是他觉得他适合赚业 或者他想赚更多的钱 这是一种情况 还有一种呢 就是他的理想 就是赚不赚钱无所谓 然后什么是卖名列 也无所谓 我就想把这事做成 如果黄了再做一次 再把它做成 如果黄了再做一次 再把它做成 反正他问了很多具体的事情 我也回答了很多具体的事情 最后他就 我实在忍不住了 我就问他 我说你到底做这个 是觉得做这个能赚钱 然后有前途还是 你就是喜欢这件事 他说你问这个干嘛 我说这个不一样 如果你是觉得做这个能赚钱 然后能发财 靠这个能把事业做大 我说我的忠告是建议做别的 不要做这个 因为这个投入产出比 就是离谱呢 就是说你要投入100分的努力 可能回报是三分四分 是这个样子 所以从这个理性的角度 我说我是建议他不要做这个 但是如果我说 如果就是你的梦想 你下半辈子就想干这件事 那就没什么问题 我说那我就各种鼓励 各种支持 需要我帮忙的话 我能做尽量做 大概是这么答复 所以回到你刚才这个问题的话 其实跟我当时 跟他的沟通思路是一样的 如果我碰到这么一个人 来问我的意见 他问到的分两种 一个理性的专业的这部分 如果我知道的话 我会把我知道都讲给他听 帮助他更好的去判断这件事 但是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第二种 就是他可能做了一件 在我看来不是一个好的方向 或者是不是一个值得提倡的方向 但是如果这是他的梦想 要无论如何实现 我碰到这种就是 基本上就是无条件的支持和鼓励 好 其实我问这个问题 其实是想问 五年前 当你用这样的状态出现在你朋友面前 对 我要做手机的时候 有没有人劝阻你 99%都是反对吧 都是打击反对 然后 当然他们打击也是善意义的 就比如说像我的老同事李峰 当时已经到IDG去做投资去了 他当时就说 我们觉得你过去的 起初大家对你的判断是一个愤青 然后做不了企业 但是做了英语培训 做了两年半也挣了钱 然后根据过去两年半的种种表现 他说如果你出来创业的话 原则上你做什么 我们都可以 不太看就可以投给2000万 但是呢 如果你要做的是手机 他说我就切换成朋友的身份 给你一些忠告 就是为什么不要做这件事 给我讲了一大堆 这是我决定做手机以后 第一个见的投资人 他是我的老朋友 跟他聊过之后 我见到了几乎所有人 跟他说的说法 只要是有一种是不太熟 他就不好就交钱延伸嘛 所以他就不劝我 但凡是关心我 或者跟我有点交钱 或者是拿我当个朋友 或者是这样的人呢 一定是劝我不要做 而且劝法跟他是一模一样 几乎每一条都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这个状况持续了大概半年多 我就中途因此差点就放弃这个 去做别的项目去了 那有没有人还是支持你做 当然有啊 有一些朋友呢表现出来是不置可否 就是说他可能觉得打击我呢不合适 但是你从他的表情里来看 他也觉得这件事不靠谱 这种是比较多的 然后还有就我印象最深的 我之前也说过就非常感谢的一个朋友 就是叫雨良 雨良原来是在搜狐 后来又去了网易 然后雨良是做媒体的 他是我的好朋友 然后雨良听了我这个 他就很兴奋 他说肯定行啊 他说为什么不做 他说他们做的都那么烂 除了苹果都是垃圾 你为什么不做 他说一定能成 他说我觉得这事肯定能干成 这是他跟我讲的 是我所有的朋友里唯一一个 所以我到今天也都很感念这个事情 对我帮助特别大 就是说我这个人是这样的 就是说打击对我呢 不能把我打坏 但是打击会给我很多负面情绪 但他要鼓励我呢 我其实我可能做不好 我也是因为他的鼓励会做得更好 对所以这个对我还是很重要的 还有一个就是我有个傻老婆 我在家只要说我想做的事情 不管多荒唐 他永远说你一定行 这个你肯定行 而且他做出又精又洗状 说这个你肯定行 他每次就好像我说的一个刚好事 他认为我最应该做的事情 所以这个对我帮助很大 听着像一个昏君 只有贵妃娘娘 一个人支持你那些混用的做法 没有还有一个好朋友 还有一个好朋友 那所有支持你的人 最后你觉得最重要的话是什么 最重要的话是什么 对就是支持你的人 给过你什么 你没有想到过的理由 没有想到 那倒没有 没有什么特别的 就是最支持我的 就是我老婆和雨良 就这么两个人 其他人基本全都是反对的 然后他们给我的 最好的也就跟我 原来想的差不多吧 大概是这样 所以这件事情 不管别人 但是我很奇怪 就是雨良非常斩钉截铁的说 你做这个肯定行 就显然不是客气啊 或者说 也可能他情商太高 他做出那个样子 但这个不管怎么样 对我帮助特别巨大 好吧 我的脑子里还是出现了一个 昏君的形象 一个讨他喜欢的奸臣 和他枕边的贵妃娘娘 终于剩下所有的忠臣都反对 谈不上 因为雨良是我的朋友 不是我们公司的员工 对梁马是 好 那也就是说 当时人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 其实对你做手机这个决定 其实没有什么影响 对 为什么 我一般我认为这件事该做 我其实不太征求别人意见 之所以有那么多朋友劝我呢 是因为我跟他们聊起这件事 不是说我拿不准去征求他们意见 所以呢 他们说多了以后 我后来也不太愿意说这件事了 但是投资人不一样 投资人你必须要给他讲 因为你跟他要钱嘛 所以你想不想讲也要给他讲 所以就两种情况 朋友呢 是我不是征求他们意见说的 是聊起来的 然后投资人呢 我反正必须征求他的意见 要不他意见上不同意 他就不给钱嘛 对 就这么两种情况 我一般就是 我自己想做什么事 不太跟别人商量才做 好 但我有拿不准的事情 会去征求别人意见 但是那种就不一样 那种是别人说的对 说服了我 我就不做了 这种情况是有的 但手机这件事不一样 这是我认准了一定要做 好吧 你说话反正一直是这个风格 关于产品 我后面还有追问 我现在想问的是 其实我印象特别深 我跟罗永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是在一饭馆 当时很多人 一个局上 然后他印象 给我最深的一句话 是这样的 他说 我创业之后 变成企业家 我成熟了 原来很多话 我是不会再说了 是 哪些话你后来不会再说了 就是如果我说的这个实话 两种情况 一个是可能给别人带来伤害 你看啊 当我是一个手机用户的时候 我去对一个手机品牌 或者对它产品硕散到市的时候 其实是很正当的 因为我买了产品 我作为消费者说 这是很正常的 但是我现在去作为同行去说呢 就是两个不好 一个是对我的企业形象不好 大家觉得你是别有用心的攻击 或者是耍手腕 或者是坑害你的竞争对手 或者还有一个就是 对那个人来讲 当我是个手机消费者的时候 我说的再怎么激烈 对它可能不构成实质性伤害 但是我现在是个做手机的 跟它 可能我体量规模比它小很多 但是我说出来的东西 可能在网上传播和影响力会比较大 那我随意说的话 有可能给对方造成伤害 也可能对我们企业形象造成伤害 所以这样导致很多 原来诚实的话 现在呢就不能说了 不是说因此要说假话 而是原来很多很真诚的话 就不能说了 这个是每天都要面对的问题 对 包括我们这样聊 应该说你会问很多东西 希望我不要兜圈子绕弯子 然后你会直接说 但我要不回答的一些问题 常常就是这类的问题 就说出来对我的机构有害 对别人也有害 就我只能选择不说 请你相信一个有着多年采访经验的老记者 我不会让你为难到那个程度的 我还有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有这么个小玩意儿 跟我讲着讲着 还可以跟他得瑟一下 我这没有 因为你只需要跟我得瑟 我要跟我的用户得瑟 那我知道了 好吧 那下次如果我采访你 我可以有这个待遇是吧 那当然了 那刚才你说你成为一个企业家 其实更准确的表述 在公众语境里 你是从一个网红 变成一个企业家 这五年 你为这个转变 你做了什么 这个说来有意思 因为我们做网红的那个年代 网红是很贬义的 然后今天网红是比较正常的 甚至有点偏正面 所以很多企业家在讨论一个课题 就是说如何把企业的创始人 打造成一个网红 这个成了现在一个 成了一门显学 大家都在聊这个话题 这个是我很没有想到 因为我可能是中国第一代网红 就是说我们百度当年 做了一个年度的 十大网络红人的这么一个评选 我记得当年 芙蓉姐姐是排第一 我是排第七 大概是这样 她与芙蓉姐姐要晚一点 同一代吧 同一代吧 同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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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那个时候是中国刚有网红这个词 然后我记得 一直到最近两三年 这十多年间吧 一直都是很负面的意思 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就突然变好了 然后 哎呀我也得跑题了 你刚才问题是什么 我必须告诉你一个事实 我们公司CEO拓不花 前两天就跟我说 他从来就觉得 芙蓉姐姐不是网红 她在年轻的时候 她认为罗永浩是唯一的网红 请第二次现场的托不花 对这个问题做些回应 我们接着采访 他刚才说 他刚才说我年轻的时候 我现在也认为罗永浩是唯一的网红 没有没有 独自于老师也是网红 没有没有 他太晚了 他太晚了 我只是想问 你为了这个转变 因为其实在外界看来 就是你顾忌太多 因为你身上有太多的利益的牵挂 那你放弃了什么呢 彪悍肯定就不用说了 对 很多能直说的 现在不能直说 因为你不做企业的时候 你可能随便说的话 带有攻击性 也是只要它逻辑是成立的 就没有关系 但今天即便道理是对的 即便出发点是由衷的真诚的 说完了 它可能仍然造成问题 这种就要想着去不说 举个例子 你可以不说具体是谁吧 就你忍住过什么吧 或者做了什么 然后又后悔 比如说你看 我们做一个企业 做一个产品 一定是有优点有缺点 那有些企业呢 虽然非常成功 但是它成功的原因里面 值得去夸耀的东西并不多 比如说它不是靠产品好成功 而是靠某一些成就商业成功的 这个几个板块里 它有几个跟产品无关的 做得非常好 导致它很成功 那这时候呢 大家会倾向于拿着成功的企业 假定它的产品是好 所以是它成功的关键 如果是这样 历史上也不会有 手机行业每次进入一个 创新的这么一个匮乏期 平台期 就会有一个非常 非常主流的意见 叫渠道为王 你肯定听说过这个话 很多行业都有 比如白电行业 今天已经没有什么大的突破了 所以大家都讲渠道为王 但是我们从这个世界 正常运作的这个规律和道理上讲 消费者花钱买的是产品 肯定不是渠道 或者是你们家广告做得好 所以 虽然客观上会产生这个结果 但是消费者的主观意愿上 一定认为自己买的是好的产品 他一定会认为 在这个价位 我买的是最好的产品 实际上呢 如果你 消费者为什么会这样想呢 因为他掌握的信息有限 所以 如果我们用科学的理性的方式 对这个整个行业的 卖和买的关系进行分析的话 你就会发现 常常最成功的企业 不是因为他产品做最好 而是其他的好 比如说marketing做得好 宣传做得好 广告做得好 然后销售渠道做得好 或者什么等等 这些东西做得好 有的时候只是给分销商 利润提得多 然后也导致多卖了一些机器等等 就是说 商业成功的原因是不一耳足 有很多原因 所以 当这样的时候 别人会问到 这家的产品和企业 你怎么看的时候 它即便不是我的同行 不是手机 我也会觉得 我去讲这些东西呢 会让人觉得 是不是你们下一步 准备走进这个领域 因此先把那个领域 说得一无四处 然后你再站出来说 你是救世主啊 是不是有这么一个 他会这样做一个 阴谋论的一个推断 所以导致 即使不是我的竞争同行的 我有的时候 别人问到 我也不好直接说 那这个是做企业之前 完全没有想象过的 一种场景 我以前认为 我充其量 就是手机 我不再说了 别的我还可以说 现在发现根本不是 连这个都不能说了 还有一个 就是我以前 刚做手机不久的时候 我看个电影 说它不好 我觉得电影 总跟我没关系了 我看个电影 说它不好 结果人家就发现 那个电影里面呢 有我们的竞争对手手机 的广告植入 所以他说 显然是因为 他给你的竞争对手 做了广告 所以你怎么怎么样 所以这些事情 发生的多了以后 就会倾向于 就很多事情不敢说了 这是一种情况 好 这个问题后面 我还会追问 好 下一个问题 几年创业 你觉得有什么样的困难 是你刚开始 完全没有料到的 这个想想还挺有意思的 因为 比如说你看我们 起步的时候 人家说 你一个相声演员 凭什么做手机 那我去给人家解释 其实也就主要 就是给投资人解释 讲了几条 就是说 为什么我认为 这件事对我来讲 不是一个感性的 冲动的 一个相声演员的 抽风行为 是因为 能够做好这个事情的 几个关键的典礼 我本人 已然占据了几个 就比如说 第一 软件的人机交互 这个是被认为 是一个很枯燥的学问 但我个人兴趣 研究了很多年 到我一二年创业前 已经差不多研究了 五六年 工业设计 差不多有十年 然后呢 Marketing Branding 是之前 因为做培训学校的时候 做了一些 其实就那么回事的 但业界公认 我们做Marketing Branding 和病毒传播 是很成功的 他最早 为什么对工业 设计感兴趣 不说了吗 去韩国打工吗 他天然的 就是对那个数码产品 对 特别感兴趣 不光是数码 生活中间的这些东西 对 当然 有轻度的恋物癖 对 他还想过做家具 对 他有两个梦想 一个做手机 一个做家具 这翻过来的时候 我当时没做手机 做家具 是不是起得更快一点 基于这些 我的想法就是 一个手机做的工业设计 我是个专家 那一定做得很漂亮 然后软件操作系统 能做得特别好用 这个在手机行业里 除了苹果 绝大多数厂商 是做不到的 这是非常可贵的 一个品质 对做手机 那我就觉得 这两件事 能解决一个好看 一个好用 那好产品 已经站在那了 下一个是 我能不花钱 把这件事 弄得全国人民都知道 就是Marketing Branding 和病毒传播 这方面的能力 那我做一个好东西 并且让那么多人知道 这个事儿就有了60分 所以我认为 比起别的创业公司来 我做这个风险是很小的 我起步就是60分 那我要补我那个40分 就是我那些短板 但是补的过程中 没有想到的是 当时没提问 我就这么说的 就刚才刚跟你说 这么说 而且我还提到一点 我说 工业设计不灵 一个老板不懂 花钱搞不定 然后人机交互不灵 花钱搞不定 必须老板自己 是懂这两个的 然后Marketing Branding 理论上 找人是能搞定的 但是所有商业书里 都会忠告说 企业的负责人 永远不能放弃Marketing 因为品牌跟企业的命运 是息息相关的 这个是一定要自己掌控 或至少是自己 不能完全放手 那在这个之外呢 我认为工程 科技研发 这样的东西 如果我们是做 技术领域的 前沿突破那种 做一个 全人来没做过的东西 这种企业的老板 必须是科学家出身 否则它连方向都没有 这个是必须 必须这样的 但是另外一种呢 就是做产品的企业 比如说像苹果 苹果在 纯技术领域里 对人类几乎是零贡献 它没有发明任何东西 它发明的 科技前沿的东西 要么买来的 要么借来的 要么偷来的 它就没有自己 纯技术领域里 它是没有发明的 都是买过来 它是个方案整合商 因此在硅谷呢 有人说 乔布斯不是Innovator 不是创新者 它是一个Twitter 就是把别人东西拿过来 调一调 改一改 整理整理 是做这个的 这个说法 虽然说的刻薄 本质是对的 乔布斯本质上 不是Innovator 它是Twitter 但是Twitter和Innovator 对这个世界的贡献 同样大 所以我只是反对 他们因此认为 它不伟大 这个我是反对的 它很伟大 但是真正的伟大 它体现在 它是个Twitter 而不是一个Innovator 那我从这个角度 我自己的清晰定位 也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知道的是什么呢 如果我作为一个 毫无科学和技术背景的人 你让我做一个 前沿领域的 技术突破的那种公司 我认为可能性是零 但如果我去产品 善加利用 已有的发明和技术 包括前沿领域 已有的那些发明和技术 去做这个事 我是不能更有自信了 那在这个情况下 我对工程的要求 就跟走在前沿的那些公司 是不一样的 是要把成熟技术 转化成产品 这样的工程需求 我认为我只要有钱 找对的人就能解决 所以我当时跟媒体 也是这么说的 说完了以后 我忘了是哪一家了 给我一个评价 他说老罗说的 逻辑上是对的 这些领域的 只要有钱就能搞定 这个逻辑是对的 但是我记得原话 他说他轻浮的语气 说明他对做这件事情的难度 估计不足 缺乏敬畏之心 在工程上 所以一定会吃苦头 我忘了是哪个记者 当时写了 后来果然验证 验证了百分之百正确 就是说对这件事的难度 我确实是估计不足的 在工程上的难度 我突然想起一个段子 有一帮老鼠在一起商量 说这个猫太讨厌了 我们有没有办法 当猫接近我们的时候 就报警 后来他们就想出了 一个完美的方案 说可以在猫的脖子上 挂一铃铛 猫一走近就可以报警 这是一个完美的方案 但是到了执行的时候 谁去挂这个铃铛 好 下面我们看老罗 是怎么挂铃铛的 遇到了什么 遇到的问题就是说 比如说 当然这里边还有一些 是钱的问题 有一些是关键问题 举个例子 当我们初期做的时候 做功耗优化的时候 就发现 做底层功耗的呢 在每一个大的公司 很牛的公司 也就那么几个人 然后这些人呢 工资特别贵 贵得比很多中高管的 管理层还要贵 都是什么十几年的 那种工程师 那我们初期的时候 像这些方面 我们在进行的过程中 当要找到那个的时候 就发现那个人比 给他做主管的人 工资要高得多 还有我们当时 资金上的压力很大 就不可能聘请这样的人 所以呢 我们就说要不就这样吧 因为横向评测的时候 你会拿着手机的 十几个竞品去评测 发现自己排第三的时候 发现 倒数第三的时候 发现后边毕竟还有两个 也是知名大厂牌做的嘛 但是对他内部来讲 那个可能是他的 非关系性的产品 他战略级产品 一定做得很好 大企业嘛 他非战略级的产品 然后可能在公司内部 是第二第三团队做的 所以他功耗 没有处理得那么好 那我们拿着这个去横向比较以后 自己欺骗自己 自己安慰自己 就说你看 人家大厂牌也有 跟我们功耗差不多 甚至更差的 所以我们这个 应该不会有事吧 带着这种心理 推过一些产品 在某些指标上 但后来无一例外证明 那些都是非常非常糟糕的 一个后果 那这里边回头去想的话 固然有一些岗位 是因为太贵了 没有去做 那是成本约束的 当时的限制 条件限制 但也有不少是 自己确实没有把 这件事的重要性 重视到那么高的程度 还有就是在我们 这个公司的初期 产品的判断和决策上 我个人的比重是特别重的 这个带来的问题是 我在意的东西 就会做得特别好 我不在意的东西呢 它就会做得比较差 那比如说像我们 camera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摄像头 成像的那个品质 尤其是头两代产品 是非常非常糟糕的 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准 后边做的呢 现在有很多 有大幅度的提升 但是在什么 暗部细节那些方面 也有很多问题 正在努力改进 但是整个过程里 回顾的话 显然是因为在那块 我没有那么重视 而我产品经理团队 当时的规模里 没有特别懂和特别在意 这个的人 以至于大家觉得 这个手机就算那块没做好 又怎么样呢 会有这样的错误认识 所以反正是我们早期 在纯技术上 和产品的纯品质上 没有那么重视的 后来发现 几乎无一例外 全成了一个特别大的问题 但外界很多人有误解 以为老罗是个 他不懂 不懂 以为老罗不懂 对 这我觉得是一直 他比较吃亏的 我也不太清楚 别人一直有影响 是怎么一回事 其实他 一方面太强势 就是你凭什么懂 对 别人就会 你会学这个的 你凭什么懂 你也没做过 你也没那什么过 你凭什么懂 这个就是老罗一直在启蒙的一个东西 就是说你可能原来不是这样的人 但只要你通过自己去努力 你就可以变成什么样 我觉得他 他的价值 他的价值观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 这是这个访谈 特别大的一个价值 我说就是老罗 作为一个 现在人来说 他不论你创业不创业 他是做一个样本 是有价值 说到这儿 我想找一下后帐 你前面讲 你的产品就是最好的 而且我特别追问 是现状还是理想 你是现状就是最好的 但是你刚才又说了这些 在产品有时候 推出市场的时候 对 这就是我想跟你说 当时我也跟你讲 我说一个好的手机产品 有十几个二十几个维度 那我作为一个用户 我在意的那个维度里 我们第一代产品 就是世界最好的 比如说人机交互 比如说界面设计 比如说工业设计 这些方面 我们是 那个时候就已经是 全球最好的 但是比如说 有一些硬指标 我没有那么在意 为什么呢 我不出去办事 我绝大多数是做办公室的 所以对我来讲 下午四点钟 没电这件事 根本不是问题 所以我就会 没有那么重视它 可是对于跑业务 从早到晚在外边忙的人 下午四点没电 他肯定希望 这个手机厂商倒闭 这个时候 没有引起足够多的重视 犯了很多类似这样的错误 包括我举个例子 对我来讲 后置摄像头 就是个扫码器 如果不需要扫码 我甚至希望 后置摄像头 没有 那我这个心态 是不可能把 后置摄像头做好的 而那个时期 我们没有一个成熟的产品团队 就那么几个人 包括我来决定 做产品做成什么样子 所以在我不在意的地方呢 我们就没有想着 一个现代的成熟的企业 就想着 就你的所有指标 必须都是90分以上 然后突出地干到95 100分 这些东西 那个时候是没有 很成熟的这个 善事的 没有这个意识 所以导致做了很多 非常糟糕的事情 所以包括 我们连续三代产品 不成功之后呢 在团队内部有比较重的怨气 因为大家 在我这儿做的人 通常产品经理们 跟我一样 是在意我们做得好的 那部分东西 这就是为什么 做得好的原因 那他把它做好了之后呢 发现比市面上的 所有的都好 比iPhone都好 但是一出去 消费者的反应 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他们 有很重的怨气 就觉得 你很牛逼 但是外界不识货 会有这样的想法 坦率地讲 我自己之前也有过 但是后来 我想明白这个 我就跟他们开导 我说 你看啊 我们有我们的目标人群 核心人群 你针对这个人群来讲 你做得全对了 这就是为什么 他觉得你产品第一代 就比iPhone强得多的原因 他们就是这么想的 跟我们想法一模一样 可是这些人尝试 把这个产品 推广给他的同事 他的朋友 他的同学 推给这些人的时候 就会发现一个问题 是那些人 拿了他推荐的手机 因为我们会倾向于 相信朋友的推荐而不是广告 广告对吧 所以我买了朋友推荐的产品 回去用 发现下午4点没电了 而我用的是 比如说华为的手机 到晚上12点还有电 这样的一个人 你买了我们这个手机 一定觉得上当 一定觉得上当之后呢 他就会骂他这个朋友 也就是我们的铁杆用户人群 会骂他们 那这个东西 早期的时候 明明从第一天就存在 还是重视的不足 是要做到一段时期以后 才意识到这一点 所以一个好的产品 先搞定一个特定人群 从它扩展式大众的过程里 我们因为那些 硬指标上的问题 会被堵回来 但是那个时候 认识就没有这么清醒 我听过你很多次演讲 我发现你讲话 总是喜欢用确定的语气 那今天咱们能不能破个例 就是你现在有什么事 是犹豫不决的 其实挺多的 我只是那些表现的少 因为你也不应该表现那些 作为企业领袖 你出来表现出很多迟疑的东西 这也是对机构是丢分项 所以我会在跟我的合伙人 包括跟我的员工 可能有的时候会避免这个 跟我的合伙人在一起 或者我在外面 跟企业无关厉害的好朋友 家人在一起 我会把我拿不准的 犹豫迟疑的 会讲给他们听 并且征求意见 但是我面对公众 面对媒体 或者是面对 就是我需要维持这个权威性的时候 我肯定是不讲这些 并不是说我喜欢讲那些 能够给我什么图字抹粉的 或者是什么贴金的那些东西 我现在并不为难你讲一个 你现在的迟疑 你能讲一个你过去发生的犹豫吗 就是不对你现在的权威性 和企业形象造成伤害 其实这种事情还是非常多的 我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我们去年的下半年 我们裁员裁了两百多人 但是控制得非常好 外面完全不知道 所以没有任何负面新闻给传播开 但是我们已经 现在已经在去年年底前 已经完成了这一段 原因是我们企业 原来是三条产品线往前走 后来改成两条产品线走的 这么一个策略 那这样的话意味着 你为三个产品并先研发 留的人手里有差不多三分之一 不到三分之一 差不多三分之一这个人手 在未来的一年的发展里 就是可能就用不上了 那这时候我们想 如果末位淘汰 极端情况下15% 那我们还有另外的15% 是不应该末位淘汰的 因为它们表现都很优秀很好 但是你既然三个产品线 变成两个产品线 你就要下决心 除了那15%末位淘汰 还有15%可能很优秀的 你也要想办法去做裁员 这样的事情 那像这个东西 是非常难下决心的 因为你不确定 留着他们扛一扛 资金的压力虽然大 可能扛住了那点支出之后 后续的发展上收益更大 还是必须快捣爪乱麻 把这部分人裁掉 医保证在那个之前 资金不锻炼不破产 像这样的东西 其实说实话 虽然大致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 我们都可以罗列出来 在管理层里进行反复比较和商讨 但是归根结底 哪一个是更正确的 其实是很难讲的 但是考虑到我们之前 经历了长达半年 资金的危险之后 我们觉得我们 抗风险能力既然这么差 那你可错了 也是要把这部分的 裁员计划完成 以保证明年往下发展的时候 无论如何 我们今年是要实现盈利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要保证这件事 万无一失的话 再舍不得 再难过 因为你要知道那些 非莫为淘汰的那些很多人 是我们花了无数的时间 精力和投入了情感 各种地方挖来的 劝来的 给哄过来的 这些都有 其中一些非常好的 我亲自也都是参与过很多次的 不光是人力资源主管 我们其他管理层 也都参与过很多次 现在你要下这个决心 就非常迟疑 所以这个差不多迟疑了 能有两三个月 但是最后还是做了一个决定 但是像这种东西呢 我就不可能跟媒体讲 或者是对公众讲 或者是怎么样 只能是自己去 那两三个月是真的完全没有主意 所以我们管理层里呢 多数人也是没有 斩经截铁的把握 就说应该这么做 还是应该那么做 所以就商讨了很长时间 但最后还是做了 所以 当然我一旦做完了 我就会显得一直很坚定 一直脑子很清晰 未来的逻辑是什么 都想得很清楚 很成熟 这个也是岗位职责的需要 如果比如我退休写一本回忆录 我可能更有热情去投入去写的 是那些让我迟疑和犹豫不决的 失败的 学到了东西的 那个才是真正的关键 你做得好的 比如你本来性格方面 有这方面的优势 你做好了有什么可讲的呢 没什么可讲的 但是你做企业的过程中 为了你的岗位职责 为了他运作的正常的商业逻辑 需要强化那些东西 这也使得一些人会都有一个误会 是说他们以为我喜欢绣这些东西 其实很多时候是工作需要 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那在五年的创业过程中 有没有时候 你不得不做出这个选择 但你特别不喜欢 刚才举的就是很大的一个例子 我们画那个人员名单的时候 它有一些真正难过的地方 在于你有的时候 你选择了去裁员的那个人 比留下来的还优秀 但是我刚好那块业务收编了 所以使得那块一个更优秀的 比如说打了A加的 不得不要劝退他 而相应的在另一个领域里 只打了B的要留下来 因为那块业务缺人 所以你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其实是就是拿着那个公司花名册 去挑那些沟的时候 是非常非常难过的 而且还有就是我们有很多 在价值观方面 对我们有深切认同的同事 特别不愿意走 所以他就跟那个人力资源的同事讲说 他去别的企业 就算工资涨个30% 50% 甚至涨个百分百 他也不想走 那这种就是我们是特别难过的 那个当时人力资源负责的那个姑娘 去给这些同事做开导的时候 每天都是心情特别特别差 所以那30%用了多长时间财源 还是挺久的 但是做这个决定 每个人都去消化了 我们家财源算是很低调处理的 但是很多公司财源被弄得很高调 其实很多记者或者很多公众 其实不知道财源那个事是真实怎么发生的 对吧 大家就觉得说这公司一刀切 公司为了省钱 为了公司无粮 为了不给人家上保险 就把人家给撵出来了 其实很多公司从小到大的时候 都会面临这个问题 它会有一个更新迭代的状况 就是不断阶段性的整编 不断阶段性的整编 对 当你业务 对 而那个整编的时候跟你自己 我觉得他刚刚说的那儿特别对 就跟你个人是不是最好 没什么关系 对 而且我觉得创业这个事 最开始它愿意来跟你做的 能跟你的人和你将来 就是变大了之后需要的人 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对 所以你这个是没有办法 阶段匹配的问题 对 因为它有些战略上的变化 或者行业变化 是的 没错 没错 跟私人的关系是没关系的 所以有的时候你看 企业家面对公众说 我们由于什么什么原因 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结果这个成了 被媒体嘲笑的一个巨套子 你看过吧 经常恶心企业家说什么 对 你是不是不得不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其实他那句话是无比真诚的 非常非常困难 好 我们回到你自己 那企业家呢 一般创业的时候 有几种类型 有的人特别会搞到钱 有的人本来就是这个行业的行家 有的人呢 可能是有成熟的管理经验 可是无论拿哪个模子来套你 好像都套不上去 所以我的问题是 我打断一下 我觉得为什么套不上去呢 因为你套的都是平庸的企业 好吧 平庸的企业的一个典型特征之一 就是老板不懂产品 这个是非常常见的 你看整个人类的电子消费品的历史上 懂产品的老板 一个手就能数过来 伯朗兄弟是懂产品的 圣天招夫是懂产品的 乔布斯是懂产品的 剩下三星这么牛的企业 牛到冒烟的企业 三星哪一任的老总 从创始人到今天 哪一任老总是懂产品的呢 没有 所以说商业成功 不是一定要靠产品成功 可以依赖很多其他艺术成功 只是在我固执的那个信仰里面 就是说 我认为消费者花钱买的是产品 所以我总是希望一个企业的成功 是因为产品成功而不是其他的 但是现实世界并不是这样的 所以你刚才说到那些企业 都不是懂产品的 但是它一样很成功 但是我们呢 为什么一个都套不上 是因为我是产品经理型的 所以那些不是我的长处 但没关系 因为你做一个企业归根结底 是要找人找钱和定战略方向 那你如果能找来人 帮你解决你的短板就可以了 所以很多企业老板很粗放 但他企业管得特别细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有个特别牛的CEO 那就是找人找来解决这个问题 对 所以你刚才说那些 确实我一个都不在 这个我特别有感触啊 就是这个时代 为什么是一个创业家辈出的时代 因为你只要有一个长项就可以了 社会的开放 社会的那个资源的配置的 丰富的可能性 你有一个长项 然后自然社会会把其他的短板给你补足 好 那你的短板你试图去补吗 当然 都是找人补 一定不要自己去补自己不擅长的事情 你过去40年的人生 证明了你不擅长做某些事 结果你现在为了做企业 刻意要把那些补足 这个是一定是死路一条 我是发现我认识的 我换一个角度讲 首先我们企业远谈不上成功 但是呢 五年也没死 有一个流行的说法说 一个企业创业 五年不死 后边死的几率就非常小了 那我去看一二年跟我同时创业的 我一些创业的朋友也已经死掉了 那公司 那我发现他们共同的特征就是 他试图去补自己不擅长的东西 我认为这个是完全是 就是比我过去做错的很多投入产出 比最糟糕的事情还要糟糕一万倍 我举个例子 我做企业之前是什么样的人呢 我每个月水电费 是停水停电才去交 我的电话是停机才去交电话费 我一直都是这样的一个人 后来我是通过结婚解决了这件事 我结婚以后水电 我老婆总是去交 然后那个电话费 他总是去交 当然我不为此感到羞愧 因为钱我也挣来了 我挣的比我老不多 所以我觉得他帮我做这些事情 而且他这些本来性格上就特别擅长 那你拿着这个道理去看做企业 就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说你要把自己不擅长 做不好的那些东西 找别人来帮你做 而不是你性格上不适合做那个 结果逼着自己往那去做 我中间还犯过一个错 比如说我搞英语培训的时候 我发现我脾气不好 在办公室里 因为焦虑的事情多 所以它暴露的也就更多 如果你是自由职业 没那么多烦心事 可能有的朋友认识你三年 还不知道你是个坏脾气的人 这都是有可能的 但是我做企业呢 尤其是刚做英语培训的时候 一个星期在办公室发火 能有两三次 然后时间长了 我也隐隐地有一点不安 因为我到办公室 那些孩子们很紧张 这不是我希望的一个气氛 所以我就想怎么解决这个很焦虑 后来呢我就去看那些 永远待人接物 如春风拂面的那种温和的 比如台湾的很多企业家 都是这个范儿 然后我尝试去看他们是怎么处事 怎么处理问题的 尝试去学习 学了半天学得很糟糕 甚至让我们的同事感到毛骨悚然 因为他突然觉得我吃错药了 所以 就是突然看见一个慈眉善目的你 对对对 所以效果就非常糟糕 然后我有一阵为这个事苦恼 还去问冯唐 冯唐是当时我英语培训学校的投资人 同时也是我的朋友 还是 他是做麦克西的嘛 就是做咨询的 所以我经常会有些困惑去问他 然后他就说 他说这个完全没有必要 他说成就企业呢 比如说有六件事做好了 就能成就企业 比如说一共有十二件事 你做好六到七件 就能成就这个企业商业上的成功 因此呢 你只要把你擅长的那六七件做好 其他的找人补就行了 千万不要想着把十二项全做好 才能成就一个企业 然后他就说以坏脾气为例 他说你这个坏脾气我也知道 但是他对企业的实质性伤害有多大呢 他说我认为没有那么大 因为他做咨询见过很多企业 比如说在中国那些小地方的企业 老板急了 甚至动手打员工都有 这种就野蛮的事都有发生 也没让那个企业商业上不成功 当然不是说这样对 而是说他不对的情况下 对企业的实质性伤害 究竟有多大 还有一些企业 比如乔布斯你可能也听说过 他变态到什么程度呢 上下楼梯的时候 员工在楼里尽量走步行梯 因为步行梯碰不到他 而走电梯呢 有可能碰到他 碰到他 他看你不顺眼 问你三句话 你答错了 就接到人力资源 通知你回家 像这么变态的性格 也没有使得他企业的运作出问题 所以冯唐举这些极端的例子来证明 就是说 首先你的脾气不好 一定是缺点 但是他不是决定企业成败的关键 所以你尝试学会控制 和尊重别人是完全有必要的 但是不要因此 在这投入过多的精力 想把自己扭转成一个 理开富士的这种 这是没有必要的 然后我后来接受了这个 也就心里就好多了 好 这个问题我们后面还会谈到 关于你脾气暴躁的事 你作为一个创业者 作为一个CEO 你觉得你在管控这家公司的时候 最重要的三件事是什么 最重要的什么 三件事 这跟所有的企业几乎都是大同小异的 就是找钱找人和定战略方向 对于企业的负责人来讲 最重要的永远是这三件 那我在找钱这件事上呢 我自认做的是不够专业不够好的 但是也有一些一起创业的朋友说 你这个是叫什么 得了便宜还卖乖 他说你创业五年 然后融了差不多十个亿左右的钱 他说你一个相声演员 跑到科技界来蒙事 然后忽悠了十个亿 他说你说你自己融资能力不行 我们都不知道应该怎么活了 所以他们这么说以后 我心里感觉是好受一些 但是还是仔细检讨的话 一定是我们在资本运作 金融运作这方面 一定是一个 不是一个很强的公司 是偏弱的 是包括融到钱 也跟其他方面的厂板带动 使得投资人产生了错觉有关系 而不是说我们在资本运作 这方面做得好 这个是必须承认 就是找钱这件事上 我们做得不好 然后找人这件事上呢 我最近这两年 我还是比较有一些心得的 因为前半三年坦率地讲 我几乎在扫人上 没有投入什么精力 这个是做得很业余的一件事 因为你招一个人力资源的主管 他能解决是总监以下的那些人 普通员工和什么管理层 比如说manager 顶多叫资深的manager 总监开始基本上 特别是出奇 全靠你自己去找 你当时也没有一堆副总裁 所以你需要自己去找的话 在这必须投入很多精力 但我有轻度的社交恐惧 所以我对出去跟陌生人 结识交朋友 掏交情 吃饭 聊天 这个始终都是有一些过滤的 所以导致在初期这块做得非常差 所以找人找钱 其实都没有做好 然后第三个呢 大的方向我是明确的 但是今天看的话 我们过于信赖 那个所谓专注这件事 企业专注是必须的 这是毫无疑问 但是专注的同时 如果你的主营业务变现 没有那么快 没有那么理想 你还是要想一些办法 做一些收入 做一些利润 因为以你运作这个 主营业务的能力 如果用流行的说法 叫降维攻击 如果你降维攻击到那些 相对容易的领域里 你是能找到一两个东西 能快速变现 产生一些利润 来补贴你 长远发展的 那个战略级的 那个核心业务的 这个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但是我们初期可以认为 在这些方面是做得不够好 就比较懒惰吧 有人批评我说什么 说我战术上勤奋 战略上懒惰 我觉得说得很准确 我是有这个问题的 所以这么看的话 在头几年 直到今天也不敢说 这三个都做得很好 但是回看头三年的话 就做得特别特别糟糕 甚至是不及格的 我从去年年初开始到现在 不对 前年秋天开始到现在 我差不多有 40%到50%的精力 是用在出去挖人上 可这件事早就该做了 所以这些都是做得 特别糟糕的地方 所以就是刚才说 找人找钱和定战略方向 三个头几年都做得不好 找人现在做的 可以认为很好了 那找钱呢 其实还是找人解决 因为我不可能把我自己 弄成金融专家 我应该找一个好的CFO 所以我朝这个方向 如果找对了一个 跟我们头脾气理念相同 并且能力强的 我觉得这也不是问题 至于战略方向上 我刚才跟你讲过 就是我们在主人业务 变现困难的情况下 应该先做一些赚钱的 来补贴它 但之前没有做 今年就会做 所以秋天我们会有一些 手机外的产品出现 霍鲁维茨讲过一句话 说一个CEO 基本上他的工作时间 会分成两波 第一波叫战时CEO 打仗 还有一种是和平CEO 叫治理 那你基本上 在这两块安排时间的比例 是怎样的 我不知道我理解的 对不对 因为商业领域的东西 坦率地讲 虽然我整天开公司 做公司 但就是阅读啊 理解啊 了解的这个广度 肯定是很多方面是 不如你们就是整天看书 然后再推荐这个东西 来就是叫什么 吸收和整理这些知识的 这种专业工作者做得多 所以呢 我自己不确定 我这个想法 是不是一定是正确的 但是我有一个感觉 就是创业公司绝大多数 至少在他的头几年 都是那种暂时的CEO 而不是那种和平时期的CEO 还有就是我理解到很多大企业 因为我们这也来了 很多大企业的高管 我跟他们沟通的时候 又发现另外一件事 就是在我目利所及的范围内的 那几个大企业 都是先自己创始人 是个暂时CEO风格的人 走到一定程度之后呢 他用引进人才 和花大代价的方式 来找管理方式 管理方法 技术方面的引入 然后人才的引入 这种方式 来解决 做好一个和平时期的CEO 应该做的那些东西 只有什么样的企业 一开始两个都兼顾得很好 甚至有可能 和平时期的CEO 这部分的比重更重呢 就是在大企业里 做到了很高级别的主管之后 它不差人 不差钱 不差资源 不差管理经验 甚至不差运作大企业的经验 从小企业到大企业的 全经验都是满分的 这种 含着金钥匙去创业的 这种高管去创业的话 有可能一开始 很好的兼顾好这两项 否则绝大多数创业的公司 好像第二项都做得不理想 据我所知 所以我们现在这块 肯定是做得不好 但将来是靠引进人才进去 那其实所谓的战时和平 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 理解的角度 就是你会不会做一些 重要而不紧急的事 对啊 为了长远的规划 是这意思吧 我没理解错 对吧 就这些 我就想说 暂时CEO通常是顾不上 你现在 是会做一些 我们其实是有做的 但是非常少 非常少 举例来说 你看我们那个操作系统 我会跟外面的一些团队 去谈合作 合作的时候 其实我们输出的多 他给我们输出的相对少 但我还愿意做 那在公司内部 有一些同事也不理解 但我想做这些 是为了长远的发展 因为如果有一天 我们不差人不差钱 能使得底层的这些东西 都能自己写 你知道现在我们底层 都是安卓吗 是谷歌的那个 将来如果底层 都能自己写的时候 我会希望把它做成 彻底开源的 然后跟安卓百分之百兼容 然后做成开源的放出去 让别人也去用 我不开源 他们是不敢用的 我开源的话 我的竞争对手 都有可能用 如果这样的话呢 对未来十年八年的发展 可能是有长远的好处 所以我偶尔会做一些 这样的事情 但是现在生存都很累的情况下 这些投入的精力 确实非常少 不太过得上 我举一个例子吧 我们的CEO拖不花 前两天我突然偷听到 他在安排一件事 是大概5月16号 他要安排我们全公司员工 在我们那个园区 吃一次火锅 因为我们也将近200号人 那是一个很壮观的事 就这件事情你说 他紧急吗 他一点都不紧急 他发生在将近两个月后 但是他就会提前安排这样的事 因为他知道春暖花开 大家可以在野外 室外吃饭 他会安排这样的事 你会操心这种事吗 这种确实不会操心 但是就跟你找了 拖不花这么好的一个合伙人一样 我们也有这样的合伙人 是会操心这些事情 比如说像你刚才 这种事情的风格 典型的在我们公司 就是我们的合伙人 也是BD副总裁 苗颖会操心 你也认识 他会操心这些事情 而且他经常会在几个月前 把一个他说的时候 我甚至没兴趣听 然后他给我讲了两遍 发现我不耐烦 他也不耐烦 他说我不跟你讲了 到时候你看结果就好了 但是到那个点 我会发现 这些曾经被我认为 不重要的事 到那个点 发现其实特别特别好 远远超出我的期待 那这就是你找了一堆 跟你性格不一样 但是就是在各自的领域里 都有擅长的东西的 这种合伙人 带来的一个好处 对 会有这些东西 我自己会想不到 对 因为我跟你一样 差不多我们创业的时间 你比我早两年 我当时就知道 我只能当甩手掌柜 因为我肯定治理不了一个公司 所以我一直找到 图不画这样的一个 很棒的CEO 那大家应该就该 因为他不执行 我出再多主意也没有用 那你会不会找这样一个人 实际上我们有这样的人 只是说我们要做的事情呢 因为制造业 互联网软件什么 一大堆以后呢 很难找到一个人 这些全能帮我管 所以其实我们是找了好几个 比如说我们做硬件的 那个研发和生产供应链 这几个大板块 是交给我的合伙人乌德州 他也是产品线的副总裁 所以跟硬件相关的 研发生产供应链 全是他来负责 那像互联网收入 在苗影加入我们之前 我们在互联网游戏软件 这方面的运营 是非常山寨 非常业余的 然后就是就不一样 但是一个人很难 替我帮这些 全部打理 是找了几个人来解决这个 但是确实就是 我认为我不行 因此找了这个人 这个人在他行的地方 我找对了人的话 会远远超出我期待的那么好 说到这儿我就很好奇了 你能不能描述一下 你典型的一天的生活 典型的一天 其实每天不太一样 比如说周一就很典型 周一早晨要九点多 开全公司的例会 管理成立会 那一般来讲就是说 除非有外边的访客来我们公司 否则我个人的习惯 很少会九点多就到办公室 我可能在办公室睡 也不会九点出现在 那个工作的那个位置上 他一个星期应该 怎么着也会住一天 住一天 住在公室 住在公室 就会栽在公室 对 在专门安排的一床 他有一两床 对 在办公室 对 你问能床问那么细 你想干嘛 没问题我可以告诉你位置 所以周一对我来讲 是一周里边必须找起的一天 而且我们有罚款的制度 就是那个管理成立会 任何人前一天要请假可以 早餐临时什么理由都不行 早餐请假就不行 这个罚款还挺管用的 我觉得很奇怪 因为对我来讲 他一分钟罚一百块钱 上限是三千块 所以其实对我来讲的话 罚个三千按说也没那么大事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有了这个之后 我发现不光是对同事有用 对我也特别管用 我就会想法设法 避免去被罚那个钱 所以周一我们是早餐九点多 是很典型的就是凑在一起 然后这个会呢 有长有短 差不多总是中午饭之前就结束了 结束了之后 我会有一个产品会 会有一个工业设计相关的会 会有一个 反正周一就基本从早到晚 全是会 大概是这样 有的时候甚至开到 早晨九点开到晚上两点多 还在开会 只不过是七八个八九个 不同的会 这里边不是我每一个都参加 比如这一天周一可能 早晨管理层立会之后的 分组立会可能会有十个 我可能参加其中的七个或八个 会有这个情况 所以周一对我来讲 基本全是会 然后周二开始的话 典型的一天 其实挺没有规律的 我的问题其实是 刚才我是问你 要不要找一个管理者 把这方面的工作就交给他 听起来好像你也没交出去 我在公司是这样的 我确实什么事都没有 我除了做自己的产品 那我经常会有什么事呢 比如来了一访课 因为我在我们公司 算是合影的那个道具 跟人见个面 坐下聊一下 就属于理性的 就是我确实是什么都不管 但是好像你并不是这样 那当然 我是因为要做的事情 主要我那个产品复杂 比如说你看 如果我也是像你这样 做个视频节目 或者是做写书这种事情呢 它其实工作性质本身是 不需要团队协同的 相对而言 影视拍摄是需要团队协同的 但你要写书写文章 基本是一个人嘛 对吧 所以这种的话呢 我过去做企业之前 做自由职业的时候也是这样 那做了企业以后 现在的复杂性在于 我们要讨论一个 跟产品相关的会的时候 可能要叫一个软件研发的 软件产品的 硬件研发的 然后硬件项目的 然后叫一个云平台的 因为有一个协同工作 然后这个出去之后呢 可能产生的收益里 需要BD部门参与 销售部门参与 Marketing部门参与 那这种跨部门的时候呢 我就基本上是躲不掉的 因为我占了其中的两个板块 或三个板块 是我亲自负责的 我相当于那三个板块的 主管就是我 所以只要涉及到 我一定就要参与 但是比如说以吴德州为例 吴德州是现在我们的 研发老大 是产品线副总裁 他来之前呢 我们跟软件硬件研发相关 技术相关的很多会 都要我参与 因为我们原来的 研发老大呢 他没做过产品线的负责人 他只做一个研发的负责人 所以他要把各个协同起来 有一些他也拿不准 需要我去参与 这样的结果就是 我要参加很多 跟研发相关的会 这个会又不能保证 整个会议的议程里 百分之百都跟我相关 有一些相关 有些不相关 所以我在这个会里 两个小时里 可能一个半小时跟我相关 但是他切的 如果是交错的 我也不能在里边 拨出那三十分钟 一定让我不参与 这也很困难 有的时候操作 特别是有时候 还有外边公司的人 一起讨论 那我中间 我说出去五分钟再进来 出去五分钟再进来 也不合适 但是吴德州来了之后 他不光是做研发 他原来在他们的 大企业体系里 产品线的副总裁 讲究的是 叫端斗端交付 从一个产品定义 一直到研发生产出来 交给他的上司 交上去的这个全过程 是他一个人要负责的 因此今天我在这块 很幸运的就是 过去我至少要参加 两到三次 跟产品相关的会 但是我有了一个 产品线副总裁 做合伙人之后呢 跟产品研发相关的会 我现在两个星期 都参加不了一次 有时候就一个月参加一次 这就是 就你没法想象 这有多幸福 因为我不懂技术 我去参加研发的会 你可以想象 我在那有多难受 但是呢 他们不敢拍板 又需要我做决定的时候 也是必须到那 然后这个人讲五分钟 这个人讲五分钟 那个人讲五分钟 根据这十五分钟 要我做一个决定 他们都不敢做决定 因为他们不是每块都懂 但是我现在找了一个 管整个产品线的负责人 作为我的合伙人之后 基本上 刚开始说实话 不放心 头几次会我还去 结果发现 要不了两三周 所有的老人当中 他已经彻底建立了微信 其实工程师 做研发的人 是最简单的 你来了 如果能力很强 他们瞬间就服了 后边乖乖听话 特别配合 如果你是一个工程出身 技术出身的人 来了以后 业务他不服你 那就各种不配合 那些人很直接 就是理工男嘛 他都很直接 没有什么花花肠子 所以他要是瞧不上你 他就明目张胆的 硬邦邦的不配合 所以那就非常难推进 但是我现在 有这样的合伙人 基本上那块 就完全没有管 我只参加了两三次会 就不参加了 现在他平均一个月 叫不了我一次 你要考虑我们产品研发周期 是七到十个月一款产品 那我参加 跟研发相关的会 不超过十次 这个是难以想象的那种 彻底放手 这还是很幸福的 在我们早期 这些全要产业 那你这五年创业 什么时候最累 是早期更累 还是现在更累 身体上的累 其实都差不多 到今天也是一样 基本上 那你现在不是把 有的已经交出去了吗 对 但是我还采生新的课题 比如说我原来擅长的东西 我起步的时候很得意 经过几年的时间 发现我在那块也要补足很多东西 所以即使是本来我擅长 本来归我做的那些 我也要花时间去学习 这个是很重要的 另外一个就是 你缺人的时候 有一些你擅长的地方 你也没面面具到的做 现在你有了时间和精力 应该在那投入更多 而不是等结果 因为我们没有到那个程度 还有别人跟我说 我始终都感觉累 我有时候会跟其他 做得成功的企业的朋友们 聊天的时候 我说 哎呀我说这个 我估计等到我们明年盈利以后 可能我能相对舒服一点了 然后他们 做了很多年企业的人 都跟我说 你企业如果老板觉得舒服 就是危险的第一天 所以你要全程不舒服 你要一觉得舒服 就是要出事了 或者就是你不发展了 也有可能就是不出事 但你进入一个平台期 但科技行业 跟传统行业有一个区别是 传统行业 比如我卖糖水的 我市场份额不涨了 那可能很多年也能赚钱 科技行业 如果你到了一个停滞的 你自己都觉得停滞了 但是你没有追求 满足一年 就这几个亿的净利润 你满足了 你就会发现两三年 你就不是说 两三亿的问题 是倒闭不倒闭的问题 所以基本上是 苦海无边的一件事 对 我创业三年 这方面体会特别强烈 所以劝那些想创业的人 你们要想好 因为事实上 它永远没有一个 地主阶级式的生活 就是我怎么样 我有了二十亩地 我有了石头牛 我老婆孩子热抗头 所以我就好了 永远没有这个事 创业者是一个 你的心性会把你的经历 逼到什么样 你不管在什么情况下 你都会把自己逼到那个样 是 是这样的 这是我的体会 就你看我们以前 看香港的黑帮片 经常反复出现的一个主旋律 是一个黑社会老大 二十多岁的时候 拎着一把刀杀入江湖 现在他六十多岁了 功成名就 黑社会洗白 假装做成了一个企业 其实骨子里还是黑社会 子女在海外读书 然后家里各种圆满 然后存款花不完 但是呢 还在每天心细苦苦工作 直到被一个 另一个黑帮老大 在一个餐馆一刀砍死 对吧 这种故事我们看了无数个 然后就奇怪说 这个老大为啥不退休 没法退休吗 因为你走到一个点之后 比如说到了一个点 你发现你自己够了 钱你赚够了 现在你兄弟们没够 怎么办 你把它全分了呢 你又不够了 对吧 然后他们没够 你够了 你说退休 你这不负责任 对不对 除非你兄弟们 凑巧有一个 各方面综合能力 都碾压你的 你就可以快快乐乐退休了 但这个是可遇不可求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够了 他们没够 你要领着大家 给大家都够了为止 但是怎么可能全够了呢 所以就永远没有那一天 直到有一天被砍死 那我们不做非诚会倒不用担心被砍死 但是累死其实是完全可能的 或者累个半死也是完全可能的 所以基本上就走到这条道的话 我觉得是停不下来的 对 这些年创业五年 你觉得从哪个朋友那儿接到的建议 是最有益的 几种情况吧 一个是我的几个合伙人 比如说苗影来了以后 她因为做我的合伙人之前 我们就是多年的老朋友 这个对我是很可贵的一个资源 所以她来了以后会很不客气 她当着公司同事的面会很客气 但跟我私下接触的时候 她会很不客气地指出我的各种毛病 不停地找我的这种毛病 而且她情商非常高 等到她发现 我被她找出一大堆毛病 以至于有点破罐子破摔 自暴自气的念头 她又时时地鼓励几下 然后确定我能抗打击了以后 再继续打击我 所以这些是属于你 花钱雇人很难解决的 这是运气好 所以这些方面对我帮助是很大的 然后主要就是这几个合伙人吧 他们对我的帮助比较大 所以来了以后呢 都是在她原来那块领域是非常强的 所以那个换取了我的信任和尊重之后 她甚至可以在她没那么专业 比如我专业 她不专业的领域里 她要做到跟我这个领域里 做到跟我一样好 有困难 但是她发现我在这个领域里做得不好的 挑毛病是很容易的 所以她会挑一些毛病 那过去我公司也有一些年轻的小伙子们 跟我一起做的时候 也会挑那些毛病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她挑出了毛病 挑的准确 但是她说服我的这个论证过程呢 不够专业 导致没有说服我 那像苗颖他们这些合伙人级别的来了 以后一个好处是 即使她说出我的毛病的时候 说的也没有论证的特别理想 因为我信赖她在别的方面的权威性 因而会格外重视她在这方面的意见 这个东西对我的初期是没有的 因为当年都是小兄弟 现在来了一群合伙人会有这个东西 这是让我感觉 就是每天都在迫使自己进步和有收获的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也就是过去一年多实现的 来了一些重量级合伙人 还有一个对我比较帮助大的 就是唐岩吧 唐岩是我的天使投资人 也是我得以能做手机 默默的老板 对 也是使得我得以能做手机的这么一个 传统那种土话说叫命里的贵人 因为我花了差不多六七个月的时间 尝试去做手机 根本建了无数家机构 根本拿不到钱 准备放弃的时候碰到他 然后他就鼓励我去做 并且他自己给我掏了天使投资 所以才走到今天 但是唐岩这家伙有一个讨厌的地方是 他有很强的智力优越感 使得我去找他问的都是我不擅长的 我擅长的不用问他 我擅长的我比较强多了 我不会去问他 我找的都是我笨拙不擅长 又不敢乱问 他是可以信赖的 没有投资人 然后我去问他的时候 他给我建议的方式通常伴随着 非故意的 非故意的 但是强烈的不耐烦 所以通常他给我 我去请教他的意见 他给我一个很管用的 很好的一个主意的时候 句式通常就是 你怎么怎么样不就完了吗 就这个句型永远是这样 我说这个怎么办 他说你这样这样这样 不就完了吗 永远是这个语气 那你在一个晚上跟他的对话里 如果有十几二十个伴随着 这不就完了吗 那意思就是说 这么简单的事你还问我 他会传递这个信息 所以会带给我很强烈的挫败感 但是呢 每次生完了气 回来想一想 说的绝大多数都是很管用的 所以又犯贱再去 会这样 这也是收获比较大的 还有其他就是看书吧 主要这么几个人 好 你刚才提到一种可能性 你身为锤子科技老大 那有一个善终的一种可能 就是突然出现一个各方面都碾压你的人 那最幸福的吗 假设这个人是我 假设是我 现在我已经被你培养的 在公司权威都没问题了 现在老家伙你退休吧 我来 你会跟我交代一些什么 交代一些什么 假设我去给你当CEO 来替换你的角色 你现在要养老去了 你跟这个罗胖子 会交代一些什么 首先看年纪 因为如果我要没那么老的话呢 我又觉得可以交出去的话 我可能会去做一个 有可能胜算很小 但是我想做的一个新项目 这样的话呢 我反正一个企业做的工程名就了 再失败一次我不怕 面子多不是问题 所以我不会去怕 我可能会去做一个这样的东西 那你这样问 其实突然问住我是 如果我有信心交给他的话 其实可能日常的工作里 或者过去几年的相处里 该交代的都已经交代差不多了 所以不太可能出现 突然要交代一大堆事 唯一可能的就是 想象不了 我现在脑子里想象 都是那些日常的那些事情 如果想大的东西的话 比如说苗影 千万不能给我开了 这种事情肯定是会有一个 对 会有一个沟通的 对 会有一个沟通 因为随着公司发展的过程 任何人都可能会被更强的新人来顶掉 这是企业健康运作的一个必然的东西 包括比如说假使说 我就想做CEO 我不想做董事长 我就想做CEO 我不满足于做老板和董事长 我要做老板 且担任CEO 假使我是这种 但是到过程中 一旦发现比我强的 我必须用制度性的东西把我淘汰 否则的话就说明企业运作的有问题 这个是必须的 所以苗颖也有可能被淘汰 什么吴德州也有可能被淘汰 任何人都是 CEO 毕竟现在CEO是我 我也有可能被淘汰 但是这个淘汰的过程 我们要处理的 要完善 要周全 所以这些东西如果要产生 我肯定要跟那个人交代 但是不会因此就是说 出现你说的情况什么 谁谁谁不许开 这不会的 任何人都可以 我问这个问题的初衷是 假设换了一个新人 那他面对新市场 他必然要做变动 而且我们没有办法 预期这是什么样的变动 其实我问这个问题 底牌就是 这家你创生的 亲儿子一样的企业 你希望他什么 不管什么变 你都希望这一点不变 你是说 我愿意把它交出去 但是它可以随便改造 但有一个是不许动的 对 你说有没有这样的东西 对 那要说应该唯一的 也就是说像价值观 理想主义 这些东西不许变 这些东西不许变 别的都可以变 因为你本来做企业 本质是盈利性的机构 这个赚钱 后来那个赚钱 你就转到那儿 我肯定没有理由拦着 它不许去赚 好吧 理想主义是一个 特别缥缈的事 你定义的理想主义是啥呢 就是说你要满 不要满足于赚钱为目标 赚钱是过程中的 一个自然结果 或者是过程中 你可以打造出来的副产品 本质上它还是要有追求的 因为你看 我们老说这个企业 就是说大家会说 比如说亚马逊 亚马逊很典型的例子 说亚马逊这么多年都不赚钱 或者是微亏 或者是微赚 说这个企业来到世间 它的使命难道不是盈利吗 那这个企业是一个 非常糟糕的企业 有这样一种观点 那我认为不对是 我认为企业来到世间 是创造价值的 创造价值的方式 是增金白银的利润 还是创造了其他的价值 都可以 不能局限于是利润 它要创造其他价值 但是它跟慈善机构不一样 你不能说一直多年的亏损 去做什么好事 学了一方 这不行 但是以亚马逊为例 它多年以来的亏损 甚至有理论认为 它是精确控制的亏损 因为如果它每一个财报 都保证它营业额 或者市场份额那种 在高速上升 同时利润没有 或者是危亏 那投资人其实很放心的 但是如果它有利润 你看怎么做 如果它做特别大的利润 带来它持续的发展和扩张 是受影响的 如果它做了一点点利润 也有危险 危险就是说 当一个企业危亏的时候 大家不会去算它的 PE这些东西 不会算它的什么 什么市盈率这些东西 但是如果你微赚 相对于你那么可怕的估值 市值 大家就开始说 你这个比如说 你市盈率是什么 两千倍 这个太不健康了 肯定是企业出了问题 会有这样的说法 所以呢 我是觉得做企业 它的价值不仅仅是体现在 一定是真金白银的那个盈利 我举个例子 如果亚马逊 还能以今天的速度持续发展 然后全程都是 每一个季度财报都是危亏的 你说这个企业有没有价值 我觉得非常有价值 因为它在过程中 解决了无数的问题 无穷无尽的好问题 都是对社会有益的 那如果企业只是单纯追求利润 那比如说以我们做产品的企业为例 现在最成功的假使是五个巨头 五个巨头全是搞渠道出身 没有搞产品出身 全是渠道巨头 那你争来争去 这个起来那个下去 那个起来这个下去 对这个世界是零和游戏 它没有价值 所以我自己是会觉得 为什么我们这个企业 挣钱以后也是要始终 要讲这个理想主义 要追求 就是说我理解的好企业 是要有在金钱之上的 但不是说放弃金钱 金钱始终是个基础 金钱之上要有更高的追求 所以如果我放权 找一个接班人的话 我希望是这个样子 而不是说 他是个职业经理人 变现能力比我强六倍 就可以了 那我肯定不希望是这个样子 对 但是呢 这只是我的意愿 如果这个企业 我已经不控股了 我给他讲这个又有什么用呢 有一天 他想不这么做 我也拦不住 所以如果我对这个人 在这方面不拖底 我可能就不会轻易 去做推二线的事 如果拖底的话 我会有可能做这个事 主要就是这个 其他的没有什么不能变的 都可以变 用我的话来说 钱是什么 对于我们创业的人来说 它其实就是 放在外面能看得见的 自我成长的进度条 它是个结果 它也是个刻度 就是你营业额变成多少 你的估值变成多少 然后你就知道 自己内力变成了多少 仅此而已 它是个结果 它既不是目标 也不是原因 做硬件的过程当中 遇到的最大的坑是什么 定义产品的时候 不是特别确定 你的团队哪些能做到 哪些不能做到 你这最新一代的手机 可能仍然不介入人 几年之后 你会不会干脆就转型吗 我必须做这个时代 最大的计算平台 才有机会 成为下一代 最大平台的一个预备选手 那第二部分 我想跟你聊产品的问题 锤子科技走到了今天 我不知道行业里面的人 还有没有认为 罗永豪是个外行 这个地方没有了 你又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 不但行业里的没有了 行业里的人 其实看我们第一代产品 就不认为我们是外行 是公众娱乐和媒体 还持续了一段时期 但是到今天 其实媒体也很少有这样的了 我们初期的时候 特别明显 就是做第一代的软件发布会 做第一代的硬件发布会的时候 经常说的 听到了最多的负面意见 就是说 你还是说相场去吧 说你还是搞教育培训去吧 你懂个屁手机 现在呢 我倒是偶尔谈到一些 其实是人家问 别人家问一些人工智能 我其实我也不懂人工智能 人家问 我就聊了两句我的想法 然后他们就说 你还是做你的手机去吧 你懂个屁人工智能 所以这种事我经历的多了 我的感觉是 跟刚才说那个产品之后 那个是一样的 比如说苹果做得那么好了 连续几年 还是卖不过诺基亚 我刚开始的时候 说的那个例子 跟这个很像 就是说 你所从事的事情 在外界看来 在公众看来 它总是反应要滞后的 等它连续五年 看到你永远出现在 科技版上的时候 它才判断 你是一个科技界的人 它有这么一个延迟过程 这个在任何领域里 都是这样 所以我现在 就是比较能接受这个东西 我觉得不是什么大事 所以 你刚才提到说 现在还有没有人认为 你是个外行的 我觉得基本上是没有了 只是有人觉得 我们做得不好 这是事实 至少商业上是做得不好 但是认为我们外行的意见 基本没有了 至于业内人士 差不多从看到T1开始 就能判断 我们是严肃做手机的 而不是贴牌 赚一笔快钱 或者捞一票走人 其实看到T1业内的人 都可以做这个判断 那回到五年前 那个时候很明显 你至少不是内行 你刚才说什么工业设计 我们都不谈 就是手机硬件这个领域 你肯定还是外行 当然 研发制造方面 那在创业之前 你做了哪些知识上的储备 以至于你有信心 扎到这个行业里来 原来创业之前 我的信心 就是刚才说过的那三个 对 但这个领域你毕竟不知道 对 不知道就干了 你也没有做任何知识储备 我去找了一堆人谈过 但是没有什么知识储备 比如说研发 我怎么可能有什么知识储备呢 我不可能在那个时期 投入精力去研究一下 这个电子结构是怎么来的 这板子是怎么焊的 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社会分工 使得这些是不应该做的事情 对 但是一个手机 从产品定义完了 怎么研发 怎么找供应链 怎么配合 怎么生产 这个一个框架型的东西 是找了很多人问过 然后自己也去南方看了 也找了一些朋友介绍 聊了聊 这些是有做的 但是做的 离我自己能操办这件事 肯定是差着十万八千里 但是我是想 我们当年起步的时候 为什么硬件圈子里的人 格外认为我们是骗子呢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是我们天使投资 只有九百万人民币 那这个事呢 你可以对公众讲 可以对媒体讲 但你不能跟硬件圈子的人讲 因为硬件圈子的人知道 启动做硬件 山寨公司 做山寨手机 就没牌子的那种 也要以以上的启动资金 那我们拿着九百万人民币 做手机 所以圈里人听的 第一反应就是 这是个骗子 或者这是个捣乱的 这是个忽悠 这是个傻子 不是骗子就是傻子 基本上这么一个共识 这个是很正常的 但是 对这个状态 持续了相当长时期 所以我们早期接触 那个硬件研发的 这些技术岗位的人 去谈的时候 我谈的甚至不是 我现在要你来 我可能半年一年后 要你来先交个朋友 就这样肯见我 见面吃饭的 都是凤毛铃鸡 几乎都见都不见 有中间人极力介绍 说老罗不是像 新闻报道里 那么不靠谱的人 你见一下 认识一下 没他坏处 对方说算了吧 说你不懂 他说他肯定是骗子 然后我这个中间的朋友 就问为什么是骗子 人家就讲了个道理 说九百万人民币 做手机是扯淡 做个进化器都不够 基本上 这个是当时一个 很主流的一个东西 那是你起步的开始 当然我觉得 给你信心的 肯定是乔布斯了 因为乔布斯其实也不懂 然后做出了 那么大的事业 不是 很多做消费类电子产品的 科技巨头的那些老板 都不是技术出身 认为只有技术出身 才能做技术公司 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 我刚才讲说 如果你做科研前线的 那些东西 老板必须是科学家 否则做不了的 因为你没有上司 但是如果是拿科技 转化成消费品 这个老板一定不是科学家 做得更好 是科学家 反倒做得很少有好的 对 你怎么感受 你和乔布斯之间的关系 有人是这么说 说你认为 你是乔布斯的转世灵童 那太考虑了 不用这样了 我并不是说 怎么讲呢 并不是说乔布斯 不是格外怎么样 而是说 我刚才提过 就是说人类的电子产品 的消费力质上 有三个格外不一样的公司 就是伯朗电器 这是在四五十年代 五六十年代 是它的黄金时代 然后是索尼 索尼是七八十年代 是它的黄金时代 然后再加上这个乔布斯 这三家公司 跟同时代的 所有的做电子产品的公司 都有一个显著的不同 我们从用户角度体现出来 就是产品设计的好 细节很细腻 然后做了一些非常优秀的 让人惊喜的一些东西 是平庸的价廉物美 但是平庸的那些电子巨头们 做不出来的东西 这是从消费者的感知 从你研究企业的感知 去看这三个公司 共同的特征是什么呢 科技行业天然地 捏在李克森手里的概率 远大于捏在文科森手里的概率 这个好理解吧 因为它是科技公司 我们去看文青创业都做什么 文青年创业做什么 会做什么呢 会做媒体 会做影视 会做文化传播 会做图书 会做字画 会做原木家具 石木家具 或者是做什么家具用品 等等等等 对吧 咖啡馆 客栈 什么就这些 这一听就是文青创业干的事 那科技公司 本来跟文青创业 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是这三家公司 为什么不一样呢 它要么是创始人 要么是整个创业团队 兼具文科生和理科生的智慧 所以我们今天去看 这三个传奇的科技巨头 电子巨头 共同的特征是核心的团队或创始人 兼具文科生和理科生的智慧 才使得它跟别的科技公司 完全不一样 因为从大概率上 科技公司是捏在科学家理工男手里的 文科生智慧就会很偏弱 这个是常态 你去看那些科技巨头 绝大多数公司的核心管理团队 全是理科生 所以它相应的文科生智慧就差 文科生智慧差带来的问题是 做纯技术驱动型的公司没问题 做消费类电子产品的企业 你看为什么微软做的 所有的软件界面都那么丑呢 它甚至用宝蓝色 作为一个默认的窗口的 一个主题的配色 像这么可怕的事 为什么能干出来呢 就是因为 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理科生智慧 工程师文化的公司 这个带来的问题是 像审美啊 设计啊 还有那些细腻的心理学的设计 感受那些东西 这些人天然的就是不擅长的 那我说的这三个公司 就兼具这个东西 所以我自认为 我看穿了这个公司 成功并且跟其他的 同时代的巨头 不一样的核心在这里 所以我尝试去 用这个路数去做好 而不是说 我觉得是乔布斯的转世灵童 或者是圣天招夫的转世灵童 不是这样的 而且我从这三个 企业身上学的东西一样的多 只不过 乔布斯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个 所以我反复讲这三个 我就注意到事后 每一次的采访事后 人家总是拿乔布斯和我 认为我有幻觉 然后觉得要接乔布斯的班 总讲这个 他不去讲这个背后的一个 几十年来一直贯穿的 这个商业逻辑 还有你注意另外一点 就咱们这个年纪的人 如果40岁以上的 现在如果喜欢苹果的 是苹果产品的粉丝的 年轻的时候无一例外 都是索尼的粉丝 如果在欧美国家 一个人到了六七十岁 七八十岁的这个年纪的人 中年的时候是索尼粉丝的 当年无一例外 都是伯朗兄弟的粉丝 所以他这个 其实这个逻辑是 完全通的这么一个东西 所以我是觉得呢 在老乔去世之后 在未来 我看的不是三年五年 我想的是后半生 后半生我们去做科技产品 做技术领域里的 2C的消费品 在这样的时候 我不认为从概率上 我在我的同时代 能碰到一个 兼具文科生和理科生智慧的 这么一个公司 如果碰到 会是我的死对头 那就是你 如果只有一个 那就是我 我就这么想 对 我就这么想 你今天有机会 见到乔布斯 你会问他什么问题 或者说 跟他说一句什么话 其实我是想过的 我觉得没什么 想问他的 因为我从他身上 学习的东西 在我已经能掌握的 那些资料里去看的话 我觉得就够了 然后如果你有机会 比如说像 鲍菲特不是卖那个午餐 当然他是做工艺 做慈善的 如果有类似这样的机会 能跟他吃顿饭 问他一堆问题的话 其实我是没有兴趣参加的 因为除非你成为 他很亲密的人 否则你有一个机会 跟他吃个饭 他给你的东西 和你问的东西 理论上应该是比较 比较没有特别的 价值的东西 远不如你从他做过的事情 和他以往的言行 和他接受访谈 聊过的那些东西 来自己总结归纳来得好 对 所以如果有机会见面 可能也没什么问题 我可能充其量 就是表示一下我的感激之情 就因为我从工作本身 从他身上学到的是 可能是最多的 那好 你愿意评价一下 五年来的苹果吗 不方便也没关系 还好吧 就是一般是这样的 中国人的公众观念里 如果你批评的是另一个国产厂商 他会觉得你格外王八蛋 但如果你批评苹果三星 大家会默认 还可以 你就说吧 人家牛得很 你说吧 基本是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我觉得说两句苹果也无所谓 我是觉得这五年它产品一直在进步 生意越来越好 这个大家都知道 但是产品的进步体现在那些质量上的进步 比如说什么电池比过去更大了 然后一会儿拉长了 一会儿拉宽了 一会儿压扁了 等等 这些方面是一直在进步 但是你去看它那已成功的是创新的是不一样的 是差异化的这些东西 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觉得基本上没有什么进步 是非常让人失望的 所以我们自己团队里 像产品经理仍然用苹果的也有不少 就是两部手机的这种也不少 但是我们对每一代产品更新 都会买的那些同事去沟通了解看 也是略为就是说 考虑到我们过去对这个产品的信任 是基于它每次发布新的都会给我们带来惊喜 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 这几年是原地踏步甚至是退步的 对 比如说像新发的笔记本 居然把那个带磁的那个充电线给去掉了 那个是人类发明笔记本以来 最伟大的第二个发明 结果它把那个去掉了 现在弄成一个Type-C的USB线插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做决策的是一个设计师 当年做决策的是一个产品经理 这就是区别 一个设计师会认为 把那四个孔全去掉才好看 全部无线传输算了 他甚至可能有这样的冲动 可是一个产品经理会定义一个产品的时候 既要考虑设计上的美观 也要考虑产品的实用性 和如果我们在实用性方面 比如说牺牲了十分 是不是在其他地方加了三十分 导致加了三十分 减了这个之后 还剩二十分是正的 他要去trade off这些东西 但是如果是一个设计师做决策 他肯定恨不得希望这个 机器从头到脚 一个孔都没有才漂亮 他肯定是这样一个冲动 所以我觉得这些是很典型的 在比如说你知道那个垃圾桶的那个Pro吧 MacPro 所有的Pro机型都是给专业人士用的 专业人士呢 他的工作需求里至关重要的一个就是可扩展性 结果他做了一个Pro机型 做得像一个精致的一个小艺术品 放在家里像一个小花盆 一个小垃圾桶 做成这个样子 那带来的问题是在扩展性方面 带来了一个灾难性的后果 可是基于苹果电脑平台去工作的专业人士来讲 这就是一个灾难性的后果 像这些都显然是一个业余的产品经理 定义产品才能做成这样 在出现拐点之前 大家还是会盲目地崇尚强者 说你厉害 这个是今天苹果和这个社会 这个跟它的关系之间的一个现状 苹果尚且如此 因为做硬件的坑实在是太多 那你在做硬件的过程当中 遇到的最大的坑是什么 我们做硬件的过程最大的坑 比较难的就是定义产品的时候 你不是特别确定 你的团队在你定义的那些东西里 哪些能做到哪些不能做到 这件事情在吴德州加盟我们之前 还是偏含糊的 吴德州因为有丰富的研发 和产品线的负责人的经验 所以他现在给我的这些建议呢 我基本上可以非常有安全感地去信赖 但在过去呢 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经常是答应我的 后来事实是证明做不了的 做不了走到一半 你改方案的话 那个代价是倒闭 而不是亏损 而是直接就倒闭 所以有的时候走到中途 由于起初答应的走到中途 发现实现不了 我想改回去的时候 已经不允许了 要改回去就倒闭 不改回去呢 上市以后这产品会被人家笑话 那这时候就是 钱资源和你的实力 这些综合的因素资源 导致就只能走成这个样子 这时候你硬着头皮往下走 公众的解读 媒体的解读 跟真相差了十万八千里 但是呢 通常是负面的 但是这个后果是 你要自己验下去的 就是你要扛这个东西 但是我们很快就学会了 不跟这个世界搬扯真相 就是 就是大家关心的 你是企业不是个人 大家关心的是成败 而不是真相 所以如果全世界都误会的时候 我们反正现在已经能比较 从容地做到不去辩解这个事情 那我倒是很关心真相 你能给我举个例子吗 很多这种事情 比如说你看我们十月份发布的M系列 也是迄今为止 媒体好评最高的 整个社会舆论和用户反应 也是好评最高的 这个产品的特征是什么呢 第一配置特别高 配置特别高 从公众的角度来讲 或者说那些媒体的角度来讲 说一贯用低配置卖高价格的锤子手机 终于发了一款良心制作 这是外界的解读对不对 实际真相是什么呢 我们过去做过的产品 平均无论是研发商还是生产商 平均delay时间是四到六个月 那我上市比我的竞品晚了六个月的时候 它的新品已经发了 所以大家一定会认为 人家后导用最新的芯片做了这个机器 你压得不后导用了去年的芯片 做了今年的机器 就为了多赚点钱 因为去年的芯片肯定比今年的芯片要便宜一些 他不知道的真相是 我们这个研发供应链生产导致的灾难 delay了六个月才上市 所以他过去认为我东西落伍 卖得贵卖得黑 这个本身就是一个误会 接下来我走到了一个时间点 M系列发布以后 他发现配置特别高 因此又夸我说终于不那么黑了 用了最新的 然后赶上这边上市了 真相是什么呢 真相是我们那年规划的两个产品 春天有一个出了重大的意外 灾难性的后果 导致那个产品不得不cancel掉了 cancel掉它的情况下 那解放出来的人手 全扑到这个产品上 导致这个产品比原计划的早了 所以你认为我厚到了 其实是我用一个整个废掉的产品的产重代价 换来了这个如期发布 所以我历史上的如果都是如期发布呢 我们这个公司在江湖上的负面形象里 就必然不包含这样一点 就是东西落伍卖得贵 这一条是我可以不要这条标签的 但是你如果三代产品都delay六个月 大家说你是这样 你辩解也没有用 但真相就是这样 然后我们再说回这个产品 它是如期发布的 导致没有人说delay 甚至还有人说性价比很好 这也是我们从来没有过的褒奖 说我们性价比很好 不黑 然后呢及时上市 配置都顶到了头 诚意之作 够意思 这些评价完了之后 又批评什么呢 这一次为了及时发一个产品 工业设计退步了 长得像iPhone 然后作为号称设计驱动型的企业 过去我们三款产品 全球拿了20多项工业设计奖 包括金奖 IF的金奖 但是呢 这一次做的呢 作为一个号称设计驱动型的企业 为了迎合市场 为了迎合庸重 超了iPhone 然后做的呢 设计上没有进步 没有突破 长得乍一看像iPhone 是这样吗 全是这样说的 但是这个真相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M系列的产品 从设计的初期 从由于缺乏经验 就是供应链团队缺乏经验 我们从陶瓷和玻璃的供应的主流的大厂商那儿 我们之前获得的信息是到我M系列量产的时候 一定可以提供双曲面的玻璃或陶瓷 像小米的那个5是单曲面的 单曲面的在我们的那个ID里是不达到要求 不是说我要求比较高 而是说我的ID是不能用 我不能把一个不适合单曲面的ID 硬改成单曲面 所以我原来是双曲面 双曲面的话 我们找主流的供应商去问 到明年这个时间点有没有可能量产 他们都说有可能量产 那我们的供应链会认为 我们定义产品的时候 可以做双曲面的玻璃和陶瓷 可是走到这个点呢 发现不行 不行的时候你怪谁呢 你怪那些供应商吗 还是你供应链团队不专业吗 你自己要有判断能力 你问人家 人家为了做你生意 肯定说行 你就等我的好了 到时候说 对不起我delay六个月 你能把人家怎么着呢 对吧 所以我们自己团队不专业 导致给我的信息是 可以做双曲面的玻璃或陶瓷 那我们就定义了这么一个产品 走到一半以后说 最后只能用塑料壳 那这时候我用了塑料壳 外界的解读是省成本 把配置都顶上去了 人家用玻璃你用陶瓷 人家用玻璃陶瓷你用塑料 显然是那儿不黑了 这儿又黑了 对吧 这是一个解读 然后我们被迫 做了一个特别的皮革板 很受欢迎 那就是吴德州来了以后 他发现整个全是塑料被壳的时候 他也慌了 他说这个出去的话不被骂死 他说我们至少把其中的一部分 做成皮革 我们为什么没有全做皮革呢 其实皮革比塑料增加成本非常有限 考虑到我们是个旗舰机 其实你做皮革 全做皮革也没问题 但是皮革的受众有多少 一直是可疑的 因为任何厂商卖皮革机器 占的比例都很低 所以我们怕全线切成皮革之后 又出问题 所以做了60%的皮革和40%的塑料 结果塑料那个当然被骂得狗血喷头 皮革的那个就未夸 那从外界的看 就是说这帮家伙把配置顶足了 为了抠出省出点钱来 贝壳做了塑料 做完塑料 拍骂又做了一点皮革 这是外界解读 但真相并不是这样 另外像iPhone的问题也是 如果你问真相的话 完全不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的M系列的ID 从第一稿第二稿 在工程实现的过程中 不断地修正不断地改 不断地前边说能做到的 后来边做不到 不得不一边做一边改 一边做一边改 改到最后呢 做成了三个实体件的传统 本来是想保留的 最后发现原来承诺的 工程上的都做不到 被迫改成了中间一个圆钮 两边两个长条钮 这个在手机行业里叫乌纱帽 是FITROM时代 就是传统的非智能机时代 经常用的一个中间的圆钮做指纹 两边有两个戏棍叫乌纱帽 但是你一看呢 就像上世纪的东西 所以吴德州当时刚加盟垂直科技 看到这个以后就慌了 他说这个咱们 吴德州都老慌了 对 这个不慌了 然后他看了这个产品就说 他说你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继续这么做 一个是把那两个乌纱帽去掉 只保留中间一个圆钮 然后他也看到了 我前面的几袋稿子 原来就不是这个样子 跟iPhone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但是你把那个都改了 剩一个圆钮就很像iPhone 所以我说 德州我们讨论过无数次了 我不敢改 为什么呢 一改呢 我们作为设计驱动型的公司 就变成了超iPhone 我不敢改 吴德州看完了就说 你只有两个选择 第一是你去掉两个侧钮 只保留中间键 其结果就是像iPhone挨骂 但是还能卖得出去 因为像iPhone这件事 在销售上不是罪 从产品上 从设计上 它是一个退步 是一个耻辱 但是销售上它不是耻辱 不是问题 但是如果你保留这个乌纱帽呢 什么结果呢 也会被骂 被骂丑 并且卖不出去 所以他说 如果我们不推翻重来 你只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像iPhone 被骂并且能卖 另一个是不像iPhone 也被骂 骂丑骂 一个骂抄袭 一个骂丑 然后呢 完全卖不动 你自己选吧 反正如果是这样 你自己选 他说我不管 那我回家想了一晚上 没什么可选吧 那就像iPhone 可是一出来呢 外界的解读是什么 他们意识到配置不行 不实在不行了 所以这次配置做到了顶配 非常实在 不黑了 但是呢 后壳用塑料节省成本 怕被骂 又做了一点皮革 然后呢 外观呢 为了保证 以往的那种 所谓获奖的 他们认为相对小众 他们认为好的设计是什么呢 就是像iPhone的 所以这家伙呢 为了迎合公众 不要脸 就抄了iPhone 然后说 产品很有诚意 设计和这些追求上 创新上 做了一个很大的妥协 所以我们搜 M系列发布会以后 好评的 我不说了 负面评价的 关键词 排在第一的 就是妥协 可是人家这么说的时候 你有什么必要解释呢 就算了 所以我们公关 什么都没说 但像今天咱们这个场合 你问呢 我很感谢 你给我这么一个机会 我就把它说了 但是如果没有 这么一个机会呢 我不会去专门 去澄清这个 没用 因为你已经像iPhone了 你还解释什么 这么回事 所以公众看到的 从来跟真相 完全无关 基本无关 完全没有关系 当然更要命的 不是公众了 而是一些自认为 很专业的那些评论家 他试图解读的真相 对于创业者来说 其实我也有类似的体会 就只能一声长叹 因为连对话的基础 都不存在 好吧 不说他们了 如果把一个手机的生产 我们分成三部分 当然我这个分法 当然不精确 就是外观设计 软件设计和硬件 你现在花力气最多的是 什么部分 我个人花力气最多的是 设计 工业设计 就是外观和软件 这块是我亲自负责的部门 然后研发技术这块呢 我那个合伙人 吴德州是全负责的 对 但他也有极个别的时候 他拿不准 拿不准的时候 他会找我们这几个合伙人 包括我一起商量 大家集体决策 会有这样的时候 只是很少 在设计上 你花的精力是最多的 软件上花的精力最多 工业设计上精力也很多 但是软件上精力最多 我们先聚焦一下工业设计 下面一个问题 我必须离你远一点 我怕被你打 有人说 其实挺丑的 哪个 就说你们的工业设计挺丑的 这很正常 你觉得这个原因是什么 确实你那个九宫阁 刚出来的时候 在审美上 我自己也不得不承认 我说不清它是丑还是美 我只是觉得不习惯 震惊 而不是像有的 你比iphone一出来 我就知道这个正好看 很惊艳 你怎么解释这个落差 这个非常正常 就是说 我们因为经验不足 去做工业设计也好 界面设计也好 在这个过程里 可能比较容易犯的错是 一个商业上的好设计 它既要兼顾创新 兼顾差异性 兼顾设计上的美感 还要兼顾公众接受度 这几个是同样重要的 但是我们在创业的初期 做产品的时候 会因为iphone在商业上的成功 而且它设计占了很大的比重 导致我们有的时候会 过于高估一件事的 公众接受度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们虽然 自己日常的判断里 已经撇除了大量 只有文艺青年的设计 已经在我们这里 都被撇除了 即便做了这个之后 还是做得不够 所以导致你说的这种结果 是很正常的 比如说 你可能不记得 就是iphone的第一第二 到第三代好像是 都是没有壁纸的 安全的可以做回来 没有壁纸 没有壁纸呢 其实这件事很简单 我们在电脑上 是这么大一块显示器 在右上角摆三个 或七个图标 导致这个桌面的 绝大多数面积 就是desktop 就是桌面的状态下 是什么都没有的 那这时候我们放一个 风光照片 其实是一打开电脑 你心情就很愉悦 对吧 所以它这个壁纸 是有它的合理性的 但是为什么 你不在家里装修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在家里装修的时候 用一个风光大照片 贴你墙上的壁纸呢 什么原因呢 你觉得是什么原因 什么叫家里装修 就是我们在家里做壁纸 你看我们会把电脑桌面 或手机桌面的那张纸 叫做壁纸 对 你家里装修的时候 为什么多数人的装修 在墙上要么就是纯白 要么就是一个宿舍 要么就有一些纹理质感 但不会出现大面积的风光照片 如果我去你家里 你墙上是贴了一个 您特送 三米乘八米的这么一个风光照片 是什么海南的碧水蓝天 我肯定觉得你是个土豹子 对不对 对 为什么家里装修 大家不贴一张风光图呢 越具象就越土 为什么呢 因为它没法换 没法换对吧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原因 没法换 但是你做个竖的呢 第一不容易看厌 对吧 就纹理材质这种不容易看厌 然后第二呢 你可以在上面挂任何东西 都不干扰 壁纸是这个特征吗 比如说我在墙上准备挂六个相框 我的全家福 我什么我闺女的照片 什么我什么我老婆年轻的时候 好看照片 或者什么 我年轻的时候一身肌肉的照片等等 不管什么 你往上贴 这时候墙如果演是个画 你贴所有的画都很丑陋 对吧 所以你要一个很素的这种纹理质感 这种材质作为这个打底的这个东西 那为什么到了手机上和电脑上不一样呢 电脑是这样 第一所有的风光图可以随时换 第二呢 电脑这么大的一个面积里 只在一个角落摆三个图标 所以这块本来就是闲着的 我每天可以换图看心情愉悦 有什么不好呢 没问题 但是手机不一样 手机是我在这么大的一个屏幕上 其实只有它的一半 对吧 在这么一个屏幕上 我摆上十六或二十几个图标之后 你会发现图标和图标的间隙非常小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在底下铺一个很实的壁纸 比如说你太太和你孩子三个人的一个全家福 贴上去了 我认为把它放到锁平的那个壁纸 就是打开之前的那个状态是没问题的 进入桌面之后 你在你的脸上 你太太和你孩子的脸上堆满了图标 这个不用受美学训练都知道这是错的 当然你可能有你个人习惯 但它是错的 从美学上它是错的 所以我们去做这个东西的时候的理念呢 就是我要做美并且正确的事情 那我就要这个底下什么都不能做 不能做呢 你说我做了个桌面不喜欢壁纸 你不就骂我吗 所以我就做了板块 使得它显得很整洁 然后板块的纹理质感 我们做了几十种 做的每一个都非常用心 非常精美 做完了之后 这个挑战了公众的使用习惯 可是他们不记得的是 iPhone的第一第二第三代 全都不能换壁纸 就是黑底的 乔布斯做的时候就是黑底的 你今天可以去找旧的iPhone去看一下 为什么后来妥协了呢 这是真正的妥协 是因为对公众来讲 能在这儿换壁纸这件事 对他们很重要 丑不丑不重要 他习惯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苹果在产品上做了个妥协 后来是可以换壁纸的 可以换壁纸 但是我们出道的时候呢 为什么不做得再个性一点 而且没想到这件事 对公众来讲 抵触是那么强烈的 所以我们就这么做了 做完了以后 人家都摆九个 十六个图标 我们为什么摆九个 我们写诗风格的图标 放得越大越漂亮 越大越华丽 所以我们讨论了半天 发现一般公众 使用图标的时候 数量是在减少的 就是装的 第三方应用越装越少 所以我摆九个家 Doc上的三个 十二个可以解决日常应用 你每天必用的 不超过十二个 我们就做了九个 同时呢 我在我的跟别家 不一样的地方是 我用一个快捷的方式 能让九个瞬间变成八十一个 以至于连文件夹都没有必要 因为95%的人 装不到八十一个应用 所以连文件夹都没有必要了 做了这样的一个设计 但是这件事出去以后 公众不接受的程度 是超出我们原来的想象的 我们虽然为了公众 在美学上的接受程度 已经做了很多让步 但是事实证明 有些做的还是不够 这是第一个逻辑 第二点是 公众的审美里 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他也是盲目崇尚强者的 绝大多数没受过美权训练的人 不管他是穷人还是有钱人 他在这方面没有信心的结果是 他会盲目地选择一个权威的东西去 跟在他的后面 这个是常态 那这个导致的结果是 如果有一天 苹果被认为是电子制造业的 美学权威 他去做了一个极其丑陋的东西的时候 自己在美学上有判断力的人 会有他的言论 而那些没有判断力 又不承认的人 会跟在后边 并且说你不懂 这个是常态 这是人类社会的常态 所以你可能不知道的是 我们这个行业 在iPhone出金色版之前 在整个国家 只有山寨机厂商 敢做金色手机 因为金色 大面积的金色 小的装饰块不算 大面积的金色的土 是不用教育的 就是土 但是只有深圳的山寨厂商 敢做金色 主流大厂 没一个敢做金色的 但是iPhone做了金色之后 全世界全跟进超金色 所以这个世界庸俗 无趣和没进的程度 是超出一个文艺青年出身的企业家 所能想象的最糟糕的 还要糟糕十倍 那我们呢 过去你说为什么做了那些事 不是美学上不行 我们美学上在专业领域里 基本上没有争议的说好 但是公众接受度上 是我们商业上不成熟 所以一定要做妥协 因为你是2C的电子消费品 你不是艺术品 你是商品 商品要有追求 审美上争取能引导人家 同时你不够强势的时候 引导的步子不能卖大了 同时呢 你又要妥协 妥协又不能迎合 所以其实你难的 就是去balance这个东西 是我们的一个考验 是这个东西比较难 我在采访你之前 我请教了一个行家 我事先问他 我说你对罗永浩的 有偏好吗 他说没有任何偏好 我既不是不喜欢他 也不是喜欢他 好 那我说你怎么评价 他在审美上 自认为很好 他说是这样的 第一 人类审美本身没有高下之分 有环肥就有燕瘦 不同时代 不同风格 这很正常 是流变的 但是罗永浩会利用 他超强的公众影响力 制造扭曲立场 所以一个即使不好看的东西 他就一直说 一直说好看好看好看 通过一场又一场的发布会 最后公众的审美 会被他扭转过来 你怎么评价他这段 这件事先说明第一点 就是说他在审美上 是个不及格的人 审美这个东西跟艺术创作一样 大家会讲一个点是说 这东西是高度主观的 没有标准 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这个是很业余的说法 审美跟文艺创作一样是有标准的 有所谓的行业标准的 这个行业标准是指什么呢 比如说我喜欢极简主义 你喜欢繁复的巴洛克风格 我们俩喜欢的点完全不一样 但是如果你的专业素养 和我的专业素养足够 受过训练在这个领域里 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我不喜欢你那个东西 但是我知道在你那个领域里 你是水准之上的 还是水准之下的 这个是可以判断的 你明白我意思吗 所以比如说写文章 你可能是很华丽的风格 我是很朴实的风格 我瞎说的不是针对你 然后接下来呢 我不喜欢华丽的风格 我能写我也不写 当然我也写不了 这时候我看到另一个人 文风很华丽 我仍然能判断 它是华丽的好文章 还是华丽的烂文章 这是能分辨的 这就是专业素养 这就是冯唐讲的金线 金线 冯唐讲的时候时机不对 但是它那个逻辑是完全对的 相应的你是华丽文风的 看我朴素文风的时候 你也能判断 哪个是简约的风格 哪个是简陋的风格 这是你只要专业素养构 是能分辨的 能分辨的 但是它说美学的东西 审美这个东西 是高度主观的 绝对不是这样 我再跟你说另外几点 比如说你有没有注意 普通的中产阶级 是怎么消费品牌的 比如说一个中产阶级 跑到一个中产阶级 你姓 二三十岁 城市白领 精英 然后他出去逛街买服装的时候 由于美学上 由于品牌上 由于品位上缺乏安全感 他会买公认有格调 有品位的那些品牌 这个常常不是说他喜欢那个 是他让公众 他让权威来引导去做消费 可是你问到任何一个个体 说你到底是喜欢这个 知道他品位高买 还是因为一群权威说 你就跟在后边买 这个时候对一个人 是一个严重的冒犯 没有任何人会承认说 我是因为那些牛的人 都说他牛 所以我就去买了 没有人会这样 他都不承认 但是你看什么情况下能区分 其实绝大多数人是跟风消费 而不是自己的判断力 非常典型的就是 我在办公室里 任何一个企业的办公室里 经常听到这种对话 有一个人指着另一个同事的说 你这双靴子 你怎么买这个牌子 这个在美国是蓝领阶层喜欢的 他说我这个挺贵的 然后那个人说那又怎么样 这都是公认有点钱 用美品的人穿的 你从这个对话里 你听两个人 基本上在审美上 都是没有组件的人 这边这个人被人家说 那个是土牌子之后 他说这个挺贵的 那你就知道 他其实跟判断是无关的 是因为它挺贵的 那边那个人说 因为蓝领阶层穿 所以你不要穿 那他们俩争论了半天 在争论什么呢 跟判断 跟选择 跟喜好 跟审美 没有任何关系 他是被权威引导消费 但不自觉 他不是不诚实 是他不自觉 包括T1 T1我们出来的时候 多少人说丑 IF金奖拿完了以后 说丑的媒体评论家 全都不说话了 只有下边还有一些那些 写网络评论的网友 还在跟着骂 但是那些主流的评论 我们南娃拉金奖 没有一个 几乎没有一个 那些写数字评论的 还说他丑了 然后今天回头看的话 多少人都说 他从工业设计上 是一个不可替代的经典 都在说这话 可是我们市场部 闲着没事的孩子 翻出同一个评论者 三年前写的东西 他就一个人说 丑出详也是他写的 这么回事 所以不能 你知道你在干什么 但是不能跟他们较劲 在设计方面 你有没有过妥协 每天都在做 我说妥协 对啊 就是妥协 每天都在做 就刚才跟你说的 比如说有人认为 我们做的那个 九宫格 十六宫格 那个太小众了 不易不易 被工商接受 那已经是妥协的结果了 如果我们不妥协的话 我的机器一款 只能卖个几千台 一定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每天都在妥协 只是说 有的时候 不是像他们想象的 刚才我说那个M系列 没有做那么大的妥协 也没有蓄意抄iPhone 是他就被破成了那样 这时候说我们妥协 我们会觉得真相不是这样 但我不解释 还是回到一个问题 产品质量 我确实问过一些锤子的用户 有的特别满意 但是也有人在吐槽你产品质量 包括你刚才讲 第一代的手机电量的问题 你一般会怎么看待产品的这种问题 我们看产品质量的时候 跟消费者看和我们的客服看 是都有区别的 消费者看的时候 我买了你一个产品有问题 我遭遇的不愉快是百分之百 我如果坏了一个机器又有问题 我遭遇的是两次百分之百 特别不高兴 然后我的余生都不用你产品了 这都有可能 这很正常 因为我也是消费者 我也很正常 我认为这个很正常 这是第一个 第二呢 是从我们的客服角度去看的时候 它有数据 它知道哪些是真正的问题 哪些不是真正的问题 那它会相应地去做区分处理 但是它表现出来的态度 必须是每一个不是问题的 我们也很重视是问题 这个是一个态度 这是客服的技巧 是一定要做出这个姿态的 但其实我们知道有一些不是问题 比如说它会抱怨说前置摄像头歪了多少 我们的前置摄像头歪了多少 还有logo 我们后边的logo为了保证那个 没有那个就叫什么 不偏位 就是没有倾斜这个东西 都买了 在产线上高成本和低效率的买了 CCD定位的那种专门设备 就保证那个东西不歪 前置也是控制在比行业平均水准要高的程度 可是即便如此 你免不了出去有一个歪的比别的明显一些 我们客服拿过来去测呢 发现它没有超出我们容许的公差 这时候人家就破口大骂 说我买了五个iPhone 没有一个是歪的 我生平第一个锤子 就是这么歪的前置摄像头 气死我了 难为我什么相信你十多年 认为你是一个什么什么 有追求有工匠精神的 那我很简单 我让公司所有用iPhone的同事 至少有几十台吗 上百台吗 全部拿过来我们看一下 一看呢 几十台摆桌上 比我们歪得严重的至少有四个 我拿过来五十台至少有四个 这时候你要不要跟他讲呢 没有必要 你只自己看数据就好了 消费者永远是对的 他为了这个事跑到你客服那儿 甚至跑到我们的实体的那个维修中心 破口大骂摔东西 说老子不要了什么 这种我们永远是你对我错 会这样处理 但实际真相呢 我是要看整个数据 整个数据 我们同事有一个设计师 出过什么事呢 到苹果店连换了三台iPhone都有问题 我们的这个行业 平均的开箱退货率是百分之一点几 就是五百强的标准 iPhone的开箱退货率是千分之几 是这个行业最牛的 无敌的 为什么呢 它一千多的成本卖五千块 我们一千多的成本卖两千块 所以这个是使得我们做不到 它那么高的良率 因为你要做到那么高的良率 带来的是一个百分点的上升 带来的是成本增加百分之二十三十 我扛不了它能扛 所以它那么做了 那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是在客服上消化这些不好的东西 我们去客服消化 所以我跟我的国内同行去比的时候 只要人家是两个点 开箱退货率两个点 我三个点 那我一定要把自己搬到两个点 如果他是两个点 我是两个点 我不再改进了 我不再改进是在客服上解决那些 格外挑剔的用户的抱怨 我们用客服去解决 否则我单品的平均价格 又会上去一大截 而且生产效率会影响一大截 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做法 因为它不涉及生命安全这样的东西 所以是用这种方式处理 所以呢 你如果身边有好几个人 买了我们好几袋机器 一个都没出质量问题 你会跟我说 老罗你们那个产品 虽然我没用 但是你们品质搞得真牛啊 我身边那么多同事用都说好 如果你碰到的两个同事 买过三个 结果三个里有两个出了问题 那你就是来到我这儿 跟我交流的时候说 你们老罗 我作为朋友劝你 你那个质量一定要好把控 会有这两种反应 都是因为样本不足 我们自己去看总样本的时候 如果是行业主流大厂商的平均标准 我在这儿就不投入精力 我什么时候投入更多精力呢 我要卖的比主流大厂还贵 那消费者的要求也会更高 我的成本也cover得住 我就会再把百分之二 百分之一点几的这开箱退货率 再往上提 提到千分之几都有可能 取决于你有多少空间可以去运作 就这么个意思 所以呢 我这些年卖手机以后 时不时的会有朋友 还有亲戚家人什么的 他们的朋友或同事碰到 通过他反扩到我这儿来 我有的时候比如说 像咱们这样的沟通里 我会跟你讲这个整个的东西 比如我哥跟我说呢 我就说行了行了我知道了 我会这样 那他就会很担心的 找我姐姐商量 说永浩是不是不太关注产品质量问题 他会有这个 那我就没办法 我再去给他解释一下 我是看整个的百分比和数据 所以我觉得罗永浩 我顺便想到一件事情 我认识他之前的话 我觉得他可能是个特洪观的人 因为他以前干的事 包括他那个言论各方面 你都会觉得他是一个 就那种键盘侠 不是那个贬义的键盘侠 是那种 就是说比如说宏观 偏理论 然后偏概念化 他非常细 对 但是我觉得 他其实是个特别具体 非常细 特别具体 对对对 非常非常细 对对对 反而你很少听到 他聊宏观的问题 没错 这个反差挺大的 其实 宏观可能他不谈 但是他会自己去看去理解 那你去我们京东的那个官网上 去看的话 我的好评率 用户满意度 一定是在行业里是 排在前几名的 是这么一个状况 另外你在有心事 你细看一下 能看到一些让我吐血 你可能觉得好玩的事情 你按负评价排序 就是京东买了 不有好评和差评吗 你点差评排序 我简直要疯掉了 我们的差评排序 里边有大量的说 写好评没人看 所以写到这儿了 手机做的可是真牛逼 给了一分 他说写到好评里没人看 写到差评里有人看 我这个呢 我甚至希望你片子 把这块剪掉 就是这个东西 要传出去的话 在我们那个用户里 形成起哄式的追随 那我吓死了 就有这个问题 在这儿我必须 替罗永浩解释一句 他没有讲到 这事的根 什么意思呢 就是脱离成本 谈质量 毫无意义 比如说有的人说 我早餐的那个包子 我希望不是用低沟油做的 但是你得想想 你那包子是多少钱买的 对吧 所以对于一个创业家 或者说做实体产品的人来说 总是要相对于成本 再来谈质量 这是一个背景知识 这个我得补一句 你这个低沟油 例子举得不好 跟我没关系 因为你做地摊的那种早点 你可以用最便宜的油 但你不能用低沟油 因为低沟油是违法的 我们在千元机上用的元器件 和三千元机上用的元器件 不可能都一样 但是我们没有低沟油 都是正式的油 好吧 我说错了 他们没有低沟油 我听说过对产品有一个说法 说脱离内部的那些质量什么 每一个产品都是占领用户的一个心智 那锤子手机占领用户的心智 是什么 你希望是什么 我是觉得是这样 就是说对于整个智能手机行业来讲 革命是2007年由iPhone来引导的 走到今天 其实你可能知道 我从12年到今天的这五年里 中国智能手机行业 我们虽然无足轻重 但是整个行业是已经天翻地覆的洗牌完了 原来说中华库联只有华为成功转型 有的是不行 有的是甚至要马上就完蛋了 这个原来的是个巨头 所谓的中华库联 然后小米是那个时候崛起的 然后华为是转型成功的 因为华为以前是做很廉价的便宜手机 转型成功的 然后OPPO Vivo从不看好到今天成为国内的第一 这个洗牌其实已经接近完成了 但是这五年其实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是一个特别大的这么一个变化 然后在这个过程里呢 不好意思 我怕我跑题 你回到你刚才那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锤子手机在用户心智中占有什么位置 就是你希望大家在看整个市场当中你在哪 对我知道了 那我回过去去看的话 就是说我刚才提到的这个翻天覆地的这个洗牌完成之后呢 你去看这些赢家 其实通常都不是以产品的差异化和创新成功的 典型的例子比如说 华为呢 它的高端机大部分吃掉的是三星的用户 这有统计的 大部分80%多吃掉的三星用户 那你去看过去的三星在产品上 三星是一个很复杂 比苹果复杂的多的这么一个公司 它在纯技术领域里有大量的创新 比如说AMOLED屏是它发明的 曲面屏是它发明的 如果没有它直接都做不到 它能做到 但是它在2C的消费品上 在手机上的功能性的这种创新 其实是非常少的 很少 苹果在这方面就比较多 三星就比较少 然后华为转化的大部分高端机的用户 都是三星的用户 那它没有转化苹果的用户 那从这个意义上 它的成功 你可以认为不是靠创新实现的 是一个整个资源整合 整个产品品质的提升 对国产品牌的信心 通过一两个明显机型提升等等等等 一系列举措完成 但不是靠差异化和高度创新 或者不一样的东西来完成的 这是一个 OPPO Vivo的成功是靠渠道 同样它的产品 OPPO和Vivo的logo对调了 你都不会发现 那你就知道 它不是靠差异化和产品的创新成功的 是这么一个状况 小米其实虽然被很多人误解 它在产品上的创新 反倒比那几个公司多一些 只不过它更重要的是靠性价比和渠道模式的创新 所以也导致很多人 其实相对忽视它的产品 其实我从一个专业产品经理角度看 小米的很多产品是不一样的 但总体上想说的是 洗牌完成的这几个巨头看 靠高度的跟整个行业的差异化 来取得成功的 基本是没有的 从这个意义上呢 说回我们的定位就是 我们还是要做跟这个行业不一样 并且创新的这么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在任何时代都是有需求的 差异性的追求是人类永恒的一个追求 所以呢 我觉得在这儿呢 我们迟早还是能走出一条很大的一条路 同时 没有意外的话 在下一代计算平台取代 平板电脑和手机之前 我们会有大概八到十年 整体上创新乏力的这么一个时期 在这个平台上 除非出现新平台 那在这个平台创新乏力的这八到十年 如果我们能把差异化的东西 比今天做得更好 我们当然没认为自己做得足够好 只是说如果做得更好 我们有希望在这儿弄出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份额来 这个是很有信心的 对 所以我们追求的 我们打的人群还是注重差异化的 不一样并且好 而且有很多新奇的这些东西 争取的是这样的人 那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今年四十五岁了 所以我经常在我的社交朋友圈这里 有一些人呢 关心我老朋友 忧心忡忡地说 你看我身边这么多人都没有换你那个的 都知道你 都知道你在做熟的 但换这个的基本上非常少 然后他说的 你是不是也考虑考虑转型啊这些 就好朋友关心我问这些 有时候有时十几个人的饭局 那我就觉得很正常 我认为非常正常的原因是 我说你们老实回忆一下 你们是从第几代开始换的iPhone iPhone的第几代开始换的iPhone 几乎全是到4和4S才换的 那iPhone1 什么然后3G 3G S那些都卖给谁了呢 跟这个群体是无关的 他们都是跟风消费的人 但你问他他肯定不承认 他说你怎么这么说话呢 你就算不高兴也不能人身攻击啊 他会这样说 其实我没有人身攻击 你就是跟风消费的嘛 但是你不会承认 所以呢 尤其是年龄大的 所以我对40岁以上的人 没换我这个 我感到非常正常 如果换了我反倒觉得奇怪 我们是从iPhone第一代 开始就用iPhone的 但是他们是从4和4S才开始用的 所以他好意朋友的角度关心我 但我认为这个是没有必要的 我们不担心这个东西 上一次跟你吃饭的时候 你提到一个观点 我觉得还是挺受启发的 你说我之所以要进入手机这个行当 是因为它刚开始特别难 但是一旦到达那个点 临界点对 临界点 它会爆发成为一个巨大的企业和机会 你觉得这个点对你来说 其实你刚才给了一个时间表 大概还有7到8年 那你判断对你来说这个点 大概几年会达到 我觉得很快了吧 我们今年至少卖几百万台 我们过去单年度最好成绩是一百万 一百多万 我们今年能做到四百到五百万 我觉得没有太大问题 这算财年到明年三月份 我今年是春天发 我差点把时间说出来 春天发 春天发 然后到明年的春天 我这十二个月里 要卖大概四百到六百万台 这个样子 那比我历史上当年最好成绩 要好四到五倍 那如果我们今年完成这个之后 明年我们要在那个基础上 差不多再翻一倍 在中国能做到一千万台的年销量 基本上可以认为已经是上了牌桌了 这样的一个选手 基本上是这样一个选手 还有就是说 以前讲说这个东西 一旦成就很大的原因是 手机行业呢 整个一年是要卖五亿部手机的 是一个一万多亿的市场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 因为你做很多其他的东西 比如说我做某个智能硬件 全国一年就卖六百万台 那它是一个 它行业本身的属性 是个没出息的行业 不是说你做得不好 但是手机不是这样 手机卖五亿部 所以我们现在呢 前期因为我们作为一个创业公司 有一点你可能没想过 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创业公司 我们的直接竞争对手 不是山寨厂 也不是走运营商渠道的那些老巨头 正在衰落的 我们都是真刀真枪的 在公众接收度最透明 最公开的地方 跟五百强竞争 这个是我们今天面临的现状 所以它的难是不言而喻的 可是如果我们进到一个 怎么讲 没有太多 没有领导性品牌 也没有巨头竞争 白热化的领域里 我们进去想赚钱是很容易的 但是那些行业 如果本身做不大呢 我就没有那么大的兴趣 往那样的一个方向上去扭转 还有就是我个人很向往做一个软件硬件 全能知己掌控的这么一个平台型的公司 那我们在手机上是没有机会做成平台型公司的 但是我要在这个领域里赚到足够多的钱 有足够多的人才储备 技术储备 专利储备等等之后 才有可能在下一次平台革命的时候有机会 这也是我一直死守着手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可是如果我们去转去做一个小的智能硬件 然后那个领域里比较空白的 你赚个钱 可能今年赚一个亿 明年1.2个亿 后年1.3个亿 它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 是这样一个原因 使得我们一直在这个领域 那你凭什么能判断 在未来一个残年里能卖掉那么多 未来一个残年 因为你从来没卖过那么多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按时deliver了个产品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我们过去卖了四款手机 所有的命运都是这样 开一个发布会前使劲造势 大家都好奇吊起胃狗 开了个发布会 包括黑你的人都说发布会开得好 无敌 然后全网刷屏 微信微博 我只要打开到处都是谈我们 接下来我们没有硬广预算 三个星期以后自然传播结束 然后消息就淡下来了 别的公司为什么能持续两个月热度呢 它有三个亿的预算花到互联网上 你注意三个亿都花到互联网上 线下一分都没算了 线下它投了八个亿 线上投了三个亿 这样的话两个月全国都在有人讨论这个手机 原因是你花了钱的 我们没有钱靠自然传播规律 三星期以后基本没人讨论了 可是我头两三个月 在所有人讨论的时候 从来没工上过机器 你知道这事有多吓人吗 所以对我们来讲呢我们有天猫的数据 有京东的数据 所有电商数据根据它历史记录 和开完发布会的出货速度等等 它可以大致换算出我们一个机器 可能在它的平台上大概能卖多少 有这个数据 那我们今年呢就是按这个数据 去做的第一批的产品 我这今年的发布会会囤几十万部现货 我们从来没讲过 这次会囤40到50万部现货 而且我有信心会在七天之内 把这40到50万部现货全部卖光 如果一天24小时内卖光 我都不会很惊讶的 因为我们历史数据就显示 关注度对应的销售就是这样 可是绝大多 百分之五六十的消费 是人的冲动消费 如果你最在最讨论最关注 最希望买到你手机的头两三个月 你根本就供不上货 三个月以后你供上货的时候 关注已经下去了 那你要卖就要靠渠道 靠市场推广 花钱 这些我们都没有 所以你永远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今年 很简单就是 我跟我们的合伙人 产品行老大吴德州说的 就是说 如果咱们没有40到50万部现货 我就不开发布会了 他说那不行 我们弄个二三十万 你也得开 我说不开 如果二三十万你开 我不开 不行你上 他说那不行 必须你上 我说那就你一定要完成40到50万部 其实准确的讲 原来说是50万部 他担心有意外 压到了40到50万部 这样一个区间 所以呢 我们今年 发布会 如果原定的日期 达不到我这个产能 我还要再拖 我不开 就是说我拖 再拖一个月 再拖两个月 我一定拖 但是呢 我不会拖六个月 就是说 他就算出了什么波折 顶多晚两个星期 比如晚一个月 给我完成40到50万部的囤货 完成这个我就开发布会 那我就算晚上 因此晚上两周或四周 也不会出现历史上 我们一晚晚半年那种情况 基本是这样 所以呢 我是对我们能卖出的这个数量 非常有信心 因为所有的电商的大数据 分析我们的特征 和历史数据分析 都能判断 如果货量充足 他们可以判断出 我们大概多少天内卖多少 这是可以做分析的 那两家呢 比如说天猫和京东 都是分别做的分析 到我这数据几乎是一样的 上下差别很小 所以我们基于做这个判断 不能认为是冒进的 再加上我们这一代的产品 非常有竞争力 我们给十个人看 八个人都会觉得惊艳 是这么一个效果 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 你从网上看到一些人 对我们说不好看 丑出降 会有这种评论 这也非常正常 因为绝大多数 没有受过训练的人 我说的不是美学训练 是人格训练 没有受过这种训练的人 会倾向于丑化 自己不喜欢的人或物 你明白我意思吗 所以当他们说丑的时候 我其实知道 未必是这样 是你讨厌我嘛 你讨厌我 你说他丑 我可以理解 我同情你 因为你只能 把一个不丑的 说成丑来试图伤害我 但你伤害不到我 然后反倒你 使你人格不完整了 你睁眼说瞎话 指着一个不丑的说丑 所以我只能同情 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最近我在 熊太行的 《关系攻略》 那个专栏当中 学到了一个词 叫高自尊和低自尊 你说的这种人 就是低自尊的人 就是他对自己的评价 也很低 与此同时 习惯性地 对任何事低评价 而高自尊的人 正好相反 不管了 其实我倒是 作为你的朋友 有一个单情 就是锤子会不会 因为他产品 向各方面妥协 他变得更好 更为各方所接受 但是最后的那个 势能完蛋了 就是刚出来的罗永浩 是那样的愤青 那样的彪悍 那样的就是有主张 但其实我们刚才 过去几个小时的话里面 你充满了妥协 充满了不敢 你真的有信心 你的发布会 会一直有那样的 市场号召力吗 那当然 我们事实上 每年的传播 还有那个叫什么 一些指数吧 包括卖名票的速度 还有什么这些 都是有真无减的 所以这个我并不担心 因为我从前年开始 做跨年演讲 我有这样的体会 就是当一个公司 它最重要的一次 公众亮相 压在一个人身上 你感受到那个压力 反正我的压力 是非常大 那当然 我曾经在 今年的跨年演讲之前 我觉得我的精神 一度濒临崩溃 你会有这样的感受吗 当然 每年都是 而且这个罪 会一直受下去 当然 这是苦海无边 刚才我们说过 然后 我每次都觉得要崩溃了 但我也确信 我每次都不会崩溃 事实也是这样 我这个快崩溃的状态 从教育培训时期 开始算的话 差不多有六七次 七八次了 大概是这样 每次都要崩溃 但每次都没有崩溃 实际上 反倒是我们市场 不管这个筹划活动的 有些孩子已经崩溃了 要求调到别的部门去 后来又调走 那你怎么理解 势能这个事 你觉得你创业五年来 整个公司的势能 是上升还是下降 起起落落吧 肯定是 但是整体上 我觉得还是向上走的 我很相信那个话 就是说 我们中间经历过 很多难以想象 甚至不方便 对外说的这种困难 差点倒闭的时候 有很多次 但是 后来呢 我们每次都扛过来以后 有一个投资人很感慨 他说他投了那么多公司 发现这个创始人 只要不想倒闭 他还能倒闭的是 极少数 基本都倒闭不了 只是说 走到某一个点上 这个人实在说不干了 投资人很慌 投了很多钱 说那我们帮你找人 他说不要 不干了 我们帮你找钱 你不是融资困难吗 我们派一个人 专门到你这 就全职给 全职给你融资 他说不要了 有钱也不干了 就是他精神垮了 这种情况下呢 神仙也没救 但是只要你自己 愿意干也去 基本上没什么 这也解释了 为什么投资人 喜欢二次三次四次创业的 很多中国今天的科技大佬 我不点名啊 有些是干黄了五个公司 第六个才修城镇过的 但是投资人就喜欢这种人 因为他知道 要经历一个公司 黄摊 整个过程里 要有那种 几乎要不死 也要脱成皮的折磨之后 这哥们甚至没休假 第二天就开了个新公司 那这件事 从投资人的角度 一定是这样的 好 那这些年做产品当中 你觉得有哪些错误 你本来可以避免 其实还是挺多的 对 就是比如说我们 设计产品的时候 怎么讲 比如说你看 在我们有产品线 负责人之前 我其实是负责产品的 因为我们原来研发老大 是管研发 不是负责整个产品线的 那我自己去 作为产品负责人的话 我的知识盲区 其实还是挺多的 但是因为我投入精力 和每天做具体的业务 在那几个我原来 擅长的业务上 所以导致 作为一个产品定义的 一个总负责人 要了解的很多东西 除了研发技术以外的 很多东西 我没有了解的足够多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使得我们犯了不少的错 还有就是 在内部 如果有工程师 或者是技术方面的负责人 几个主要的负责人 提到的意见 如果不一致 我应该自己去做了解 但是我会倾向于 相信那个相对资深的 这个某种意义上 也可以认为是偷懒 所以也导致了一些问题 还有就是说 我们在供应链里 出的很多错 我还挺惭愧的 有一次 我跟那个谁 我跟那个小米的雷军 跟雷总聊的时候呢 他提到一点说 他过去的几年 也是作为硬件方面的 全外行 然后进到这个领域里 去学的东西 然后他给了我一些建议 然后也说了一下 他的经历 我也说了一些我的经历 有过这么一次交流 在这个交流里 他提到一点 我还挺惭愧的 就是他说 只要中等程度的 重要性的供应商 无一例外 他都全去拜访过 但是我在做这个公司的初期 因为我讲过 我有中度的社交恐惧症 有这个焦虑 跟陌生人导交道这件事 使得我初期的时候 除非供应链老大 或研发老大 要我去见那些供应商的老板们 我才去见 否则就不见 比如说像日本韩国人 他就会格外在意 合作公司 对方来的是什么级别的 如果是老板来 他会认为 这是最高的重视程度 他的配合度也相应的会调高 如果是副总裁来 他是一个什么级别 如果是一个负责采销的总监来 又是一个什么级别 他会有这样的一个区分 但是呢 我是仅在我们的研发老大 和供应链老大 要我去见的时候才去 这个是我的师子 我后来看是我的师子 因为雷军他们是已经做到特别大的体量之后 也是中等重要性以上的那些供应商的老板 他每年都是例行拜访的 这个其实做生意做企业 这些某种程度上也是必须的 否则人家会以为你不重视我也不重视 你量又不大 你量大了你不重视我认了 对吧 但你量又不大你又不重视 那我也不重视 可能会产生这样的问题 导致其实是出了一些问题的 我相信他不会承认跟这个有关 但我们自己分析可能是跟这个有关的 所以我们现在也做了一些调整 就是基本上所有的主要的那些供应商的那些老板或负责人 包括代理公司的负责人什么的 我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 因为我不能专做这一件事嘛 所以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 能拜访的尽量拜访 所以刚才你讲 这个手机行业未来可能有七到八年 你觉得大家普遍创新慢 说白了就是创新空间本身就小了吗 不是 我不同意这个 这个是流行的观点 那我不同意这个 这是你刚才自己说的 你说 那是说如果我们没有 没有我们这个行业 未来多年就会走入一个平庸时期 为什么呢 已经成功的巨头 证明它的成功跟创新没有太大关系 那我们可以判断它未来的发展 也不会跟创新有太大关系 这个逻辑我觉得是成立的 那好吧 未来七到八年别人不动你动 因为现在毕竟你的出货量 跟别人巨头相比 还差两个以上的数量级 对吧 也许还不止 那你怎么赶上 就是你真正的杀手锏是什么 就是我们原来的方向没有什么错 是受了一些制约导致出了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不认为我们在过去的几年里 大方向上的问题是错的 是技术层面上和小的东西上 充满了业余的错误 但是大的方向我们不认为是错的 你能把这个大方向再描述一下 就是做一个高度差异化的切创新的产品 在触控和手机这样的一个设备 触控屏设备手机设备 在未来还有八到十年 这是足够长了 科技行业十年绝对是一个 足够长的一个时间阶段了 在这个十年里边 做出高度差异化和创新的东西 来赢取自己的市场氛围 就这么个意思 这个从起步的时候也是这样 现在也是这样 但是说回你刚才也问了很多 你为啥卖的不行呢 然后你为什么公众接受都不行呢 什么问了这些吗 那这些里边我刚才的回答几个主要点 第一我研发生产供货平均比竞品 晚四到六个月 那基本没时已经是奇迹了 第二点是我们做的一些东西呢 在设计和产品的 在产品设计和视觉设计上 美学设计上 这些有一些对公众接触度的 判断是不足 但不能因此转向迎合他们 还是要引导 只是说不止不能卖大 是要取得在这个中间的平衡 就这么个东西 但是大的方向上 我们不认为有什么太大问题 还有一个要说是问题的就是 如果我回到五年前 知道这个过程这么艰难 我会有一个比较不大不小的调整 是我会拨一个团队专门做 能快速变现 解决收入的这么一个部门 来使得手机部门的亏损变得小一些 或者是抹平 这样也有利于我在这个领域里 做一个 你想它是一场长征吗 不是说两三年搞定的事情 是这样一个东西 这个也没有去做 所以我们今年会有意识地往这去调整 刚才我跟你讲过 我们去年下半年有些裁员 裁员里边有一些 我们适合地放到我们智能硬件的 一些项目里去做 那些都是可以快速变现的 如果那儿的收入足以填掉 手机方面的亏损有余的话 那我们就是手机亏钱也不怕 还可以按原来的方式做下去 你这些新起来的事能透露吗 其实原则上是不能的 但是上次去极客公园做活动的时候 一不小心把净化器给缩漏了 这净化器是外界已经知道的 但其他的呢 我今天来这个节目之前 已经被反复警告过 绝对不许说新的东西了 大概是 那不为难你 那我能不能假设一个情况 因为市场是不确定的 你这最新一代的手机发布 可能仍然不尽如人意 但是像净化器啊 其他智能硬件会特别好 几年之后你会不会干脆就转型了 那不会 因为我的思路很清晰 方向性的东西非常清晰 没有动摇过 就是我在任何时代 一定要做软硬件接合的 最大平台的东西 那我们这个时代就是 就是手机和触控设备啊 在早个十几年前 就是电脑啊 如果那个时候我出道做 就一定做电脑不做电视 即使电视赚钱 电脑不赚钱 我也要做电脑 原因是 它是那个时期最大的平台 你只有软硬件接合的 能做那个时期最主流最大的平台 你所培养的人 知识储备专利储备和资金储备 才能为下一次平台革命的时候 让你直接就是桌上选手 而不是到时候现要求上桌 你说我再卖两年进化器 我就上桌 你们等我一下 没有这个 我卖完两年进化器 在过去 他们已经 都已经基本残涯落定了 是有这个问题的 所以我们必须做手机 我不喜欢手机 我也得做手机 何况我喜欢 我不喜欢手机 也得做手机 否则下一次平台革命 没有啥事 你理解这个意思吧 这个逻辑 我希望你再阐述一下 是这样的 就是说 你看 就是计算平台 就是指电脑 手机 平板 什么这些 智能的设备 这些是计算平台 就是computing device 就是 它解决的是 你的一个综合问题 我们用一个手机 不是打电话 是要上网 要玩 要娱乐 要看视频 它是一个通用的计算平台 所以我们手机 智能手机普及开之前 咱们不都是电脑吗 只是说台式机 还是笔记本的问题 明白吧 所以私人电脑 就是个人电脑 PC 最盛行的时期 地球上最大的计算平台 就是你的桌面机 和你的笔记本电脑 只不过有PC 有Mac而已 那到了手机上呢 有安卓 有iOS 有手机 有平板 但是这是我们这个时代 所有在玻璃上 戳戳点点的这种 智能触控设备 这个是我们这个时代 最大的计算平台 下一个计算平台 还是什么呢 如果没有意外 一定是眼镜 就是VR AR的这种眼镜 没有什么意外的话 会在十年左右 成为下一代的计算平台 也许我估计乐观了 比如十二年 十三年也都有可能 十年左右 那到下一代平台 转换的时候 谁有机会上牌桌 先不说胜负 先说谁有资格上牌桌 一个卖空调的企业 是不可能在这上牌桌的 为什么呢 你软件不会做 硬件不会做 计算设备不会做 你只会做空调 你做电视的上不了牌桌 做白电的 什么做什么 你这些都上不了牌桌 你做房地产 你已经做得比中国 最大科技公司 还富裕还大 但是这跟你没关系 你做不了 而我的梦想是 做最大的计算平台 并且在平台革命的时候 参与或领导一次 这是我的终极梦想 如果只是赚钱的话呢 我其实我个人赚钱 最快的方式是做脱口秀 一签直接就是 签一个年约 就七千万到一个亿 直接就签 然后我六个月做节目 六个月去度假 这个是我个人 如果要赚钱 并且享受生活 是这个方式 可是如果我做企业 我要考虑 我是赚钱的 还是做 满足我梦想和追求的 那如果我做赚钱的呢 我就做那些 简单一点的智能设备 然后把手机整个扔掉 那相应的 我可能 比如赚了很多钱 比脱口秀赚得多 然后呢 日子过得很舒服 然后呢 甚至竞争都不激烈 然后下一次 计算平台革命的时候 没有我什么事了 就这个意思 所以我为什么这么苦 这么辛苦 这么累 不是苦啊 辛苦和苦是两码事 我是辛苦不苦 我做这个东西 是为了在下一代 比如说眼镜成为 下一代计算平台的时候 能参赛的选手 只能是什么呢 做电脑的 做手机的 做平板的 而且软硬件都能搞定的 才能是第一拨选手 如果你只能搞软件和硬件 你连第一拨选手都做不了 你只能是第一拨选手的 助攻选手 是这么回事 所以我必须把这块给做成 就这么意思 我再举一个例子 为什么智能设备的时候 苹果能做 是因为它原来就是做电脑的 它做Mac的时候 软件硬件全是自己做 它在那一场平台战争 输给了微软 输是输了 但是它还是选手 所以在下一代的 智能设备的竞赛中 它仍然是选手级的 而那个时候 输了以后就转行 做别的 做打印机去了的人 就回不来了 因为你没有储备 你要有人才储备 软件硬件全能自己操控 是这个意思 所以要考虑这个梦想的话 我就不能放弃手机 就算我有一天 真的不喜欢手机了 也不能放弃 我必须做这个时代 最大的计算平台 才有机会 成为下一代 最大平台的 一个预备选手 刚才这一段话 让我对你的 整个逻辑自洽 有了很深的理解 那我们再看一眼 其他同行 过去五年 有没有什么其他同行 不管他是国外的 国内的 有没有他们做出什么事 你特别羡慕 觉得这个时候 要是我干出来就好 有很多我很佩服的东西 这些是有的 但是羡慕的事 从产品上可能 确实有一些 我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 我们作为一个小厂商 然后我们团队 产品团队的创新能力 和创新的这些想法非常多 但是落实到实践 就会发现一个问题 比如说大家都组团 去以色列餐考察 什么去南非考察 这些国家 以创新能力组成 虽然国家可能不是很大 但在科技创新方面 是有口皆碑的 大家会VC 什么这些投资人 会组团 组织这些创业者 去集体考察 我们团队里有人去过 我没去过 因为我忙他们去 回来跟我讲是一样的 不一定你要在清零现场去看 但是这个过程里 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 我们都接触到了一些 特别牛的创新小团队 那个东西让人一看就很激动 首先要明确 我们做手机的人 前沿的技术 绝大多数都不是自己发明的 我们是方案整合商 都是拿了别人技术 整合成产品 卖给消费者 所以我们看到那些 前沿领域里的小公司 做的神奇的东西以后 非常兴奋 但问题是 我举个例子 如果有一个以色列的公司 做了一种特殊的sensor 这个传感器能使得 你的手机实现一个 非常牛的东西 那你就面临一个问题 你怎么把它那个技术 转化成元器件 再做到我的手机里呢 那你就发现 它虽然技术很牛 如果元器件的那些巨头们 没有看好 或产品巨头们没有看好 不做投入 那个永远停留在实验室阶段 那我们要去做这个事 就发现要运作这个事 整个下来 要5到10个亿 那是我们这个企业 根本没有能力运作的事 我没有5到10个亿去运作 一个元器架 它不是手机 是个元器架 我终于花了5个亿 把它引进到我的 合作的某一个供应链公司 让它产线上 给我做出元器架 出来了以后呢 我如果用它做了个手机 卖200万台 我每一台机器上 这个元器架成本 比如说要到15美元 那就100多块钱 那我这个手机就不用卖了 我成本增加100 是很可怕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就根本做不了 可是如果它被某一个巨头 拿过来引进 做到它的产品里 就能实现软硬件 结合的创新 别人要抄 要抄一年以上 我纯软件老被抄啊 我们的软件总被抄 但是人家抄就三个月 就抄你了嘛 你纯软件嘛 而且这种光是 在中国也打不赢 我们索性就开源了 做姿态就开源了 就没有办法 但是软硬件 结合创新之后 它要抄你 至少要抄一年以上 所以这种事情 我们看了很多好东西 也有很多产品上的想法 想做 但是一到操作阶段 你就发现 你的资源和钱 根本操作不了 你就眼睁睁地看着巨头 比你了解完两年 并且做了 做完了推成产品了 你看了很生气 但是你跟着在做的时候 你也做得起了 因为它元器件成本 已经被巨头的带动 给导致降下来成本了 降下来再做 你一做呢 大家觉得是你抄的 而不是你领导的 但是他们不知道 背后要做这个 不是全靠 畅清能力和想法 是你要有配套的资源 和资金支持 才有可能实现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好 关于产品最后一个问题 我在我自己的行业里面 反正是越做 越觉得自己不懂 那你这五年进入手机行业 你觉得你现在懂手机了吗 我倒没有觉得不懂 我是觉得我对产品是很懂的 但是我越做越觉得它难 就是说工程实现的那些东西 技术上那些东西 越做越觉得它难 是说当我起初做的时候 对难度的估计不足 是因为你不知道你不知道 就你以为它的难 就是摆在你前面的 那么比如说120件事 实际上呢 你做得越多 了解得越多 你就发现它难的点 暴露着你眼前的就越多 所以呢 越做我又觉得它难 所以我现在会觉得 工程实现领域的人 经常讲说 做这个东西要有敬畏之心 我现在觉得这是一个很 我很能理解的说法 在我创业的初期 人家说对工程实现 技术公关要有敬畏之心 我会觉得你这是矫情 是做姿态 我会有这个想法 但现在会明显有这个想法 就觉得工程实现 技术公关 你怎么高估它的难度 都不会是高估 可能还是低估 就是这样 这个是非常明显的一个 但是从产品那些方面 我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大的 锤粉是一类什么样的人 我们一直把锤粉叫锤友 理念上在价值观上 我本质上是跟他们一类人 他们看着我在工作眼皮底下 做这些事情 包括得瑟 包括失败 包括成功的时候 他们从我身上 其实是找自己 罗永浩粉和锤粉 你觉得他们重合吗 早期重合度是非常高的 现在重合度越来越少 粉丝经济的载体 必须是一个20美元左右的东西 这是通行全世界的商业规律 如果因为一个人 是一个五项明星 有铁杆的脑产粉支持 所以他去卖一个 一两千块两三千块的东西 在商业上成功的例子 几乎是没有的 你还得了一个外号吗 你自己知道吗 对对 公孙永操 我知道 但是我发现你好像 没有在这件事情上 做更多的解释 企业卖的产品 卖完了降价 对于前面买的 贵的那个价格的消费者来讲 道义上 商业伦理上 是不承担任何责任的 这件事 我从是非的角度 没有任何错 但是作为2C的企业 伤害了消费者的情感 这件事是我们能避免 就一定要避免 但你注意 这不是是非问题 这是一个企业 跟你的消费者之间的 情感纽带 这有这么一个问题 它不是是非问题 所以对我来讲 就没什么好犹豫的 好 那下面我们就聊聊 你和你的用户之间的关系 好 据我所知 你的微博拉黑了很多人 对 你早就抽出 那个新浪允许拉黑 还走后门找关系 看能不能拉黑更多 对 你就对这些垂黑吧 你怎么看待他们 这个是分两个阶段的 在早期的时候拉黑 是因为我小心眼 所以我觉得我开一个微博 他不喜欢看就走 哪怕撂下一句难听的就走 但是呢 他在这天天来 天天讨论 然后天天抬杠 那我小心眼 就给人家拉黑 这是早期的状况 做企业以后呢 还不太一样 做企业以后 我们拉黑 一般不是我拉的 是我们市场部 有组织 有预谋的 这么去拉的 原因是 就是说 自从我们开始 卖图斯基的消费品之后 如果是过去不了解 因为我们买了我们的手机 或听说了我们手机来的人 看到下边很多那些骂的话 可能会产生负面的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有意识地做了 有组织 有预谋的这种拉黑 但是后来很快就超了那个标准 超了标准 我们被迫又把早期拉黑的 就放出来了 有的是两年多前拉黑的 然后他就跑到那留言 还说一些傻话吧 比如说 哎呀罗哥 你怎么给我放出来了 他说 我被你拉黑 这两年很后悔什么的 然后说 其实我那次不是跟你抬杠 是想讨论问题什么 也有这样 这样滑稽的对话吧 但是 基本上就这么两个状况 你在内心里是怎么看待 这些黑你的人 我觉得多数人还是正常吧 就是我说正常的意思是说 我有我讨厌的公众人物 所以我过去我不做企业 我可以在网上随便讲话的时候 我也会去 我不会到他微博底下留言 这不会 但是我自己写文章也好 写评论也好 写微博也好 我也会对人家说三道四 这很正常 公众人物就是要给人家说的 这是非常正常 所以我理解那些讨厌我的人 和讨厌我们公司的人 然后在那写的那些东西 也都能理解 但是有一些东西 是我花了一段时期 去消化和适应的 就是有的人呢 开个微博 我联系了好几年 然后一周更新三到四次的频率 然后来骂我们 然后收集整理所有不利于我们 或者说貌似不利于我们的那些东西来发 这种我还是挺吃惊的 因为我想象不到我这一辈子 跟谁有那种什么杀父之仇啊 什么多欺贞这样东西 以至于他会这样 但是这种人呢 好在整体数量不多 所以我还没有因此对什么社会失去信心 但是一般因为讨厌一个人批评他或讽刺他 这个事我其实能理解的 因为我以前也是这样 前不久我遇到了一个你的投资人 他跟我说有一次跟你吃饭 你说创业就是一次脱敏的过程 对 你现在脱敏到什么样的程度了 绝大多数都还好吧 就基本无数 我当时讲脱敏是指说 你看大家会说那些做了很多年企业 终于熬出来做成的那些企业家 提到他们的时候经常说的是说 这个人特别牛 然后什么临大事有静气 然后呢 做什么很果断 然后说什么说了一大堆东西 然后貌似都是能人所不能这些东西 那我以前也会很向往那些东西 甚至在做企业以后 还想着可以去修炼那些东西 但坐着坐着呢 就发现很多我原来完全做不到的 比如说我们生产上 资金上出了一些问题 比如说原来要收的一批款没到 导致原来要付的一批款可能delay 但是对方措辞很严厉 说周几之前到不了 我们这个生产就给你中断 那对我来讲是一个特别可怕的 这么一个事情 那以往在开的第一第二年 如果出现类似这种情况的话 我会焦虑到 想办法解决的同时 干不了任何别的事 所以我只能到我的房间里去 我的办公室里去关上门 在里边尝试去做就这件事的努力之外 还有一些剩余时间 什么也干不了 就只能很焦虑地在那收拾东西 或者去冲个冷水澡 去做这些事情 干不了正常工作 但是走到今天呢 无论什么事 就算明天公司要倒闭 我今天也能正常工作 什么都可以正常进行 那这个东西 有一天我发现我能做到的时候 我第一反应是很吃惊 我觉得我怎么 就是能做到这个呢 但是后来发现 其实就是脱米 原因是这种事 你经历过好几次了 经历好几次以后 走到一个点 你突然就觉得它没什么事了 就有点像是以前 比如说大户人家的小姐 细皮嫩肉的 说一晒太阳就起红斑过敏 结果后来 这个搞什么上山下乡 给它扔到海南 农田里去 待了一个夏天 晒暴晒脱了五六成皮之后 什么事都没有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 多数情况下这是一个脱米的过程 但是个别情况下也有人就是说 它过于敏感 导致脱米过程没有完成 就摘掉了 这种情况也有 但我觉得多数人是能做到的 所以对 基本就是这样 那我们再来看看你的那些粉 你能描述一下锤子粉丝 就是锤粉 是一类什么样的人 我们一直把锤粉叫锤友 不是故意的行行作态 是我很了解这个群体 我从搞英语评训时期 就是一路都有这样的人 我们能打动他们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说 在理念上 在价值观上 我本质上是跟他们一类人 所以他们看着我在公众眼皮底下 做这些事情 包括得瑟 包括失败 包括成功的时候 他们从我身上 其实是找自己 有一些事情想做 因为机缘巧合没有做成 或者是有一些事情 他想做但是不方便做 或者是怎么样 就是跟我是骨子里是一类人 所以当他们看到我去折腾这些的时候 他情感上会有很严重的这些代入感 所以我们为什么 一直说他们是锤友而不是锤粉呢 我这些支持者的群体 极少有无原则支持我们 如果有一天 我做了在三观方面 让他们不能接受的事情 我觉得多数人会马上就跑掉 对这个我时刻都是自我警惕的 所以呢 我们有一次 某一次的演讲 我忘了是哪次了 我就给大家老讲这个事情 比如说媒体老说 他们是锤粉 锤粉 我说我们不是做态 星星做态讲这个 我是真不觉得他们是那种 一般意义上的所谓脑残粉 不是这种人 所以我就说他们不是我的粉丝 他们是某种信念 某种价值观 某种生活态度的粉丝 只是我凑巧在这几个 他们高度认同的方向和领域上 凑巧做了这些事 并且走进了公众视野 如果我做了这些事 但是没有机会走进公众视野呢 那你看我为什么走进公众视野呢 不是靠我那些理想主义的东西 是我首先是被当成一个向上演员 我是怎么走进公众视野的呢 我没去学表演 没去做电视台主持人 没去做一切 一个社会一般意义上认为 可能是成名之路的路 我都没走 我是在一个英语培训学校的教室里 给学生上课 结果有人倒录了我的讲课录音 把我讲题的部分删掉 留了扯淡的部分 剪成几十段放到网上 并且在没推广的情况下 自发爆开了 那在这个情况里 你回顾就是说 我的所谓成名过程 不是一个预谋的设计的 可以充分预期结果的 这么一个成名之路 一定不是 它是莫名其妙就这么成名 成名之后 我有机会得以把我那些 在什么幽默感啊 什么滑稽啊 什么相声啊 这些以外的那些理念 得以能够传播 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 所以他其实一直在被误读 就是他是新东方的好老师 这件事 其实大家也没怎么在意过 对 就是段子少 对 如果我没有一个 类似相声演员的能力 我尊敬的很多兄长啊 什么老师啊 朋友啊 他们在价值观理念方面 可能跟我一样 甚至比我强得多 即便如此 他们都没有 因为他有一个相声演员 般的这种能力 使得他的理念和他的价值观被充分传递出去 你理解我意思吗 所以我是有占了这个便宜 所以得以 做了那些正确的事情以后 走进了他们的视野 获得了他们的共鸣 他们因此支持我 我做英语培训的时候 特别感慨的一件事情就是 在保利剧院那次是我们两年半以后的一个演讲 那年的时候我们英语培训学校 经过两年多以后终于盈利了 我终于盈利了的时候 我在发布会现场准备了一个PPT的片子 就是告诉大家 今年还有一个不同于往年的重要消息 就是我们盈利了 我们盈利的时候 下边全跟疯了一样的欢呼和叫好 所以我们有一些合作单位的去了以后 特别奇怪 说你二是一个老板做企业的一个臭生意人 为什么你赚钱了 他们哇哇乱叫 你是给他们分吗还是怎样 他会问这样的问题 但是从我们自己的角度特别理解 和知道他到底是想干嘛 因为就是我讲的 他们是某种理念 价值观 人生态度 是这种东西的粉丝 我刚好走进了他们的视野 并且代言了这块的一个执行者的角色 但是如果有一天我这个企业 做一些三观不正的事情 他们一定会瞬间就跑光 不会出现 比如说我是个偶像明星 干了很多非常糟糕的事之后 然后他们说依然坚持十条 牛逼 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马上就会跑光 所以从这意义上呢 我不认为他们是我的粉丝 所以我老说垂友 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姿态 是我从来不认为他们是我的粉丝 他们跟我是一类人 只不过我凑巧有机会 能够面对公众 并且展示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一亏损 他们比我们还难过 我们一赚钱 他们比我们高兴 可是呢 他们并不是说指望说 我们挣了钱 然后能给他们一些回馈啊 或什么 显然没有这些东西 对 所以我是觉得 我还挺幸运的 就是 像我这样想问题和思考问题的人 在这个国家其实并不少 但是他们如果 仅仅是在这点跟我一样 并且长得即使比我好看一点 也不一定有机会 依靠这些东西 成为工作人物 并且因此受益 这是我有的 他们没有得到这些东西 我得到了 这是我幸运的 说句叛龙富凤的话 我们公司跟你的价值观是一样的 我们公司是不允许用粉丝这个词 就是我们同事内部 只能用用户啊 或者是裸友啊 就类似这样的方法 说到这个 我都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感慨 就是说 除了在娱乐圈啊 就是你看到那些 先进发达的那些国家里 一般来讲除了娱乐圈 不会有一个企业卖产品 在消费者面前 自以为是的说 我们的粉丝怎么怎么样 从来不会的 乔布斯有那么多的粉丝 他永远说 our customers怎么怎么样 从来不会说 our fans怎么怎么样 从来不会讲这个话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在一些企业里 没那么注意呢 以我过去的性格 会挺上纲上线的攻击这个 但我现在也慢慢意识到 就是说 咱们是从贫穷走过来的 这么一个国家 有一些事情还是 就做得比较超 但不意味着 它一定是价值观有问题的 但是我们会很忌讳 就不能用粉丝这个词 那罗永浩粉和锤粉 我先用这个词 你觉得他们重合吗 早期重合度是非常高的 现在呢 重合度越来越少 因为我们市场和公关 一直都有航空间控和 做调查这样的东西 那初期买我们的手机的呢 相当高的一个比例 就是因为支持我的人去买的 所以它有经常出现情况是 买完了它不用送给别人了 或者买了好几个送给别人了 这种情况是实有发生的 但是今天的话呢 我们纯靠产品本身转化的 这种所谓粉丝 这些支持者 其实是非常多的 所以我们经常能看到 无论是调研报告 还是日常的观察 都能看到这些东西 就比如说 我们的论坛里会有人反感 为什么咱们说这个手机 说着说着 你们几个又扯到老罗去了 那那个就很典型的是 他是我们的产品的支持者 然后过来跑到我们的论坛上 再聊一个产品的特性 聊着聊着呢 有人把话题拐到我身上了 他们就会挺无奈的 怎么又拐到这个人身上了 这个在早期很少 现在很多 另外我想借这个机会 感谢给我这么一个机会 再澄清一下 就是说 粉丝经济的载体 必须是一个 20美元左右的东西 这是通行全世界的商业规律 所以你注意看 在粉丝身上赚钱的明星呢 都是卖一本书 一张碟 一个电影票 这样单价是20美元左右的东西 如果因为一个人 是一个五项明星 有铁杆的脑产粉支持 所以他去卖一个 一两千块 两三千块的东西 在商业上成功的例子 几乎是没有的 所以这也解释了 为什么吹剑做手机 卖不过我 吹剑比我粉丝多多了 并且消费能力极强 然后 那当然他们 吹剑也没有说出来 我很困难 如果他说我缺钱 快不行了 所以呢 有一些人会 在这些商业方面的 了解欠缺的情况下 他看我微博 有1300多万吧 应该是 他说1300多万 这个微博粉丝 然后呢 转化销售 比如说一年卖100万部 那他就说 支持的人还不够 应该想办法 让更多的人支持去买 这个是完全错的观念 比如说我也有很多 我的偶像 但是如果他做的东西 不是我感兴趣的 我不会因为 我是他粉丝就去买单 虽然他可能卖什么 我都买得起 但我不会去做这种事情 所以 有一个比较大的误解 就是说 很多人会认为 锤子手机是一个粉丝手机 其实肯定不是这样 那还有第二种关系 就是锤粉和普通的锤子用户 你觉得他们之间重叠吗 普通的锤子用户呢 可能会有几种情况 一种是被所谓锤粉 推荐过去的这些人 这些人就是 他是正常的手机用户 那在这个群体里 我们早期的产品 可能常常是负评价 多于正评价 原因就是刚才我们聊过的 就是说他发现我们一些基础的硬质标 没有做好 所以他会很烦 但是对于所谓这个锤粉来讲 是我们初期的目标核心人群 他们在产品的判断上 很大程度上 跟我们的想法是非常接近的 所以我们做的很多东西 他们认可 并且我感觉特别对不起他们 是他们给普通的用户 锤子用户和所谓锤粉吗 这两个群体之间 经常产生的对话是 这些铁杆支持者买了之后 推荐给他们的朋友 结果被他们的朋友骂一通 这个是经常出现的情况 这是我感觉很对不起他们的 但是他们遭遇多次这种被骂之前 甚至他们都没有意识到问题出在哪 所以我也没意识到 他们也没意识到 是我们看到样本足够多了以后 知道问题出在哪了 举个例子 我们当时会觉得 T1到下午15点钟没电 这个不是事 因为iPhone第一代 下午两三点钟就没电了 所以我觉得这不是事 结果没想到今天的手机 普遍都解决了电的情况下 如果你作为旗舰机卖3000块钱 结果下午15点没电 是一定要爱骂的 那我们内部讨论的时候 其实也有人提过 我没当回事 然后这个所谓的锤粉 也没当回事 他推荐给他的朋友的时候的心理 人家骂他的心理 就跟我在内部讨论的时候 心理是一样的 人家说 你这个破手机 你给我推荐什么玩意儿 下午4点就没电了 他就很生气 然后他的反应很吃惊 他说这么牛逼的手机 下午没电怕什么 你冲上不就完了 这是他的反应 那相应的我也差不多 就我会觉得 电一定要用到半夜 还有电才好 但是如果做不到 它怎么能比那些东西 更重要呢 我是这么个想法 但是你从所谓的锤粉 去到普通的锤子用户的时候 这个就成了要命的事 如果行业里 百分之八九十的手机 都解决了电的问题 就你没有解决好 那就会成为特别大的事情 那有没有这样一种情况 就是是罗永浩的粉丝 但是是锤子的 叫锤黑吧 这种基本上不可能有 但是有那种 就是说 对我为什么 执迷不误 一意孤行地 继续做手机 感到痛心疾首的 所谓罗粉丝有的 他们很希望我 回到以前那个状态 可以任意地 想说什么 就说什么快意恩仇 然后什么想说啥说啥 想骂谁骂谁 然后呢 靠做一个类似脱口秀 或写专栏这种方式 个人活得很好 不差钱 同时呢 还可以就是很随意 不受现在这么多的约束 还有要忍这么多东西 他们会 这个是善意的 所以他们这些人 会希望我不要再做手机了 这个是善意的 但是 但这就人各有志嘛 对 我有时候会开玩笑 扯一些 故意扯一些蛋嘛 我跟他们耍拼嘴 我说 我说我最欣赏 我就喜欢那种 彻底辜负自己的天分的 那种天才的那种生活态度 就扯这种 耍拼嘴 就要跟他们扯这些 没有跟他们严肃地去交流 但这种人给我留言的 其实非常多 他们很希望我 不要做手机了 回去像以前那样 过快意恩仇的生活 但对我来讲呢 事业上我是有梦想 有追求 有一个远大目标的 所以 所以这些就不是什么事 确实我遇到过这样的人 他们觉得我从外地 买一张老罗发布会的票 千里迢迢赶到上海 然后 其实连头代为 花了好几千块钱 支持你一场演讲 没问题 但是你让我对自己 下那么大狠手 把我的苹果手机 换成锤子 他觉得 那你怎么 理解这种人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 这些人就是到iPhone 4和4S 才换iPhone的人 所以他拿着一个诺基亚 嘲笑我们用iPhone的时候 我们已经经历过一次了 所以今天他再有什么反应 我们都觉得是非常正常的 这个无所谓 另外我这些年出差多了 经常在机场碰到一个人 就过来说 哎呀罗哥跟你合个影 说我什么听着你录音长大的 什么的 过来 然后他跟我合影的时候呢 掏出一个iPhone 然后这样拍的时候 他一掏出来 就会意识到 这个有一点不妥 然后他就一个劲跟我道歉 说我买了还没到货呢 一看就是扯淡了 这种 这种事我也经常碰到 我觉得这个其实完全没有必要 对我来讲呢 一个人支持我 但是不支持我的手机 这件事 其实对我来讲 是已经就很习惯的一件事情了 这个没有什么意外的 包括你看我身边的那些老朋友啊 像什么陈小青啊 财静啊这些 他们全都用iPhone 然后每次我一发新品 陈小青就在网上买一大堆 送给他的朋友 送给他那些小孩什么的 完了我就说 你真的没有必要做这事 因为你买了这个送出去 送到的都是 可能不喜欢我们产品的人 我说我产能不足 你这是纯浪费 浪费资源 我说不要干这个事 但是呢 他就讲说 他会很满脸羞愧的跟我说 我这个手机呢 我就用惯了什么 讲这种话 可你要知道 陈小青是从iPhone5s 才换iPhone的人 我们全世界都用iPhone的时候 他还在用一个 非常可怕的诺基亚古董机 而且那个古董机上面 有一个这么厚的摄像头 就是像这种人 不用我的手机 我觉得是非常正常的 就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呢 大家会假定 如果谁谁谁不用 你是不是会难堪啊什么的 这个是我特别反感的 因为什么呢 我有一些好朋友在网上 用iPhone发一条微博 下边都有一些讨厌鬼 跑到那儿就说 你不是老罗的哥们吗 怎么不用锤子呢 老罗难道没送你吗 完了那个人也很难看 他也不能说送了 我给别人了 他也不能写这些东西 但是这些 我有时候确实觉得 会有时候会成为一个 不大不小的烦恼 因为我跟朋友之间 我不希望他有这个尴尬 而且他假定我会不高兴 然后跟我满怀牵异的时候 我就会越发的 越发的觉得那个什么 对 我倒是希望他大的方方的 比如说我有时候 碰到一个人 掏出个iPhone跟我合影 他大的方方的 我丝毫没有显露出愧疚之情 那我就很放松 然后他拍的时候 一不小心动作没掌握好 按了两下没按成 我就故意逗他 我说这什么手机这么难用 其实我知道是iPhone 我故意这样逗 这样的时候 我会感觉就放松一些 老罗说的真是正话 有一次我跟他见面 是在一个茶馆 然后掏出手机搁在桌上 那还不是iPhone 是另外一种安卓机 然后我就偷偷摸摸的 好像想把那个手机收起来 然后老罗看起来 说你没必要 真的没必要 他真的不是太贵了 那我再补一句 其实罗胖当时用的就是 小米的Mix 小米的Mix 那个手机其实我是公开 在微博上表示过敬意 表示过就是佩服的 因为那是一个非常 工程上难做到的 这么一个东西 他们想先做到了 这也是我想说 我其实骨子里 是一个比较磊落的人 如果我的同行 做了一个让我产生敬意的东西 我一定会说 而其他手机的老板呢 如果看到他的竞争对手 做了个好东西 通常的态度是不会表态的 然后他可能也不像我这样 对别人做的不好的 说三道四 那现在我也不说三道四 在初期我是说过不少的 然后他们也不说 所以呢 这本质是个性格问题 但是总被公众怀疑成 是阴谋或策略问题 这个是 对 这几年 对 那你在公司内部 会要求员工都用锤子吗 不会 我们的 我甚至 其实你看 我自己是带软件交互的 产品团队的 我在产品团队里 甚至要求他们 必须保证百分之多少人 同时有iPhone 因为什么呢 安卓机我们 反正也不贵 我们竞品除了什么 我们一般都会买回来研究一下 然后iPhone呢 就是比较贵 所以你看我日常的 研究竞争对手的 那个采购里 如果含有iPhone 它一个机器 顶别人两三个 那这个是 我觉得能不花钱 就不花钱的 这是第一个 对 就不说 但是一定不会说假话 第二呢 所有的安卓机 我会半年左右 看一次 他们做了哪些新东西 或者是他们发现 有什么新东西 过来跟我讲 让我知道 保持这个信息 但是整体上呢 在软件上 我根本不在乎 安卓阵营做了什么 因为绝大多数情况下 是不可能做得 比我们好的 但是在iPhone上 有一个问题啊 乔布斯活着的时候 不用说了 他是个天才的产品经理 经常有让人惊喜的东西 去世之后呢 基本没有 但我为什么会看呢 因为安卓阵营 有一个越狱的现象 就是它本身是枷锁的 然后越狱之后呢 民间第三方团队 做的很多东西 可以合并到这里边去 那我过去 用苹果手机的时候 我会越狱以后 装很多插件 去看那里边 有创意的那些新东西 启发我的思路 但是后来 乔布斯去世之后 苹果的官方 会常年去抄袭那些插件 你明白我意思吧 就在插件领域里 除了几个有人气的 他作为官方 马上就给他们抄了 那这个导致的结果是 我也没有那么多精力 去看那些手机 但我要关注那些 插件领域里 有很多创新的东西 那个整合进去以后的 是我比较关注的 所以我对我们的产品经理呢 非但没要求 他们必须用随之的手机 还要保持一定比例 是用iPhone的 这样的话 我们跟他沟通的时候 因为我知道有些人来了以后 本来用iPhone 遮遮掩掩掩的放到家里 这个不是我希望的 我希望他很熟悉iPhone 以至于我们做某一个功能 想横向比较和评估的时候 有一个人特别熟悉这个 这是一个常有状态 但是坦率地讲 我对我们公司的高管 用iPhone是有过要求的 就是对VP级别的 副总裁这个级别的呢 它不一定是iPhone 也有可能是别的手机 我会给他讲说 你们用什么 原则上公司是不会正式干涉的 但是你们既然是副总裁 你不希望公司有额外的 不必要的麻烦 那就体现在你用什么随便 但是千万不要用这个 发个微博 下边50个人说 你为什么是垂直科技的副总裁 在使用什么华为 在使用小米 在使用iPhone等等 我不希望有这个东西 因为一旦有这个东西呢 它传递了一个 其实无所谓 但是可能被认为 被拿去大作文章的这个东西 这是我们试图避免的 所以我对副总裁级别的是有讲过 但是就是员工用什么 是没有人会要求 反倒是在产品经理团队 还希望多几个iPhone 这样我们好做一些了解 好 我们还是回到用户 你会发现小米 就会很用心地经营自己的用户 各地的社群等等 但是我观察你好像从来没有干这个事 我们在差不多一百七八十个城市吧 包括国外的一些城市 都有自发组织建的这个所谓垂友群 他们早期都叫垂粉群 我们公关人员跟他沟通 劝他们改成垂友群 多数都改了 然后他们在每年产品发布的初期 或者发布会的前夕 会在那种什么咖啡厅啊 酒馆那种地方自发地组织一个聚会 然后做全国各地自发的这种QQ群 然后加进去以后 大家凑在一块交流 特别是在初期产能不足的时候 买到的人会拿着这个 在聚会里给那些没买到的人去分享 这种事情全国自发的 有一百多个城市都有 这个是我们感到非常感激 也非常幸运的这么一个事情 但是所以我们后期市场公关团队 跟他们配合之后 也会给他送一些什么T恤衫啊 或者是一些海报啊 这些帮助他们做这些活动的时候 做得更顺畅一些 也跟这个公司建立这种联系 但是我们没有格外像小米这样 去经营这个的核心原因 还是人手不足 如果有的话我们也会去经营 何况我们有个很好的基础 就是有自发形成的这么多 我们一旦开始市场团队要去投入经营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 现在没做其实就是人手 不是别的原因 你的身边有脑残粉吗 比如说天天到你办公室去赌你啊 对到办公室赌的时不时会有一个 就是一年能有一两次吧 不像那些武器明星那么多 但是时不时会有 但是反正这个事对 就是公司的一些孩子们也已经挺习惯了 所以他们一段时期以后 早上上下班的时候 如果发现门口有个眼神不太正常的 他会去跟行政的说 说门口有一个仪式不正常的 偶尔会有一些这样的事 还有过坐在苗影的车里 然后他下地裤的时候 我在车后排座躺下 这样的话他在那个门口就看不见那个车 以为后边是空的 其实我在后边躺 这种事情也有过 但是基本上还好吧 一共做垂直科技这几年碰到 一年有一个吧 也就这样 我一直有一个看法 其实你刚才也在印证 就是作为一个公众人物 如果你为了保持一定的热度 你应该设计一个产品 20美金 当然我认为可以稍微高一点 20美金来作为支持你 但是我甚至在外面公开演讲的时候 我还说 我说其实老罗就应该做一个五金工具箱 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一把锤子 大概20美金左右吧 但是你好像从来没有做这样的事情 其实是有做的 以前是精力不够 那个苗影来了以后 因为要管什么公关市场的那些相关的业务 他也希望我们有一些 比如说T恤衫 马克杯 然后什么注重设计感的手表 或者是什么文具啊 还有笔记本啊 皮革的什么 他希望有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呢 一个是使得我们网站上除了手机和手机配件之外 还有更多的这种相关的注重设计的这种产品去卖 然后使得我们 因为我们小公司不是两个月发一个产品 我们一年发那么一两次产品 所以希望他在这个平时能维系一个这样的一个纽带 同时也增加商城的收入 会有这些东西 只是以前没顾上所以没做 后面后续会有一些的 但是他还有一个功能就是 就各地我说那种组织活动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当成一个纪念品或礼物 去送给他们这些功能也有 但是是维持在所有的运作整个下来 基本上是要不亏钱这么去做 但是从这个上赚钱的话呢 我是觉得 我不是不想赚钱 我想赚钱 但是我要确定在那些品类里 我们能做出很不一样 或者别人做不到的东西 我才有兴趣靠那个去赚钱 对 大概是 我梳理了你这么多年来的公众的 就是舆论爆发的一些点 其实我觉得对你最不利的一次 就是那次降价 就是那次降价 你还得了一外号吗 你自己知道吗 对对 公孙永操 我知道 但是我发现你好像 没有在这件事情上 做更多的解释 当然 因为是这样的 就是 是T1在四个半月之后 终于解决了生产问题 四个半月 但是互联网手机呢 其实前三个月错过了 基本80%就没了 所以T1在四个半月以后 终于解决量产问题之后呢 我们开始卖的时候 发现那个产品卖得非常非常糟糕 完全出不动 而且那个期间还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事情 就是3G手机变4G手机的那个过程 也是差不多那个前后完成的 所以这个带来的问题是 我们那个手机出货变得非常非常糟糕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 内部讨论是降100 降200 降500 还是降1000 什么就进行这个讨论 但是我们算了一下 未来三个月六个月的财务数据之后 发现 如果不是用最短的时间 卖掉一半以上 是完全没有办法 就是维系到下一笔投资到 资金会锻炼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是没什么可商量的 就必须直接降 企业卖的产品 卖完了降价 对于前面买的 贵的那个价格的消费者来讲 道义上 商业伦理上 是不承担任何责任的 这件事 我从是非的角度 没有任何错 但是作为2C的企业 伤害了消费者的情感 这件事是我们能避免 就一定要避免的 但你注意 这不是是非问题 这是一个企业 跟你的消费者之间的情感纽带 这么一个问题 它不是是非问题 所以对我来讲 就没什么好犹豫的 我甚至没犹豫这件事 就决定降到最大的那个额度 就是降到1000 就这么降了 降完了 他们不高兴的 跟我想象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呢 我会不好意思 因为情感上 你对人家是有这么一个伤害的感觉 但这件事上 没有什么对错 所以我也没有 就这个事再展开了 去说什么其他东西 还有 你提到公孙这件事呢 我甚至在微博上 都没有解释过一次 但今天借这个机会 我就说一下 我说如果少于3000块 我是你孙子 这个是网上不停地有人 问我发布会的时候 你这个产品要卖多少钱 然后有人说一定是3000以下 就这种讨论 每天要进行几十次上百次 因为那时候到了发布会 前期预热阶段 每天都很热闹 那我在这个里边 我就说 我要卖的这个价格 我原来定的就是3000以上 所以他们老说 应该是一个2000 什么2500 3000什么这种 还有人挤兑我 所以我就开玩笑 我跟他说 我少于3000是你孙子 结果我开了发布会 就是3000嘛 那至于我卖了 五个月之后降价 然后你还追过来是孙子呢 你只要高兴 你就高兴嘛 我不能拦着你高兴 但是事不是那么回事 你明白我意思吧 所以人家说 我这个人什么打脸呢 还有人整理了一个 长篇的打脸的几锦 大概有20多个打脸吧 在那拉了一个单子 首先呢 我认为里边的90%多 根本不是打脸 但是确有打脸的 有个10%左右 那既然有真有假 不是全假 那我做企业家 他为什么要跟这种起哄的 去争辩这个事 所以就过去了 我没有回应这个 那个传的也很广 但是其实90%多都是有问题的 就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但是他说着说着 自己说嗨了 大家都拦不住的程度了 那我作为当事人出来拦 也是没有必要的 所以就这么过去了 所以你刚才提到的 公孙那件事呢 你要是有兴趣 当然你不会那么闲得无聊 你要闲得无聊 你去查一下 当时的情况是什么 我查了 就是发布钱 人家问多少钱 我知道 我说少于三千 我是你孙子 这还是开玩笑的语气 因为我没有必要严肃地 讲什么孙子不孙子的 这个后来被他们抓住 快乐都不行 那我觉得我也对这个 跟我的生命本来 不应该有任何交集的群体 奉献了一些 让他们愉悦的东西 也是我一个相声演员 本来应该做的 这么一个东西 所以他高兴就不做了 好吧 那我们就回到打脸这个问题 因为我同样是一个创业者 如果原来自己觉得 就应该这样做 然后后来自己逐一遍了 然后就换方法做 我觉得这个很 当然 前一阵我也遭遇了 一次类似的东西 我说我掉了几个坑里 然后自己跑出来 然后很多人说 那你把别人置坑里 就觉得这样很不道德 你怎么看这事 我觉得没什么吧 因为我的无论做企业 还是从小到大的 这个成长里面 我也有看了人家说的 一个建议或忠告照着做 结果我也吃了苦头 过了两年发现 原来给出那个忠告的作家 又写了一个帖子 修正了他早期的思想 这个时候 容易产生的一个滑稽感 是妈的你把我耍了 结果你自己又说这话 这个是比较容易 产生的本能反应 但是你要掰扯道理的话 人家做错什么呢 他在生命的每个阶段 都说了他相信的东西 那你要他怎么样 什么都没做错 所以我去京东 做活动的时候 提到一个公众人 或起来我说话不一致 那分两种情况 因为他们智力问题 区分不了这两种情况 第一种是一个正式的承诺 我对你做了一个承诺 比如说我保修一年 结果呢 我十一个月就不保修了 这时候无论从法理上 还是从商业伦理上 都是说不过去的 所以无论是从法律上 还是道德上 你都可以谴责我 但是我前期你问我 做不做平板电脑 我说做 后来我决定不做了 这件事上这不叫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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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才说你基本上 用了一半的时间去找你的高管 你大概用多少精力去融资 可能应该掉到20% 30%再正常 然后再用30%左右精力找人 最后剩那30% 你做战略不要花很多时间 你只是要想清楚这件事 然后再去做产品 到什么情况下 你会做这个选择 你说被收购 企业被卖掉并不是耻辱 企业被卖掉 如果卖了一个正常价格 是一个正常的 谈不上失败 谈不上成功 如果被卖得很惨 一定是失败 如果高于行情的被卖掉 比如说资本市场 估你值20个亿 结果你卖了40个亿 那就是非常成功 我的发布会 之所以效果好 不是我们向上界的 说学逗唱好 是我讲的那些东西 是我做的 我信它 所以我跟观众讲的时候 我说的每一个 都是我信的东西 我不是演员 所以我能把我信的东西 讲得好 并且有感染力导致传播好 可是如果他给我一个 我完全不认同的东西 以为我上去 就能把它忽悠出去 这个是绝无可能的 那我们谈下一个关系 就是你和投资人的关系 你刚才说你基本上 用了一半的时间 去找你的高管 那你用多少 这一年多 你大概用多少精力 去融资 融资是间歇性的 就是如果到了资金 出现紧要的那种关头 有的时候长达几个月 百分之八九十的精力 都在融资上 这事也发生过 去年就发生过 去年我们M系列 生产出来之前 有一段资金非常紧张 我差不多有好几个月的时间 每天百分之八九十精力 都在融资上 这种事情是有过的 然后也有过 比如说某一轮融资 进行的比较顺利 那一般来讲 会在半年左右 才会考虑下一轮融资 这个后来被 无数次的证明是错的 应该每一轮的融资 的开始日期 就是上一轮融资 结束的当天 基本上这样 因为我们这个行业 是比较重资产的 所以本来是应该这样的 所以在这犯了很多错 所以我整个五年 平均下来的话 用在融资上的精力 应该是不超过15%的 那我认为 这个比例是不对的 可能应该掉到 20% 30%再正常 然后再用30%左右 精力找人 最后剩那30% 你做战略 不要花很多时间 你只是要想清楚这件事 然后再去做产品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分配精力的 但是头几年的话 在找人找钱上 投入的精力特别特别少 全都在产品上 这个是不断被证实 是就是怎么高估它的 怎么评价它的这个错误性 都不为过的 对 有那么一句话说 企业死不是因为不赚钱 而是因为资金链断 你遇到过这种 险向还生的 当然当然 你能告诉我一个 最危险的时刻 就是去年M系列发布前的 两三个月吧 然后因为我们该收都收不到 然后还有亏损的 然后还有该付的 导致那个能不能如期做完 就是必须全是跟钱挂钩的 我们有信心 发完了那个产品会好转很多 但是扛不到那个点 前面的比如说八个月的人钱的投入 就全打水漂了 所以当时非常非常焦虑 然后到处去 有老股东借钱的 然后有朋友借钱的 然后我个人呢 加上我老婆去签 无限担保责任 最多的时候借了九千多万 将一个亿 以至于很多老投资人都看不下去了 就劝我说 不要超过一个亿 如果你超过一个亿 就宁可选择破产清算 另起罗赵重新来 不要个人欠一个亿以上的债务 因为借钱的很多朋友 是做风险投资的 他说你将来还他多少钱 合适呢 比如说你三年后 还了他两个亿 你已经很够意识了 不可能更够意识了 高利贷 普天下没有这样的高利贷 但是那个借钱的人 可能还是不高兴 为什么呢 他是做风险投资的 他在这三年里 任何一个想投没投成的 他心理上很容易就认为 当时这笔钱 要不是借了老罗 可能就投了 投完这个现在是个独角兽公司 可能会有这些东西 所以老股东都劝我 有一些关系比较熟的 老股东都劝我说 不要再救下去了 就是不行就破产清算算了 但是我听完了 也觉得很有道理 但第二天上班一看 同事就所有的都不顾了 所以又继续借 借到反正也没超过一个亿 就差不多那个样子了 后来有一天我老婆跟我说 你看你折腾这么多年 公司也没给我留下啥 然后呢 整天心脏又说难受 我跟他说心脏不舒服那时候 后来就发现不是问题 那时候确实 过劳导致叫什么心肌痉软 不是心脏病 但是过劳 缺叫 所以天天心脏疼 当时没去查 也不知道是什么 然后他就说 你看你也没给我留下多少东西 房子也没给买 然后呢 你如果破产呢 他说如果你如果有什么三长两短 出了个意外呢 他说我还跟着你去签了9600万的债务 是无限担保的 意味着我死了 我老婆还要还这9600万 所以他原来是电视台编导嘛 他说那我去做多少个片子 或者跑到人家刷多少个碗 才能刷出9600万的 开玩笑说这话 当时我也挺不落人的 所以有过非常简单的时刻 但是最后还是扛过来了 一般来说 你是怎么舒服投资人给你钱的 因为有一个 我不能说它事实 反正参加过很多次你的融资会议的 说哎呀那一段时间 天天听老罗在讲 同一套话 那这套话的核心精髓是什么 核心精髓呢 其实我们为什么融资走的 我觉得不算顺利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 不投的投资人 从大的商业环境和时间点 这些大的商业逻辑来看 其实不投是合理的 不投是合理的 为什么呢 就是手机行业的这个洗牌 已经差不多尘埃落定了 我们就算做的什么东西都好 都已经时机是比较晚了两年左右吧 我们早两年会比现在好很多 在这种情况下呢 他认为洗牌完成新的四五个巨头 浮出水面的情况下 以这么小的体量去跟这些巨头竞争 他认为这个商业逻辑是很难的 非常困难 那超出他能承受的风险就不投 这件事是非常正常的 关键是我们去给他讲说 我们的差异化和创新点和未来 试图做成的东西 能够在这个可能八到十年没有我们 就会很无趣平淡的这个市场上 能够掀起多大的东西 这个东西是要用产品去给他讲的 那我现在一堆我的投资人和股东里 理解我们在干什么 清楚我们在干什么 并且坚信我们会成为一个像苹果 像索尼 像伯朗兄弟这样的公司的人呢 在我的所有投资者里不到三分之一 另外三分之二是跟风因素 多于这个这种判断因素 这样去投的 所以那些不投的人为什么 其实我很理解 我非常理解 还有就是你看我公司 现在也有一些来自其他 大的手机公司的高管 我有一次跟他们聊过 他说他们觉得我讲的这个故事呢 不容易被投资人听懂 所以呢 说能不能改进一下这个东西 我说好 我们一起商量如何改进 也在讨论那个商业计划 说要怎么改版 这个过程里呢 他们挑了很多毛病 挑的都很准 但是我听着听着也烦了 我就开玩笑 我说那你们哥俩要说怎么弄 你们俩创业 从你们原来的公司 带五百个精英出来 你们怎么搞 完了他们俩想了一下说 如果我们哥俩出来 一定不做手机做别的 做手机没机会了 我说为什么呢 他说当然没机会了 因为我们做做不出差异性 那就跟我们出来的公司一样 好东西 但没有差异性 那今天已经没有机会了 实际已经错过了 但是为什么到你这来 觉得咱们一起搞一把 有机会呢 其实就是觉得 我们的创新和差异性 和这个品牌调性上的差异 未来有可能在洗牌 完成的情况下 仍然杀出一条血路来 这个是他们觉得 希望比较大的 同时又觉得 万一这个也走不下去 导致最终还是要 做不了别的去转型 他说那他们就觉得 也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我们转型做别的 要但是赚钱是很容易的 只是说你要做不了 这个最主流的计算平台 这件事 他们也会很舍不得 因为他们也希望后边 这公司发展得越大越好 所以就基本上 是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我觉得所有不投我们的投资人 我都是很理解的 这个跟初期不一样 我天使轮还好 到A轮 B轮的时候 我其实情绪很大 就是那些谈完了 问了好几轮 最后没投的 我还都挺有气的 那时候我业余吧 现在见多了 我就非常理解他们 好我们回到你的天使投资人 你的天使投资人 好像不止唐岩一位 唐岩 方三文和李勇 对 这三个都是网易 出来创业的创业者 对 他们各自生意 其实做得也都很好了 对 是的 这些人当时投资你是 真的看好你这个项目 还只是觉得 你这个兄弟不错 反正 我觉得第二个因素 大于第一个因素 因为在这个过程里 虽然他们三个 都帮了我很多很多的 但是我不觉得 他们很清楚我在干什么 包括唐岩 所以我觉得是第二个因素 大于第一个因素 从这个意义上 我是 这是真正的天使 天使投资 为什么叫天使 他们三个是真正的天使 方三文 唐岩是谁 李勇吧 李勇 三代主编 对 元提库 默默 雪球 他们三人本身 也是非常成功创业者 他们在 在投我这件事上的利益诉求 一定 占的比重弱于 帮朋友忙这件事 所以这是我非常感激的 也是我幸运的 据我所知 你现在 一开董事会 一个小会议是已经做不下了 不是 是一个很大的团队 当然不见得每个人都有董事票了 对 就是你的股东已经变得非常多了 对 是挺多的 我假设现在有一个大佬说 我特别看好你 我愿意接盘 你把他们手里股份交给我 你会撵走什么样的投资人 你不必告诉我是哪家 那不会 那不会 因为是他们都是同股同权的 所以呢 如果有一个大的 就是单家的一个大的 比如大公司或者什么 一个大的机构的投资者进来 希望前面股东结构比较复杂 希望轻走一部分 如果有这个的话呢 我相信就是说 第一呢 我不用选择性的留下谁赶走谁 只要召集一块开会 首先从商业上 他们是同股同权的 另外呢 进入的时机不同 早进来的 现在出去已经赚了50多倍 60多倍也有了 然后中途进来的 十几二十倍的 什么就这种情况都不一样 所以对于中前期的人来讲呢 愿意走的概率是比较大的 那谁愿意走就谁走 谁不愿意走就留下 只不过呢 大的投资者机构进来的时候 如果担心过去的股东结构复杂 导致比如说要求合并这十几个股东 自然人股东 作为一个有限合伙公司 一个主体持我们的股份 他可能会有这种要求 这种原则上老的投资人 都会配合的 因为这是好事不是坏事 所以不存在我想谁走 不想谁走这个问题 基本没有这个问题 那如果 但是有一些 有一些是这样 如果他套现走人了 有一些呢 我希望后边呢 还能维持一个朋友关系 原因是 第一他过去很帮忙 我很感激他 另外呢 我跟他的沟通里 他对我公司发展 经常有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这个是我很珍惜的 对 那有没有你特别烦的投资人 我想一想 基本上没有 有个别的呢 就是他自己 不在 就经常不在中国 跑来跑去 然后又联系不上 这种比较讨厌 有时候我们有什么事情 需要他签字 结果联系了 两个礼拜签不上 终于联系上了 他说他到什么 岛国去打球去了 然后当地 那个基础电信设施 什么有问题 也不到什么偏僻的地方 所以就不好联系 像这种情况 偶尔发生 很少 那样时候 瞬间挺讨厌的 但是过后 也没有反复出这种事 基本上都正常 你和投资人之间的关系 谁强势 我其实没想过这个问题 但是我后来 听说了一些案例 我猜想可能是我强势吧 因为我跟他们的沟通 一直都是很友好的 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有人跟我说 如果连续做了四年多 然后还亏损 是经常要在投资人那 看脸色的 但是我没看过 所以我猜想可能是 他投完了以后 看我业绩走得不好 可能也挺生气的 但是又怕我刺儿投 生气也没有表现出来 有可能是这个 所以我不确定 但我猜想可能跟这个 也许有一定的关系 但是我们确实没有过 任何不愉快的增值 这些没有 那这个强势 我觉得主要体现在 一个方面了 就是投资人给你的建议 你会很认真的听吗 其实是很多投资人 都给过我建议 但是有些投资人给的建议 是对这个行业和产品 比较了解的 那这种 他给过一次建议 我会第二第三次 会主动去问他 特别是拿不准的时候 我会去主动问他 这是一小部分投资人 然后剩下多数的投资人 都是对行业 对产品和对这个 不是很了解的情况下 看我们发布了 从他的朋友圈里 没有做大规模的样本 那个调查 只是从他的朋友圈里 得到一些反馈 然后那件事 其实本质上并不重要 而且我们很清楚的一件事 他忧心忡忡地跟我们讲 这种情况也有过 第二种情况多 第一种情况比较少 但是第一种情况 一旦发生 我发现他 比我想象的 更懂这个的时候 会主动经常去请教 所以我知道外界的很多人 总认为我在做企业 做决策上 是一个比较刚愎自用的人 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那这个跟我早年 有意无意表现过的那些 嚣张的那些东西 可能有一个正相关 但是其实真相并不是这样 现在很多投资人都在声称 我除了能给你钱 我还能给你很多很多资源 这个说法很常见 你的投资人当中 你领受过这些好处吗 我的投资人里 倒是没有任何一家 他说过这个话 谁都没说过 但是有一两个是 常年确实能提供帮助的 他投的时候没有说这话 但事实上提供了很多帮助 是有的 我知道你的很多朋友 都会建议你 哎呀不要做手机好了 投资人有没有这样的声音 也有 我解释理由的时候 也是刚才跟刚才 说产品的时候跟你说的一样 我要保证在这个平台上 是一个参赛选手 然后他们也表示理解 下面这个问题 我不知道当问不当问 没事 据我所知 小米 甚至是乐视 都跟你有过并购 对战略投资的那个 对战略投资的那个接触 去年都有 都有这样的接触 因为去年你确实资金也特别 特别紧 对 我想问 到什么情况下 你会做这个选择 你说被收购啊 是这样的 苗颖来之前 我的合伙人苗颖 他入职前 问了我一堆问题 他那个时候 犹豫要不要来 问了一堆问题 问到最后呢 我发现十几个问题 很有意思 那个问题明显是 在考验我是不是一个 合格企业家的那些问题 其实是个考卷 不是个问卷 有一点 然后其中有一个问题 很有意思 我印象挺深 跟你那个也是一样的 就是说 他说你怎么理解 一个企业被卖掉 他说 你是不是认为 一个企业被卖掉 就一定是失败 他问了这么一个问题 那这个答案 其实理性的人都知道 就是说 企业被卖掉 并不是耻辱 企业被卖掉 如果卖了一个正常价格 是一个正常的 谈不上失败 谈不上成功 如果被卖得很惨 一定是失败 如果高于行情的 被卖掉 比如说资本市场 估你值20个亿 结果你卖了40个亿 那就是非常成功 而且到那个点的时候 如果你不能控股的话 别人坚持要卖 你是不能反对的 我就不控股了 已经这公司 我只有20%多 不到30 然后我和我的整个团队 差不多是一半 是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如果 我到了一个点 我不想卖 但是这个价钱好 我所有投票 大家都要卖 那我是不能拦的 另外一个就是说 如果卖的高于行情 使得我卖完了 拿到资金 有利于做我下一个 假使说我不做手机的话 我不能拿这个钱 马上又去做手机 那是耍流氓嘛 对吧 你买了我 你肯定不能让我再去做一个竞争对手 所以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呢 我就觉得 如果高于行情 卖就是成功 正常卖就是正常 低于行情 卖就是失败 或者危难之际 你资金链没处理好 要锻炼了被迫卖 那个时候人家肯定是趁火打劫的嘛 不过你这样的时候卖的 那你就是失败 我就这样答复了苗颖 苗颖很满意 然后下个礼拜就上班了 大概是这样 你问他的问题比投资人问的问题多啊 实际上 其实我当时问的问题是说 你怎么定义成功 因为当时我同事问了几个锤子的同事 然后呢 大家呢 反应不一样 有一个人 就是说 他觉得收购是 就是不成功 那我就是想 确认一下 从他的角度来讲 怎么来看 就是说 这个成功是怎么看 有人认为 就是说 其实我是觉得从商业来讲 你收购不一定 就意味着不成功 就怎么定义这件事情 然后对他来讲 可能比较刺激的是说 这个收购 有个人会认为 就比如说 我的产品能有被千万人用 我觉得是一种成功 有人觉得我要自己独立上市 有人觉得就是说 现在可能导不了 或者什么情况 然后有一个人就会觉得 我觉得收购不好呀 我觉得收购就是不成功呀 就带着这个问题 去问他怎么来 所以我回答你这个问题的话 我不觉得被卖掉 是什么丢人的事 但是如果有得选 比如说决策权在我 而且能走下去 那我肯定想 自己做成是毫无疑问的 假设真有那么一天 现在这几家 你会选择加入谁 接受谁的邀约 还是只看价钱 一般是这样的 我正常运营走下去的时候 我不太可能卖 我要卖 可能是出现一些危急的 不得不卖这种情况 如果不得不卖 其实基本就没得选 要考虑投资人的利益的话 一定是出价最好的 就是卖给谁 肯定是这样 但是说实话 我也是 我现在当然不需要了 在我去年最困难的时候 试图这样做的时候 因为资金可能断练 断练我就被迫就得卖掉 哪怕人家趁火打劫 便宜买的只能卖掉 那那个时期 我还是挺感慨的 为什么这么多大的手机公司 这么没有眼光 看不出买了我们 它有多合适 它无论多少钱买 我们都是赚的 我有这个想法 所以呢 我当时还挺感慨的 然后 当时接触过的里面 知道我们价值的 其实 我好多家都接触过 战略投资的那种 都接触过 有一些我能明显感觉到 它是基于对我的错误认识 想投我 比如说 它认为 它无论做一个 什么样的破烂 只要由我替它开发布会 来忽悠一圈 这个初期传播 就会惊人的好 然后它也有预算 后期跟着配合 比如说很多人说 我的一场发布会 只一到两个亿的市场预算 然后它原来 还有两到三个亿的市场预算 只不过原来是 它开发布会 然后配套做两三亿投放 它认为我做发布会 它再做两三亿投放 能省它两三个亿的钱 总预算上 是这么一个考虑 但这个是完全错误的认识 我的发布会 之所以效果好 不是我们相声界的 说学逗唱好 是我讲的那些东西 是我做的 我信它 所以我跟观众讲的时候 我说的每一个 都是我信的东西 我不是演员 所以我能把 我信的东西讲得好 并且有感染力 导致传播好 可是如果它给我一个 我完全不认同的东西 以为我上去 就能把它忽悠出去 这个是绝无可能的 但是我们接触过的 那些巨头里 有的是基于这样的 错误认识来找我谈投资 当然我也没说穿这个 我觉得那你就投嘛 投完了以后 我还是把手机做好 所以没有戳穿这个 但实际这是 完全错误的认识 我接触过的 这些巨头里 只有雷军 是比较知道 我们是怎么回事的 就是他判断 我们跟他的互补性 以及我们的价值 他说的非常非常清楚 清楚的不能再清楚 就是我几乎 跟他的沟通里不用解 90%他都已经想到了 我给他解释和他问我的 不超过10% 是这样一个情况 但是后来我们反正 还是挣扎着走下来了 对 那这会不会 因为在你手里的股权 变得很少 但是很 很可能未来几年 你还要大规模的融资 对 一直融到 可能你掌握的股权 只是个位数 有可能 不排除这可能 那你怎么能保证 对这个亲儿子的控制 其实还好 因为你走到中后段的时候 如果有投资结构进来的话 他会 作为大投资者 来主导这件事的人 一定会设计好整个结构 实际上我们是谈过的 他在外边 就是通过什么 做有限合伙 或者什么这种公司 代持 保证你上市前的控制权 是不会上市的 上市之后 他有一个绑定期 不能退出 不能卖的那个时期 也没事 等到连那个都完成了 对那些投资人来讲 他也退出了 他就不用不抄袭了 这种情况是存在的 那就是需要 我们自己的运营团队 去想办法 那解决的方法 按照中国大陆 和香港的公司法 从法律层面上 这件事 彻底解决是不可能的 所以你可能需要 在上市运作 并且盈利之后 如果你的业绩比较好 是有可能找到一个 两种情况 一种是买回来 一种是找到核心的 愿意支持你做这个的基金 然后你们俩一起 做一个机构 用他的钱把这个买回来 或者是让他成为 最大股东之类的 但是这个始终都是有风险的 但是我们制造业 去美国上 也不是特别科学 所以我还没有想清楚 这件事 但是他对上市后的 长期运作 确实是有重大隐患的 我们还是回到 投资人那个话题 但是我再补一句 我觉得这个事要说也没有那么难 就是说如果你上市后 业绩一直很好 那一定有基金愿意跟你合作 帮助你搞定这件事 但是你到了一个点 你不增长了 人家就不支持你了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那你就活该嘛 所以还是要自己 自己争气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公平的 好 我们还是回到投资人那个问题 你算是创业者当中 见投资人比较多的 非常多 你告诉我 什么样的投资人靠谱 什么样的投资人不靠谱 也帮以后的创业者长长眼 谈不上吧 就我个人感受上 我觉得投了的都靠谱 没投的不靠谱 但是如果给后来的创业者忠告的话 我想想 这块还是比较困难的 因为我在融资上相对不太擅长 所以我觉得我能给他们的 即便是基于我经验的 可能也是样本不够 没有什么价值的 所以我不太想说这个 对 产业链上的那些高人 因为看到了你纷纷投奔 真正的你为人 不会主动去上杆子要去谁那 他都是等着你挖 即使他希望你找他 他也等着你挖 他会觉得上杆子就不是买完吗 你最喜欢开的条件是什么 是工资还是期权还是情怀 基本上情怀很少谈吧 尤其是跟那些工程科技 这些工程师科学家 你要说服他相信 你要做的这个东西 将来有希望从小到大 过去一年间 其实听到有那么几粒 锤子科技的高管理智 而且还是有一些公众知名度的人 这件事情你有什么可说的呢 因为 你要强制让15%末位淘汰 虽然这样很残酷 但是这样才能保持战斗力 有一次 有一个手机业的大佬 我就不说他是谁了 我还清晰地记着 他当时在一个酒店的大堂 把玩着你的锤子衣袋 说这个手机不怎么样 但是我有一个很深的担心 他说罗永浩势能太高了 那有可能在整个产业链上的 各种各样的高手资源 会投奔他 他说罗永浩懂不懂 手机不重要 重要的是这些人会懂 然后他会聚集在罗永浩的旗帜下 不断地迭代 所以他说我真正担心的是 锤子的迭代速度 那这个效应真实存在 就是产业链上的那些高人 因为看到了你 纷纷投奔你 早期是完全没有的 包括T1出了之后 手机业内的人才拿了机器吓了一跳 因为他们之前会认为 我是一个想捞一票走人的 或者做贴牌机的那种 后来发现完全独立自主研发 并且产品差异性很强 他们当时是非常吃惊的 所以那个时期 开始有一些人愿意跟我认识 这个是有的 但一般都是老板级的这些 因为这个愿意来投奔我 主动要求来我这的 基本上没有 还有任何领域都是这样的 真正的牛人 这些人不会主动去上杆子要去谁那 他都是等着你挖 即使他希望你找他 他也等着你挖 他会觉得上杆子就不是买门吗 所以他等着你去挖 所以因此有人找别人介绍 希望跟我交个朋友吃个饭 这种也是有的 但是纷纷投奔这个事从来没发生过 我都不知道存在这种事 特别是我们还亏损的情况下 这是很困难的 另外呢你刚才说那个人是个手机业的大佬 是吧 所以你看他看了T1说这个产品就那么回事 说明第一他不懂产品 这不奇怪 现在这些巨头都不是靠产品成功的 所以这不奇怪 第二个是他担心我的势能导致 人家纷纷投奔我的情况下 那个时候我们根本就不值钱 他为什么不投我呢 从这个意义上 他作为一个大佬也是失职的 这是我的想法 好 你现在这一年花一半的时间去挖人 那就牵扯到怎么判断人 对吧 什么 我说你这一年不是要花一半的时间去挖人 是的 那就牵扯到怎么去判断人 那你怎么判断这个人在行业里是被高估还是被低估 现在跟那个时期不一样了 在我们创业的初期 在圈子里没有很熟悉情况的资深的这种朋友 都是朋友的朋友 比如说有个手机业的大佬 他的朋友是一个文化公司的 我凑巧认识 这时候我去找他 再去找那个人 跟那个人隔了一层 你其实打听不到太多细致的和有价值的东西 他跟你说一些可能也是礼貌性的 比如说他认为我正在谈的一个人很烂 他不会说的 交浅延伸嘛 他为什么要说那人坏话呢 对吧 所以他不会说 我跟他打听一个特别牛的 然后你去问他呢 还是交浅延伸 他会觉得 那个人可能是他们公司正在准备挖的 那肯定不会跟我吉利推荐 让我给挖走 所以那个时期 我在圈子里没有什么资深的 并且跟我交情也足够深的朋友 这是非常困难的 那我比较大的一个师职是 T1发布会结束之后 产品上市 因为动静搞得特别大 所有手机公司都拆了我们的机器 拿回去研究 这个时候很多人愿意跟我结识交朋友 所以我们当时一个好朋友是 京东的三世业务的老大叫 前任的老大叫王孝松 王孝松是我好朋友 他认识很多手机圈的老大们 这些人通过他想认识我的很多 但是我有社交恐惧 我怕健身人 所以很多该去的交际没去 这个使得我后来这方面的工作 耽误了一个大半年吧 等到大半年以后 我意识到不结识这个朋友不行了之后 我跟他很主动地去认识了一大堆手机圈朋友 并且事实证明 有很多是对脾气和理念相同的 交了好朋友 走着走着 现在我在手机圈已经有很多朋友了 那我再从他们身上去打听一个这样的事情 是极其靠谱的 就如果我连问三个手机圈资深的 有可能是某公司总裁副总裁这种 或者是高级研发主管这种 如果三四个渠道来的 一致是好评 这个人来了 我这基本上不会出什么问题 但如果争议性很强 那就依赖我自己判断 有是对的也有是错的 然后如果他们普遍说不行 那我就不再跟下去了 所以现在因为有了这些人脉 所以好很多 假设这个人好评很多 明确是一个高手 通常你是用什么策略把它挖来 就是肯定是各种惨媚嘛 对吧 因为我有一点很占便宜 他们从江湖上打听到的是说 我这个人很屌很嚣张很猖狂 这个带来的好处是 我跟人家只要吃饭聊天的时候 表现出我的仰慕之情 我的谦卑 我的积极学习和我的努力上进 他都会吓一跳 因为因为多了一个那个就是预期上多了 你明白我意思吧 如果我是个正常企业家 他就判断我就应该这样 可是我被传闻妖魔化得很厉害 结果他发现我特别同情达理 特别有礼貌 特别谦逊 然后他就非常意外 这个使得我们初期的沟通占一个很大的便宜 然后别的就没什么了 反正就特别小心吧 特别小心 会花很多心思研究 比如他喜欢什么呀 或者什么这些 花很多心思 对 跟他找共同语言了这些 你有很轻松地说服对方的例子吗 有 有的是我去见了面吃了一顿饭 我刚卷起袖子准备大肆地讲一通 然后他就笑眯眯地说 他其实很有兴趣 然后早就想来 只是觉得跟我没有任何朋友关系能搭上 然后他在那做高管的也不好给我投简历 所以呢他也问过两三个人 能不能一起结识交一下朋友 结果他找到两三个人跟我都不熟 也没有搭个上 其中有一个还联系过我 但是我这个微信里朋友太多了 有一些没看见 或者有时候忙 忙了一整天一看有一百多条未读 可能有时候 逻辑上是这样的 你错过了也没怎么着的 一般也不是什么大事 真有急事 人家会第二第三次联系 所以我有时候太多了我就不看了 那这时候时不时的会漏掉一些事 其中一个就是那件事 他找了一朋友想跟我认识 结果那个朋友跟我交情不深 不熟 发了一个微信我没回 他以为我不打理他就没再来 这种情况也有 所以等于我吃饭这件事呢 是他已经决定来了 就等我去找他 这个这种幸运的事也有过就一次 多数情况下还是要花很多心思 因为我要找这些牛人的话 多数第一人到中年 上有老下有小 然后江湖地位也在那 所以他会考虑得很慎重 不能像年轻毛头小伙子不行 就去试试呗 不能是这个心态 所以还是普遍都是很费时间的 要建立充分的信任和还要判断 能不能想到一块去 有的人呢 什么都没做错 他也什么都没做错 我也没做错什么 但是聊着聊着就气场不合 总是不愉快 总是磕磕绊绊 有点别理 两个人有时候红着脸 掰扯了半天 后来发现是在各说各话 不是一件事 就白争论了 这种情况也有 也是比例其低 多数就是正常情况 就是第一呢 传闻好的一见面普遍好 然后有一个足够长的沟通吧 一般是要两三个月 甚至五六个月才有可能 对挺困难的 那你遇到的最困难的说服 最困难的说服 最困难的说服 第一是我们谈了七个多月 第二呢 每次我去上海出差 都给他说动了 但是因为我不住上海 这个不在一块世界烧一尝 就有点凉下来 这跟谈恋爱一样 要经常见面 所以搞到最后就很头疼 然后有一次呢 他有四五个朋友 都极力支持 和鼓励他出来参与创业 然后那些人里 有些跟我交情深 有些不深 但反而也都挺支持的 就劝他来我这 然后我就给他们几个说 我说他正在动摇 咱们呢 跟几个一块打包 去一趟上海 就当旅游了 选个周末去 去完了呢 跟他吃顿饭 这时候呢 我不说话 你们你一嘴 我一嘴 你一嘴 我一嘴 都是老哥们 这样的话 给他说崩溃了 就一次谈成 然后呢 他们也觉得好 都同意了 结果同意了 我们约好了 周末的一个晚上要去 结果 而且是这样的 这个五六个 哥们一起去呢 其中有两个 周六就要出国 一起出国 所以我们周五 必须凑齐人 去周六的上午 见了面 中午吃顿饭 下午他们就去机场 出国去了 要不然再凑齐 这么五六个 一个说服团 是很困难的 结果勉强凑齐了 这个人都是忙的 有很多都是公司CEO 什么的 非常忙 结果到了那天晚上 要走的时候 其中一个公司出了紧急的 一个财务的什么会 导致他原来答应九点多 一起去机场 有航班 结果到了 十一点多会 还没完 然后他就跟我道歉 说这事去不了了 非常抱歉 怎么怎么着 然后他去不去 还挺重要的 所以我很焦虑 然后焦虑之后呢 我就 我说你到底能几点 他就说 可能得十二点以后了 那十二点以后 就没什么航班了嘛 然后我特别特别焦虑 就想起来 我以前认识一土豪投资人 他跟我讲说 很多买私人飞机的事 然后还有一个是 租私人飞机的事 有那种什么金鹿啊 那种商务机出租公司 然后想十二点没了 不行就包一个私人飞机 去一趟怎么样 然后我就给我助理打电话 我说你去看一下 有没有可能联系到 今天晚上 无论几点都能飞的 结果人家问了一圈 就说什么两点钱还是多少 是有一班可以飞的 然后我问了一下价钱 还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吓人 北京到上海的话是 我记得他十六万多还是多少 当然我不能用公司钱 我就自己掏腰包 我就包了一个 我也没坐过私人飞机 我就包了一个 包完了以后我告诉他 你几点我都不怕 我说这个飞机 可以等到两三点钟 然后他说那用不了 我十二点就结束 最后呢我们在机场 一点多钟凑齐了 这五六个人的一个 说服团 加上我六个人吧 然后我们就包了一个飞机 连夜飞到上海去 然后这个事我没跟德州讲 但是他们跟他熟就讲了 讲完了德州就很激动 他就说这个诚意 有点过了 当然他了解情况 我们不是故意表演给他的 实在也凑不齐这个人很困难 所以他当天基本上就在 当然也跟那五六个老兄弟 你一刀我一刀的捅他 给他捅得不行了有关系 最后就同意了 所以这个事还挺有意思的 对 然后我也有机会 坐了一次私人飞机 然后才知道 中国的有钱人有多可怜 因为以前我不知道 我坐了一次才知道 第一呢 他们说国外的私人飞机 都是可以坐车 直接到飞机底下一上去 这个叫什么彰显尊贵 这个东西就很好 咱们国内的是得到 你做过吧 没有 你是第一的到一个小的后级楼 不是那个大楼 到一个小的后级楼 黑乎乎的小破院 进去之后呢 冬天我们一点多到的 取暖严重不足 所以每个人坐在那 他倒是给倒了茶 我们冻得直哆嗦 就在那一直哆嗦 哆嗦了半天 然后也要过一个安检 但是安检不排队而已 过完了安检之后 一进去呢 来了一个面包车接我们 那个面包车一打开门 我们一上去 第一面包车没有取暖 上去跟冷库一样 第二呢 面包车里边有发霉的那种臭味 所以大家都捂着鼻子很难受 结果很奇怪 它明明是机场 结果到开到飞机底下的 这个过程 恨不得用了三十分钟 我们都以为 跟我们开到天井去了 就这个感觉 非常滑稽 然后终于到了以后 上去 小飞机很挤 就反正整个体验 是一团一团死 就是四十分五十分 连几根线六十分都到不了 然后我们特别感慨 说哎呀 中国有钱人原来这么可怜 就是说 如果有个私人飞机 基本上是这么一个体验 在国内基本上这么个体验 很意外 非常意外 但这个起了很大的作用 就是让德州非常感动 当场就同意了 对 这个是一个比较传奇的事 对 你在忽悠这些人入职的时候 你最喜欢开的条件是什么 是工资还是期权 还是情怀 基本上情怀很少谈吧 尤其是跟那些工程科技 这些工程师科学家 他比较冷静嘛 不容易被你讲的那些 理想主义的东西煽动 所以相对不怎么谈 但偶尔碰上很在意这个 并且有共鸣的 那就算我额外赚的 就老天额外 就是额外赚的一个东西 额外给的好东西 所以这个是很幸运的事 多数情况下不谈这个 一般就是谈 他会关注几件事 首先不是钱和期权股份 是你要说服他相信 你要做的这个东西 将来有希望从小到大 否则他是在大公司里 待得很舒服嘛 他不会动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说服他 从小到大的这个可能性 那这个过程里 说服不了也是常见的 但是一旦能说服的话呢 就说明他对我做这件事 是信的 那这个来了以后 工作就很顺畅 所以反倒是犹犹豫来的 我心里也打鼓 怕他就稍有苗头不对 他就很快就会 证实他当时怀疑的那部分 这就效果不好 对 所以基本上 这个是第一重要的 因为这个圈子里的 牛人就那么些 他不愁工作 不愁钱 你一定要让他相信 你这个事能成 并且从小到大 这才来 所以呢 一旦能说服这个 别的都是小事 工资和那个期权股份 肯定是要谈的 但是他有个打包 你工资多 就期权股份少一些 然后工资少呢 期权股份就多一些 它也是个package 这个跟很多企业是一样的 所以这方面很少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而且我们合伙人级别大概是多少 总监级大概是多少 VP级大概是多少 那几个也都分得很清楚 上下的误差会比较小 但是也碰到过 偶尔有这种情况就是 在我们可调的范围内 期权股份降到最低了 再低我就怀疑他 还来是干嘛了 但是他希望工资再涨 那理论上就要期权股份再降 这个时候是比较苦恼的 但是你了解到他家里 现在正在经历的一些情况 是继续用钱的 那也能理解 这样的时候也有过 就是说我私人借给他钱 然后能缓解 而且我不限他还我钱的日期 借条也不写 这样你来了 什么时候公司效益好呢 你就还我 否则就再说 这样来的也有 但是一定要尽量避免说 差不多的职位上的高管工资 或者是期权股份太悬殊了 这个其实在中国人里 是很难隐瞒的 所以一旦知道的话 就可能会有一个问题 有没有这样一种情况 有的人就是本事很大 我也不跟你扯什么情怀 包括你是不是有小到大 我就看钱 这种工程师是有的 管理层没有 工程师有这样的 就比如说他前几份工作 工资都特别高 高得不正常 然后他做了20年 工程师 还就是做工程师 对管理没兴趣 然后脾气很怪 很孤僻 这种也有 那就 其实那个也反倒简单 就谈钱嘛 谈完钱就来 这种也有 有没有有没有一些人 钱高到你觉得这人不错 但是我实在请不起 阶段性的有过 现在也就都还好了 因为我们初期的时候 想做一些底层优化的那些 高级的那些工程师 在任何大企业里 都不会养好几个的 就那么几个 很少 这种一谈工资 以当年听还是炸蛇的 很吓人 所以那个时候就被迫放弃了 这也导致我们初期的 那个功耗 那个很差 跟这个有直接关系 但是随着企业发展到了一定规模以后 内部也做了一些教育工作 就是说我们是毕竟是科技公司 不能想着说一定是管理层比工程师高 你一定要面对未来分级别 那个做完了之后 一定有工程师工资比那个 就是管理层高 这个应该是常态 实际上越这样越健康 对科技公司 这个也是经常做一些 这个洗脑的工作也会做 所以现在是有一些很贵的工程师 江湖上有这么一个传说 我估计是早期 就是说你在公司内部脾气 巴士很好 当然 那对这种磕头做衣 用高价请来的这个高管 你也有这种情况吗 当然 不不 发作它是这样的 就我经常讲一个道理 事实上也是 我为什么给公司同事讲这个道理 就是说 有的人开始不理解 为什么 我就必须给他讲清楚这个道理 比如说 有的人来了之后 他做的那块业务 我比较熟 不是我直属部门 但是我也比较熟 所以熟的时候 我就发现他入职后 有些东西做得很好 有些东西 以我的了解和知识 可以纠正得更好 所以我就会多一些干涉 多一些干涉 他就不愉快 因为他在别的企业 也是做管理层的 所以他就觉得我不信任他 他会有这些东西 跟我埋怨 后来不一定是高管 普通这个中层主管 低级主管 也都有类似的这种情况 所以我会再讲一个道理 我说 有很多人在职场上 介意跟自己的上司说 要这个信任 很介意这个信任 我说你们要看这样一件事 就是说 一个人在职场上 在社会上 别人对你的信任 是你赚来的 是你赢得的 不是别人给你的 所以你来了呢 不要跟我要信任 你假定我对谁都不信任 他说 那你为什么要挖我来呢 我说 我是觉得你有 可被信任的潜质 所以把你给骗来了 来了之后 要我彻底放手信任 不干涉 咱们公司管理层 你觉得有没有 他想了半天 扒了手指 给我数了几个 他说这几个人 好像你从来不跟人 指手画脚 也从来连脸色难看的时候都没有 我说那我为啥 格外疼那几个呢 是他们自己 用自己的能力证明了 我对他的干涉和过问 是愚蠢和多余的 这个是他自己赠来的 不是我给的 我说你一定要认清这个 所以呢 有一天 如果我什么都不问你了 我是说明你自己 就已经赢得了这个东西 否则呢 我干涉的那些意见 你回去想一想 你未必完全同意 如果你能挑出30% 甚至是我对你错 你就不要跟我要这个信任 你要努力做到 我可以完全放手 甚至我的干涉反倒成为多余 这个道理讲完了 基本还是都能说服 因为我们公司 确有一些 包括征程主管和高级主管 都存在 我从来都是百分之百信任 甚至不过问 因为我过问 有时间精力的投入 投入如果能纠正 他百分之一百分之二的错 我还不如不投入 如果我投入完了 纠正他百分之三十的错 那我一定要投入吗 是这么回事 所以这个道理讲多了 天天讲 最后发现也是管用的 你对这些人发脾气吗 哪些 完全信任的 就是你请来这些高管 我指的不是干涉 大家简单 我们公司内部简单 粗暴地认为 我是个坏脾气的人 首先我同意 我甚至认为 我是个教养差的人 比如说我一着急 会说话很难听 在会议上也会说 这是我糟糕的地方 但是我也承认错误 事后也是 该当众道歉就当众道歉 该私下道歉就私下道歉 这些也都有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呢 他们很少注意 需要我提醒 我说你看这个公司 有谁从来不但不被我骂 甚至我连难看的脸色 对他都没有过 你们觉得有没有这样的人 因为他是老被骂 跟我抱怨的人嘛 所以我就去问他 他想了半天 也能说得出来几个 这里有高级主管 有中层主管 我说你看 那我首先跟你发火 说这些难听的事 我不对 我认错了 但同时你也要想着 为什么有的人在这儿呢 我跟他永远是见戏戏的 真是这样 我有一些合伙人高管 我就中午都去嘘汉问 你说中午想吃点什么呀 他说忙没时间吃盒饭 我说咱们是吃盒饭 还是豪华盒饭呢 他说什么叫豪华盒饭 我说那我让我那个助理出去 买点大酒楼的饭菜 正经打包回来 这叫豪华盒饭 你叫来的盒饭 那就是盒饭 我说这种事不少干 一有空就去干 经常干 所以呢 那些经常因为工作上有问题 特别是我直属部门的 他经常看脸色和被批评的 他想象不了我 跟那些人在一块是什么嘴脸 因为不太有机会看到 但偶尔有机会看到的时候 比如说我在苗盈的屋里 跟苗盈说事 他寄来了说别的事 他看我跟苗盈很见兮兮的样子 他就很吃惊 那我就告诉他 我说咱们公司至少有五六个人 我跟他相处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自己想这件事 然后束缚作用还是挺好的 但是归根结底 我要承认就是坏脾气 这个一定永远是缺点 这是我是知道的 而且我跟那些人在一起的时候 坦率地讲没有克制 是生不起气来 你看你也是做老板 所以你看你手底下有一个靠谱的兄弟 你交给他十件事 他九个半都做得特别好 这时候他砸了那半个 你不用克制 你就生不起气来 他显得很内疚 你反倒冲上去 见兮兮地安抚他 说没事没事没事 这都不叫事 其实是事 但你也说成不是事 为什么呢 你感激他那九件半 给你做得那么好 那零点五件做砸了又怎么样呢 是这么回事 根本不用克制 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人性的东西 但是他没有经历过 没想过 我给他讲完了 说服力我觉得还是够的 你有没有经常就没啥事 就是跟高管纯粹为了联系感情 坐下来喝个酒啊 聊个天啊 将来可能会 现在完全不会的原因 是没有时间 不是别的原因 所以我跟核心的管理层的这些人 如果有你说的那种情况 一般是一起出差 一起出差的时候 比如说飞个深圳 飞三个多小时 我们在路上 就会这三个小时 有的时候会完全不了工作 就闲聊三个小时 因为飞机上也给酒嘛 所以我们这样喝着过去 这种情况也有 但是专门为这个 凑一块聊它几个小时 吃多晚饭 基本没有过 我希望早点有 这个也挺重要的 在现在你请来的高管当中 你有没有特别后悔的 哎呀 问得好 在职的应该基本没了 因为我们去年做了一个 比较大规模的一轮 那个什么 那也就是原来有过 有过 当然有过 在高管岗位上的试错成本 是非常惨重的 而且很多次 特别是初期 头两年齐多 一般是因为什么 你看走眼了 是这样 比如说我在某一个岗位上 急缺 是管理岗位 我根本就没有人 我自己完全不会 我手底的兄弟 没有一个是熟悉这块的 我出去找了一个人 是别人推荐的 推荐的人也未必有多靠谱 那那时候你就是病急乱投医吗 好过没有吗 所以我们就去找了一个 找了以后 那个人也大包大揽拍胸脯 你就以为行 然后过来去试 试完了错了 你就活该嘛 但你不试的话 那结果是最坏的 试完了以后 有可能行 有可能不行 所以在特别初期的时候 头两年的时候 我们在总监 甚至VP岗位上 都来过和走过 不下七八个吧 完全不对路的 都有过 但这个是我觉得创业公司 必须扛的一个代价 因为我们这个 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它不是专精一个领域 找几个人就行了 这是很大的用 过去一年间 其实听到有那么几例 锤子科技的高管理职 而且还是有一些 公众知名度的人 这件事情你有什么可说的呢 我认识很多大企业的 告诉我 我们过去长年 维持在年流失率 不到7% 8% 他说这是很不健康的 一个正常的公司 如果到了六七百人的规模 每年强制淘汰 15%都是应该的 但是我们一直过去 无比地得益于公司 过于稳定 他说这个是不健康的 这是业余的 你要强制 让15%末位淘汰 虽然这样很残酷 但是这样才能保持战斗力 要不然的话 公司出现一大批 人缘好 人很nice 但是活不行的 那越走越没有战斗力 而且成本 你作为创业公司 根本就负担不了 这些东西 都是我在最近的一两年 才逐渐认识到的 早期我们很得益于 团队的过于稳定 其实不是好事 现在刚刚开始 �도这种感受到 要不然 就这样 随便 是 是 如何 我们把您的同性 那 那听起来你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功夫 像一个工会主席那样去刻意地营造团队文化 那我个人是很讨厌喝酒的 然后每次喝完效果都远远超出想象 任何一个优秀的群体笨蛋总是多数 就人类社会就是这么分布的 瑞和群体里20%的优秀的人带动 80%相对没那么优秀地往前走 我们还是回到脾气暴躁这个问题 就是你和普通员工的关系 你底下的普通员工怕你吗 他们愿意跟你一起坐电梯吗 其实是我怕跟他们坐电梯 因为我刚才讲我有社交恐惧 所以我进到电梯里 如果这个电梯里有七个人 我只认识一个 这个是我非常紧张和为难的事情 我甚至为这个开了电梯 发现七个人没满 那我还走了坐下一趟 这事都有过 所以呢他们怕不怕 我不知道我是很怕的 就是我很怕跟他们一起坐电梯 但是公司亏损 我不可能坐一个私人电梯 对不对 所以我还是跟大家一起走这件事 我怕 他们怕不怕 我不知道 我想的话应该是不会怕吧 因为他们见着我总是很高兴打招呼 搞得我就更紧张 我希望他不跟我打招呼 但是他打招呼我就更紧张 基本上是这样吧 然后我直属的那几个部门 他们肯定是比较怕的 因为我要求太苛刻 所以他无论怎么样到我这儿 基本上都是会找出一大堆毛病 所以我直属的几个吧 一个是软件的这个人机交互的这个部门 是最苦最累的 然后是工业设计部门的也是 基本上一年能听到夸一两次 剩下基本是批评为主 那这个也是我 我其实想起来会比较内疚的地方 还有什么 其他部门的应该不会怕 尤其是工程师部门 因为我不懂技术 我对他们有一些盲目的敬畏 导致我们公司创业到今天 看过我脸色的工程师 应该只有一个人 那个人后来走了 他是情商低到什么程度 我因为某件事情办杂了 正在一个办公室 那个写字楼的那个楼层的那个角落里 正在就是发脾气摔东西 在追究一件事情的责任 很严重很严重的一个事故 结果他在边上老远 一直在这么看 我就一边跟那边说事 一边摔东西 一边发火 一边犯敌果 我说这人什么意思 最后他在我们这边 还在吵的情况下 终于犹豫了半天过来了 跟我为一个微不足道的事请假 那我当时还是挺崩溃的 因为你看得见 我在这正在摔东西 而且追究一个非常严肃的 一个事故的责任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在走廊那头 犹豫了足足五六分钟以后 还是过来跟我请这个假 不等我把这个事处理完 去做这个事情 那时候公司只有几十个人 然后我当时实在崩溃 我就说了一句 我说随便吧 随便吧 你说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 走吧 我就这么说了一句 这个是我在过去五年 唯一一次跟一个工程师 有一个不好的态度和嘴脸 就那么一次 剩下我这工程师 没有看过我脸色的应该是 所以你刚才说怕不怕 我觉得我直属部门的是会有的 如果你自己倒转二十年 刚毕业 但是你没上过大学 你会为你这样一个老板打工吗 一定会打个几年 然后把我认为值得学习的东西 学完了以后 或者觉得学完了以后 躲得远远的 应该是这样 为什么要躲得远远的呢 因为我也是坏脾气 所以如果两个坏脾气碰到一块 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对 非常困难 那你在聘用员工的时候 有一种可能 比如说就是粉丝 比如说我们公司就特别害怕粉丝 一样的 一样的 我们人力也是 如果那个人过来谈的时候 在任何地方流露出 他自称或者是流露出 是我个人的粉丝这种态度的话 原则上是直接就扣掉几十分的 就原则上就不要了 但是如果各方面表现得足够优秀 同时伴随着这个呢 会试一试 否则原则上是不要的 对 为什么 因为你到职场上来求职的过程里 事后流露也就算了 你在求职的过程里流露出这个东西来的话 是很不职业的 很不成熟的 所以 而且还有就是经验 也照顾一些这样的 比如十次有八次不零 那你基于这两个考虑 原则上对这个就是 采取一个初步的判断 第一印象分肯定是负面的 是严重丢分的 但是后来做得好的也有 比例就很低 所以我觉得这个判断和做法 是相对比较理性的 然后还有就是 还有一种情况是这样 他入职的时候什么都没说 然后上班以后干得非常非常好 过了六个月甚至被提拔了 提拔了以后有一次流露出 其实他当初来 就是因为上学的时候是一个铁粉 所以才这么过来的 有这种情况 那这种情况的时候 我们听了也很毛 是说 他如果真是像他说的 整个这么过来呢 那就说明他 表现得非常成熟 非常好 而且他能力也被冲证明了 我们甚至都提拔了他 对吧 这整个都非常好 但是也不排除一个可能是 他第一步被提拔了之后 接下来想进一步提拔 然后又流露出这个来 我们开玩笑也说过这个话 然后后来讨论了半天 最后说第一不要阴谋论 去揣测别人 第二是如果他这么阴 做得又这么好 那我们应该就当他好就完了 除非他做了什么具体的坏事 否则也不用去管 就开玩笑聊过这个话题 那听起来你基本上 没有太多的功夫 像一个工会主席那样 去刻意地营造团队文化 但是客观上肯定有 是这样的 就是以往呢 我的最大问题是 给全公司做那种 需要统一思想认识 然后明确战略方向 和今年的什么阶段性目标 或本季度的阶段性目标 这些方面我对上台讲话 有严重的心理阴影 导致很多该做的没做 而我们外边的人 恰恰认为这是我最擅长的 因为我教师出身 然后能做演讲 然后能让一万人 想让他哭就哭 想让他笑就笑 所以他们会假定 我给自己内部的同事洗脑 是最驾清修熟的 实际我对自己人讲这些 反倒是有阴影的 对外边呢 或多或少有表演成分容易 对自己人呢 就反倒这事难操作 所以一直做的是不足 严重不足 而不是做得好 还有一个情况是 小谷的那种团队建设呢 原则上不是我自己的部门的话 那个团建我不一定有时间参加 而我自己带的部门呢 去了他们都很紧张 导致喝了酒也无济于事 是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团建这块 一直是我们没有做好的一件事 然后制造业里的大公司 来了一堆我的高管之后呢 我们有一个变化就是 他们在原来的公司里 工程技术人员这些技术攻坚的时候 常常都是过劳的 非常疲劳非常累 所以他们阶段性地完成一个目标 去团建的时候 大家都是喝很多酒 那我个人是很讨厌喝酒的 所以以前不去 但他们讽刺我说 如果团建不喝酒 原则上就是纯浪费 就浪费时间 浪费钱 浪费什么 纯浪费 一定要喝酒 那我就想起来 我二十多岁的时候 我在韩国打过工 做过篮领 那个时期呢 我们每天上班 被资本家欺负到死去活来的 那个真是雪汉工厂 后来他们说 富士康雪汉工厂 我去富士康一看好极了 我们年轻的时候 我九四九五年 二十二岁 在韩国赶上过 他资本主义发展的 一个中后期 那个时候真是雪汉工厂 上厕所都要跑步去 在那个地方呢 工作时间长了 过于劳累之后 大家都会积聚严重的负能量 然后一般搞团建的时候呢 这些邪恶的资本家 派这些管理层过来 给我们敬酒说好听的 比如说他欺负了你两个月 现在搞一把团建 然后坐着一块 说很多理解的话 说一些道歉的话 说一些希望能相互增进了解的话 等等 人不喝酒不行 但一旦喝了酒 到了一个点 然后就达成了很好的 这么一个搂着脖子 一起唱歌啊 这种友好的氛围 然后接下来 下周一上班之后 就算过去有过这个 一旦有了这种亲力举动呢 接下来他能缓解一段时期 另外呢他也不都是虚情假意 比如说他有时候 扑示你过于狠 导致你过于劳累 但是过程里 他也是受甲板器和有压力的 那再注意到上边去 老板为什么这么邪恶呢 老板不跟员工说 他可能随时要破产 所以他不能不扑示 所以整个下来以后呢 你就一旦有了这种团建 形成互相量解的氛围之后 这个团队能相对健康地 继续走下去 所以我以前是因为个人讨厌喝酒 从来不搞这个 但是来了一些其他企业高管之后 告诉我团建必须喝酒之后 我也就陪着喝了 然后每次喝完 效果都远远超出想象 所以除了我们不让那个女同事自愿 基本男同事原则上都是要喝的 就这么走过来 然后唯一烦人的就是春节前查了一下 说我这个脂肪肝 说不能再喝酒 要么就减完肥再喝 所以我为了17年的团建 是要找一个大块的时间 想办法解决这个脂肪肝问题 有江湖传闻 其实也不是了 是你自己写的了 在传销公司做过培训 是这样 你说我是吧 对 这个不怪别人 是我自己当年去新东方教书 头的简历里谎称自己做过传销 是我在东北老家的时候 我有朋友做传销 传销其实本身我对传销的印象并不负面 就是说它是诸多的商业形势之一 在有些国家合法 有些国家不合法 当时在中国还是合法的 然后他搞了这个 当然有很多搞得很恶心的 我也见过搞得不恶心的 所以我当时去了之后 我有一个朋友做传销 他特别希望多找几个合伙人一起搞 就拉我去 然后我也跟着他那去听了几次课 但是没有克服上台讲话的紧张感 所以才没做 否则可能是做了的 也就是当年你写的求职信 关于这个信息是讲的 吹牛的 对 是吹牛的 我给新东方给老余写信的时候 我写这段是吹牛的 因为之前发过邮件 人家问我有没有讲过课 我说没有讲过课 他说完全任何当众讲话 这种经验完全没有 我听着口气不散 我说其实是讲过一些传销课的 我说不知道算不算讲课 他说那个当然算了 他说算 然后我后来就是改了一版简历 就把这个给写进去了 结果效果果然非常好 因为当年老余面试我的时候 格外就这个还问了好几分钟 他觉得能做这个的人都挺牛的 所以他格外问了一些 问了很细的东西 但是因为我在我那个朋友那看了很多 所以他问的我基本都答上了 不漏歉 但是后来呢 有很多人因为这个事来问我 我就觉得有必要澄清一下就澄清了 但是还是很多人以为我做过传销 但我觉得那是我当年 为了求职自己吹的牛 所以活该吧 大概是这样 你曾经说过一句话 说任何一个优秀的群体 笨蛋总是多数 那现在你觉得你的公司里 是笨蛋是多数吗 是这样的 直到今天我也认为任何优秀的群体 任何优秀的群体里 真正优秀的就20% 带着那80%往前走 我会把那80% 相对没那么优秀的叫做笨蛋 但是我今天做了企业以后呢 无论是从我做企业的正当需求 职位岗位的这个需求来讲 都认为应该是承认那20%是比较优秀的 那80%是相对没那么优秀的 就这么回事 这件事的本质是没有变化的 这不是我的说法 这是科学家的说法 就人类社会就是这么分布的 任何群体里20%的优秀的人带动 80%相对没那么优秀的往前走 就这么回事 你在公司里面介意不介意月集汇报 和月集布置工作这两件事 对于我自己带的部门 月集下派任务和月集汇报是常见的 就我自己带的部门 因为什么呢 我工作没有点啊 比如说我出去跟投资人谈 台湾11点回去 11点回去 我软件产品部还有人在加班 我有什么事直接就给他布置任务了 然后让他直接也跟我说 但是同时要他告诉项目经理 告诉他的主管 会有这种情况 所以他直接跟我汇报 和我直接给他下任务是常态 如果我的这些主管 希望避免这个呢 他就要24小时都在办公室 因为我不定什么时候在办公室 我在办公室的时候 主管不在 而他的手下在 这个是常态 时不时会发生的 所以不可能完全杜绝这件事 其他部门的话 原则上我们对新入职的 中层或高层 他入职的时候 如果他下边的员工 越级的反映一些情况 我会格外重视 因为某种意义上 公司的老人也有义务陪着我 如果他有主人翁精神 也有义务陪着我 监督新来的主管 在试用期是否称职 这个是很正当的 但是一旦试用期过了 被证明没什么问题 其他部门的这种越级的 往上和往下的这个事情 基本是没有的 很少 几乎没有 那有没有员工越级 向你反映情况 有 会有的 会有的话 尤其是一些老员工 资格老的 这个当然有 这个是我们公司的财富 因为我以前跟你聊过 就是说在一个企业里 在中国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 我是72年出生的 我小的时候长大的时候 就是说老师 他经常鼓励孩子打小报告 我们小时候都是这么长大的 当然即使老师这么教育 做不健康的教育 学生里也有很多清醒的 认为打小报告是很丢人的事情 但是到了整个社会道德观念进步之后 今天我觉得很多人 分不清正常反应问题和打小报告的区别 所以我有一次在微信的朋友圈里还转发 为一个美国的学校 怎么教育中小学生 尤其小学生 怎么区分打小报告和反应问题 举例来说 一个教室正在上自习课 有个坏孩子把教室的玻璃故意打碎了 这个导致如果天气冷 他把玻璃打碎了 窗口那个孩子要在玻璃弄好之前 忍受一个挨动 或者整个教室都有问题 而且这是对公共财产的破坏 像这种任何孩子跟老师跟学校反应 在他们的教育观念里 不能理解成是打小报告 这是出了害群之马 我们要解决问题 每个人都有义务关心这个团体 是这么一个教育 但是如果有一个学生 说这个老师长得特别难看 说他们女老师长得特胖特难看等等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另一个学生去找老师反应说这件事 那这就是百分之百的打小报告 第一呢 那个人说的话不危害任何团队 他只是让那个老师如果知道可能会不爽 另外你去告他导致的直接结果是 那个老师可能因此不喜欢这个孩子 像这种是典型的打小报告 所以他能区分这个 但是我自己注意到 在中国今天我们公司里普遍年轻的 这些小伙子们 姑娘们 他们身上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即使觉得 他的一个顶头上司主管有问题 甚至是严重的问题 他也会一直忍忍到忍不了的时候 他会辞职 他辞职的时候都未必会说 是他跟另一个同事说了 那个同事又跟另一个同事说 然后又到一个主管耳朵里 最后传到我这来了 那我去找他问 为什么当时有这个情况你不反应 而是忍了半年最终辞职呢 我去问这些情况的话 他通常的反应是说 那我不合适我就走呗 我也不能去给我的顶头上司打小报告 但其实从他事后我了解的情况 那些不应该归入打小报告的范畴 但是他会认为他是打小报告 并且不说 这个是我们很挠头的问题 那我公司里早期创业的那二十几个 元老级的这些同事 他们身上有一个非常好的就是 这里边做了主管的帮不上我什么忙 但是没做主管的呢 仍然有非常强的主人王精神 他认为这个企业 就是他们跟着我打江山走到今天的 因此无论在公司看到是普通员工 还是管理层 只要他有看不惯的事情 一定直接找我说 并且还是骂骂咧咧地说 这个对我来讲是很宝贵的财富 我不会安排一堆特工下去 给我摸情况 但是这些人基于自己 对这个公司的主人王的这种心态 而且他们事实就是公司的元老忠臣 工臣不是忠臣 基于这些来跟我反映的时候 对我来讲其实求之不得的 还有他们喜欢在公司的群里 或者是在微信微博上 经常写一些阴阳怪气地损我的 就他认为我做得不好 他也会阴阳怪气地损 原则上新来的同事是不太敢这样的 但是那些老人也会去阴阳怪气地说 说的时候如果他说错了 我会去找他解释 他就会跟我道歉 如果我发现他没说错 是我们想的不周全 我会去找他道歉 他也会接受 基本是这样 所以我希望公司这样的人 能多一点就比较好 这是很宝贵的一个财富 你们公司有没有什么底线原则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公司底线原则就是 你不准和同事在公开场合发生冲突 一旦发生冲突 两个人全走 这是我们的 有我们的理由 在你那儿有没有这样的规定 就是这是我的底线 你碰不得 应该没有这样的东西 对 就是说我们会讲这些 什么价值观啊 什么这个三观幼症啊 这些东西 也很介意这个招来的人 技术同的 技术很牛的同时 人品怎么样 这些也会很介意 但是具体到一个纪律和规则上 做了什么事 比如说他 我们知道他有贪污腐败 直接就法办 就报警了嘛 对吧 所以也不存在这种 但是在公司内部 因为某些纪律问题 直接就无条件开除啊 这种 好像是没有的 应该是没有 对 我想不到有这些 那就只有在触犯 我举个例子吧 很多大企业里说 你们不能讨论工资 讨论期权股份 一旦讨论 并且拿着这个事 去人力去谈 那就百分之百开除 很多企业都这样 我们尝试这么做 但后来发现 中国人不讨论 同事间不讨论工资 都是凤毛麟角 这是个文化问题 我认为这是很恶劣的文化 但是你很难扭转这个 如果严格执行 同事间只要讨论公司 就开除 任何公司都要开除 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工 那你比如说阿里 去年就开除了 那个抢月饼的 那个程序 那个我是认同的 我只是没敢表态 那个时节上 那个时候它激起了 很多那些底层员工 任何公司 就是网上你可以看到 很多底层员工的 集体愤怒 所以我当时没敢表态 我认为这个开除是对的 因为你在公司内部 本来抢这个是 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办游戏性质和办什么公平规则 谁抢到是谁 是装运气的事 本来不会引起 任何负面的东西 但是掌握某些技术的 尽管这对工程师 可能是微不足道的技术 但确实有人掌握 有人不掌握 你掌握技术的 写个脚本 这就是作弊 那这个事如果发生 在我们公司 一定会让人力资源 劝退那几个同事 跟阿里会一模一样 所以在那件事上 我不认为阿里做的 有任何不妥 但是我就当时群情汹涌 我就没敢表态 那就是说你还是有底线 那当然 那这个底线是什么 就是就像那次 就是一个 比如说本来是一个公司的 一个集体的这么一个活动 有人作弊来获取这个东西 不管它价值是多少 那这种在我看来 就是肯定是不行的 对 欺骗嘛 还有没有其他的底线 如果你要这么说的话 我们成文的没有 但是不成文的 应该还是有一些的 你这么问我 一时想不起来 肯定是有一些的 因为我记得过去的几年 跟人力资源的主管 有过对话 就是他来很愤怒地告诉我 发现谁谁谁 做了什么事 然后他认为这个必须开除 那我就同意了 但这些没有落成名文 然后也有人因此 就像阿里抢月饼那次 也有很多人抱怨说 如果这个是天条 这是不能违反的 你应该写到纪律里 这个是胡说八道 你要这么写的话 公司内部纪律 可以写成一部 法典的篇幅 这是绝对不可能写完的 所以我是觉得 基本的价值观 这个是如果有问题的话 是应该受到这种处分 对 那在你的公司里面 什么样的底层员工 你会比较喜欢 然后可以迅速地得到提升 原则上都是他的部门主管 去提拔的 原则上都是这样 不会是我提拔 但是不可避免地 从人的这种特性上 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个什么情况呢 我们开一个整个集体 一个部门的会 要求我与会 我就去了 结果他们那儿来了一个 新来的孩子 还没过试用期 然后在这个发布 在我们集体 我参与的这个会上 二十多人的会上 他有机会在上面讲个 比如五到十分钟 表现得异常出色 导致我回来 对他的主管 对说起这个孩子的时候 站不绝口 要求 强烈要求他 多观察一下他 那使得他 是不是因此就 后边走得会顺一些 我相信是有的 但是这个某种程度上 是不可避免的 然后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类似的这种会上 他们有一个 资历比较浅的小伙子 在那个表现 比如说他也准备了 一个五分钟的PPT 结果他假定 我会对PPT的要求 和讲的这部分 过于严格 他以为我按 我的演讲的要求 去要求他 所以他平时 是个表现很不错的 但是表现得 结结巴巴很紧张 然后就是讲的时候 表现很糟糕 然后他为此担心的话 我还会就是专门去 跟他的主管了解到 他平时其实 表现很好之后 还会去专门 做一些安抚工作等等 这两种情况都发生过 但是原则上 我是不会就是说 除非我直属部门 不会直接去说 其实这个问题 我不是替你问的 我是替所有职场的菜鸟问的 就是想获得你这样的 个性比较强烈的 创业公司老板的认可 一个职场的菜鸟 平时应该怎么做 就是如果有那种一起开会的情况下 然后抓住那么一个时间点 去把自己最好的一面表现出来 这个是非常正当的 我不觉得这是什么阴谋轨迹 或什么 这是非常正当的 所以我也乐于看到这种 因为他如果只是那场表现好 然后我认为好 事后发现不行 他还是会下去的 所以无所谓 对 我觉得 你希望我给他们一些忠告的话 我的意思就是说 就是一个人在职场发展 你觉得什么是最重要的 在职场上什么 职场发展 那肯定还是业务水平 如果业务水平一直还好 但是发展不理想 那可能是企业有问题 如果你不是自己错误判断了 自己的能力的话 一定是企业有问题 那可以走了吗 你们公司有KPI吗 没有严格执行 有松散的 没有严格执行 你们公司发展到 现在大几百人了吗 有七八百人吗 多的时候有八百多 我不说我们三条产品 先并成两条以后 现在是六百来人 六百来人 你觉得有大公司病 有很多管理上的毛病 是因为公司就是说 在管理这块 还没有做得很细致和很专业 而且我们在这个阶段 也不应该在那头 更多的经历 所以管理上的毛病 我认为还是很多的 但是大企业病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 即便有也不会多吧 肯定或多或少还是有一些 因为我们整体的管理水准比较差 会导致 比如说一百多人的时候 大家都很自觉 要面子 要自尊心 就比如说我们早年 像行政上 什么日常被品放那儿 连抽屉都没有 更不要谈锁了 就大家自己取用 一百人两百人都还好 到了三百多人以后 你就发现 不多 极个别的会有拿东西 往家里顺的 比如说下班的时候 顺一包卫生纸这种 那行政要求我改成 后边统一发放 后边亏顺以后 甚至取消发放 这些也都执行过 但是你在这个过程里 能感觉到人一多 管理跟不上 是一定会出问题 这是毫无疑问的 所以我们在这儿呢 也在管理层合伙人里 也找了一些管理经验 比较丰富的来去调整 但是由于主要 现在的阶段性目标 还是尽快实现盈利 所以在这儿投入不足 导致管理商 一定是会有一些问题 而且不少 那这里边哪些算大企业病 哪些算是创业公司的正常病 我现在说实话 没有办法这么分得很清楚 对 所以如果我这是写那种 文字的问答 我可能会叫我的几个主管 过来聊一下 我回答这个问题 但现在咱们俩这么交流 我想不到哪些是大企业病 我讲过一句话 我说好管理往往是一个 坏公司的结果 就是你居然都闲到了有空 把管理做到尽善尽美 可能是有问题的 其实很多成功的公司 都是丢盔卸甲 一路混战走向 对 但是这个也是 就是到了一个体量之后 如果管理根本上确实会出问题 这是我听很多经历过一个特别牛的大企业 从小到大全过程的人 反复强调过的 所以我猜想它也有它的合理性 但是 对 现在我们确实顾不上想这个 我们见过特别牛的公司是什么呢 比如说华为 华为今年是二十几年了吧 二十 二十七八年了 我忘了具体数字 全国的员工有十几万人 在这样的情况下 在业界公认它是执行力 战斗力和效率都是无敌的 那这个东西呢 外界去看的话 简单理解就是所谓传说中的狼性文化 但是对内部的很多人来讲 是说他们走到一定规模的时候 当年引进了 从IBM引进了一整套管理的 整个的技术和管理人才 什么引进了一批 导致当时高管层抵触很强烈 但是老板呢 强制开除了所有反对推进这个事情的人 导致这个一个大企业的管理的整套的东西 引进在华为实行成功 那我不知道今天它的高效率和战斗力 跟那个有多大关系 但我相信是有的 至少我认识的很多他们的高管说 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我会认为一个企业 大到一定规模以后 可能那个还是有必要的 只是说我们现在完全顾不上想 我现在还是跟你那个想法差不多 就觉得如果我们要精更细做的 做管理可能真是 管理层至少有一批人是比较闲的 才有可能 会有这个想法 其实就是 我觉得这个就是 就真实的管理和商区院的管理的 那个区别 对吧 真实的 就是商区院的管理 讲的都是叫顺藤摸瓜 对 我现在有套系统 然后把系统里边每个环节做好 真实的管理 其实全是顺瓜摸疼 你肯定是出了一个事 遇到一个问题 然后完了之后引发你对一个条线的一个反推 你几次产品推迟发布 据说都是供应链出文 是 因为不是手机行业里的人 我们很难想象这些 做一个手机需要上百个 甚至几百个供应商 提供几百种不同的元器件 那这个里边的复杂性在于 我们同时要接触这么多的供应商 而不是两到三个供应商 所以如果你保证这些不出问题 你又是个小体量的这么一个厂商 就需要这块呢 做的整个的操作环节上滴水不漏 那这个其实理论上是非常困难的 你觉得现在锤子科技对供应链的管理 达到什么样的水准 这个行业里传统的很多技巧 和经验总结的手法会管用 但是它在小公司量特别不确定的情况下 那些规则去往里套可能还不如有经验的 这个规定组管见机形式快速处理来得好 是找经销商还是开自己的专门店 我们如果这个行业经验不足 找国贷是比较省事的方式 当我们线下销售的时候 一个必然面对的课题是 安卓手机做的几乎全一样 那如果我是一个销售店的老板 我怎么让我的员工或者厂家派的促销员 给客户天花乱坠地讲一些不存在的产品 但是我们的产品为什么线下的老板们特别喜欢呢 他发现我们是在互联网手机里 少数能溢价的这是第一点 那意味着到线下溢价的时候 我们的压力会比不能溢价的互联网品还要小 其实刚才这个问题我一直憋着没问 你几次产品推迟发布 据说都是供应链出问题 你能给我描述这是一种什么问题吗 因为不是手机行业里的人 我们很难想象之上 是这样的 我们供应链里的问题 有我们自身的也有对方的 两种情况都有 但是归根结底看结果还是我们的 不是对方的 那几种情况 我说几种典型的情况 比如说我们自己团队不专业 不靠谱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做一个手机需要上百个 甚至几百个供应商提供 几百种不同的元器件 那这个里边的复杂性在于 我们同时要接触这么多的供应商 但我们做手机呢 里边元器件太多太复杂太精密 导致你要找一百个甚至三百个供应商 这个情况是存在的 有些直接联系 有些通过代理联系 有些代理呢 联系了之后呢 他跟另一个代理之间 还有个什么区域性冲突 然后他们之间又打起来 需要我们跟他一起怎么怎么样 就无比的复杂 这个供应链特别复杂 这就是一二年我打算做的时候 李峰 就我讲IDG的李峰 跟我坚决反对 他从朋友身份反对做的时候 反复谈这一点 这是他有一些了解的 我是完全不了解的 所以没大回事 走到现在看 这个确实是一个特别特别困难的事情 所以他要求什么呢 一个企业如果你卖的量很大 供应链里相对好做 原因是你只要对某一个供应商 你每年采购三千万片 或者是五千万片 某一种芯片的话 对他来讲 你是一个很重量级的供应商 很多事情就容易操办 就他答应你的一定不会掉链子 那我们是一个小的呢 去跟他谈的时候 也分几种情况 一种是正式签约 然后我预付款都付了 原则上是不会出事的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是 他要求你预付款付30% 你小公司这轮手头紧 你要求付20% 那他就说30呢 我就全答应给你落到合同上 如果20呢 我尽量给你调配 那你就问他概率是多少 他说九成以上能给你提供 结果等到做的时候 那个没有提供 这时候你怪谁呢 你怪自己 因为你没有预付款 对吧 你没有给足他预付款 所以导致这个出事 那你就怪不了任何人 这是一种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是 比如说我们选原器件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走到一半 万一那个原器件厂 自己出问题怎么办 比如说你选了某个原器件厂 它的工厂在江苏 结果江苏发大水了 把那工厂给淹了 它当年产能丢了70% 这时候大家都拿不到 那如果出这种情况 你的第二供应商 第三供应商 能不能马上跟上 以及有没有风险 这些要整个操办完 是一个系统工程 它的复杂程度呢 到今天对我来讲 都是一想都会头疼的这个事情 所以如果你保证这些不出问题 你又是个小体量的这么一个厂商 就需要这块呢 做的整个的操作环节上滴水不漏 那这个其实理论上是非常困难的 而且即使我找了一个供应链的老大 这些都做得非常非常好 还保不齐会出事 你最抓狂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那就都数不清了 就是我这五年 四年半 五年这个过程里边 其实感觉可能扛不过去了的时刻 有过不下十次吧 对 就是这种机器做不出来 对对对 这个是 比如说你看我们做T1的时候 在工厂是这样 我们的人和那个代工厂的人 早晨一起开找例会 然后坐下来以后呢 先报昨天的那些问题 到昨晚下班评估后 今早看解决方案可能是什么 和新发现的问题是什么 在那拉总清单 一项一项对 对完了下车间吗 一般早例会七点多开 就对这个 可是我为什么当时觉得要疯掉了呢 第一天说发现了140个问题 然后第二天早晨对的时候 说解了30个 我很高兴 他说新增问题75个 那不就总的又多了吗 第二天是这样 第三天是这样 第四天是这样 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这个连续持续了三个礼拜之后 我是觉得我必须体面的高尚的 把倒闭的收尾工作做好 来结束这个业务 是这么想的 因为我觉得完全没戏了 但是过了差不多一个月之后 开始再开例会 你就发现那一个一个再往下掉 那就说到拐点了 然后我就说 可能有可能活过来 都是这样的 所以现在 所以说后边经历的所有的可能 比如说感觉是生死攸关的那些时刻 跟初期那个比还 我觉得心理上都是还好 就脱迷了嘛 没那么吓人 最初是很吓人的 你个人的名气 包括锤子在整个手机市场当中 很独特的这个品牌地位 对搞定供应链有帮助吗 有好有坏吧 他跟我召工程师是一样的 有好有坏 好的呢是 对方凑巧也是上大学的时候 他在这个企业做高管 上大学的时候听过我的录音 对我的言行和我的价值观 什么有深切的认同 所以导致我们跟他接触以后 他会很多很多 比如说他给我们这个规模的企业 不给瘴气的 他就敢给 然后敢给 他还在内部跟他的老大拍板 说出事算他的 这种情况我们是经历过的 但是不多 然后另外一种情况呢 比较常见是 他们从长期看到我们的 大量的负面新闻里 判断我不是一个踏实做事的 是一个喜欢惹事生非的 不靠谱的这么一个人 他如果有这样的判断的话 其实谈的时候还是需要我 如果他对我们格外重要 我还是需要花很大的精力 去跟他认识 交朋友吃饭喝酒 让他明白我其实是一个 踏实做事的人 但是效果一般都还可以 就是我们的供应来老大 如果认为有这个必要 要我去的话 通常一两次就能有明显的扭转 所以 还是你的那个优势 就是传闻和当面键 效果不一样 是是是 是这样的 那个反差非常大 据说手机这个行业里面 预估产量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是的 那你是怎么做的 好像有几次没有估准 除了delay的问题 然后沽的 后边还沽的都比较保守吧 每次都比较保守 所以还没出灭顶之灾 第一次的时候 确实是犯过非常低级的连环错误 比如说 我们T1做出来四个半月 才能稳定供货 开始稳定供货 不就卖不动了吗 卖不动 我们当时被迫就降了一千块 刚才咱们也聊过这个 降了一千块 突然出货速度起好 因为降了毕竟一千嘛 产品的优势还在 降了一千块以后呢 出货速度就非常快 然后我们一看呢 比预期的要早两个月 就把那些都卖光了 那卖光了以后怎么办呢 下一个产品明年才出 所以我们得继续做嘛 继续做呢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 就是前半卖不动的时候呢 我们尝试把一些标准价 就不要了 非标准价 你不要捏的成员损失 比如说中矿 除了你别的厂商用不了 所以如果提前做了呢 你只能扔掉 没有办法 就是净损失 但是像芯片那种 比如说memory 就那种就散存呢 内存的那种芯片 如果这个东西你消化不了呢 是有可能通过代理商 转给别人的 存在这种情况 所以我们当时 完全卖不动的时候 发现手里某些芯片 是多很多的 就求爷爷告奶奶 让人帮着处理掉 然后卖的过程中 不可避免的 还打了一些折 折完了以后 降了价卖得特别好 我们要追加 然后又告诉人家 那个上次让你帮忙处理的 是不是已经处理了 他说处理完了 合同都签了 他说你必须给我 你不给我会害死我的 那你其实我是要追加的 没有办法 我降价卖了之后 再去打听呢 要追加新料呢 新料又说涨了3% 那你这时候就整个 就怎么都倒霉嘛 各种倒霉 然后追加多少又成了问题 追加哪个颜色 不追加哪个颜色 追加哪个容量 不追加哪个容量 版本等等 全都是事 那当时呢 你从那么有限的数据 是推倒不了 这个正确的一个 大数据评估 没有大数据 小数据 小数据还早期 都是铁粉为主 所以它会有一个 很不准的现象 那我们反复讨论 开了个会 做了一个预估 基于这个排了产能下去 结果呢 就发现 是你 你那个提前两个月卖光了 卖光了之后 中间因为补的 再加上去 中间停了一个月 停了一个月 在序上以后呢 因为中途 无论是市场 还是宣传 什么都停了一个月 然后后续跟上的 没有想象的 出货状况好 又做多了 又做多了 然后手忙脚乱的 去告诉人家 那里边的违货 能不能就停了 不要了 那再一次标准价是可以 想办法处理掉 然后呢 非标准价是必须 用完的 那我们急急忙忙 又去看标准价 非标准价 发现还是做多了 那个就是净损失 然后标准价呢 我们想办法去卖 就是连续在 半年左右的时间里 做了也是错 不做也是错 然后卖了也是错 不卖也是错 就各种错 全经历了一遍 那个时候也是 就是最后大家都气乐了 就觉得我做产品 然后我做软件 我做工业设计 然后找了研发老大 做生产 做什么 但是我们没有 产品线的概念 在很多大企业里 产品线的主管 就今天我们的副总裁 吴德州做的事情是 他这些全局都要把控 而且要有多年的 行业经验 才能追加多少 减多少 然后怎么加风险多少 他都有评估和换算的 一个大致标准 如果出来风险系数 超过多少 有可能赚也不做 什么他都有一套 很成熟的处理方式 这些完全没有早期 就是一个 我们当时做研发的老大 他就是做研发的 他不懂这些 我也不懂这些 所以都是在那儿 凭感觉拍脑门定 就丑态百出 据说公司做大了之后 其实管理供应链的能力 对企业的生死更加性命攸关 你比如Tim Cook 在苹果 他被乔布斯指定为接班人 是因为他管理供应链管理的好 特别牛 对 苹果确实做得也很好 你觉得现在锤子科技 对于供应链的管理 达到什么样的水准 达到行业正常水准 肯定是没问题的 但是如果要做到特别牛的话 不光是人才问题 还有很重要的 就是你必须到一个规模和量 到了规模和量以后 这个行业里传统的很多技巧 和经验总结的手法会管用 但是它在小公司量 特别不确定的情况下 那些规则去往里套 可能还不如就是在那有经验的 这个供应链主管建机形式 快速处理来得好 对 应该是这样 这部分的最后一个问题是 现在很多企业都在建线下 你刚才提到OPPO Vivo 包括小米建电源往线下铺 但是锤子好像没听说这个计划 有做 这两天已经露出新闻了 我们其实不想先说的 但是已经传出新闻了 我们今年会做线下 会把至少20%从线下卖出去 我们过去线上是占到95%吧 线下5%基本没经营 都是主动来找的 今年我们自己经营 会至少把20%做到线下去 是找经销商还是开自己的专门店 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找了一些 在线下做销售多年的这么一个团队 原来在大企业里做线下销售的 加盟我们之后呢 他们的那个头是我们的一个副总裁 他带着这个团队呢 就是专门负责线下 然后线下要卖的话有几种方式 一种是运营商 一种是国家机代理叫国代嘛 就是你给一个国代 他替你全国扑货 只是他各省都有他自己的关系 那我们如果这个行业经验不足 找国代是比较省事的方式 但是从实际精更细做的效果来讲 线下是一个非常精更细做的过程 如果要精更细做的话呢 原则上是你的销售主管 要经验足够丰富 并且跟全国各地那些省级的 那些销售的大佬们都认识 并且知道每一家什么风格和特色 如果这样的话 再拿着我们产品去跟他们沟通 看他是否有热情 比如说有的人持观望态度 我们就原则上 今年就不跟他合作 明年起了量再说 他一般这些大的省级的代理呢 会跟你的厂商直接联系 不会自己去什么 按你的官价进个货什么的 他通常不会这样 所以我们以前 完全没有专门的团队做这个 导致这块基本是零 他来了以后全国转了一圈 拿着我们的新机器 和即将做的一些新的feature 去给这些省级的销售的主管们谈 不是主管们 这些老板们谈 效果出奇的好 原因是什么呢 当我们线下销售的时候 一个必然面对的课题是 安卓手机做的几乎全一样 那如果我是一个销售店的老板 我怎么让我的员工 或者厂家派的出销员 给客户天花乱坠地 讲一些不存在的差异性 你明白吧 就是大家都差不多安卓 然后大家使劲讲我与众不同什么 讲不出什么真正不同的东西来 你都是在讲故事靠话术来引导消费者销售 但是我们的产品为什么线下的老板们特别喜欢呢 他发现我们是在互联网手机里少数能溢价的 这是第一点 那意味着到线下溢价的时候我们的压力会比不能溢价的互联网品牌要小 第二呢他们特别喜欢的是 如果我们的产品的那些与众不同的软件特性和功能 给一个训练有数的线下促销员讲给一个客户听 他可以完全不同样地讲30分钟还有的讲 所以他不需要拿着一个没有差异性的使劲讲差异性 他可以轻松地给一个客户 如果需要的话讲30分钟不同样的东西 跟别的手机厂商都不一样 实在不会讲可以看你的发布会吗 不是我们都有录像教学什么都发到那些分店去 还有全国统一的那培训师给他们做培训 那这些做完了之后呢 这些线下的老板们信心大增 他说我们在线下销售每天面对的问题是 我卖六个厂商一模一样的手机 还要讲各种故事来引导消费者 就买这个当前柜台来看的这个东西 但是你们这个呢我们有信息是训练得当的话 一直可以讲不同的东西 而且这跟别的厂商做的就是不一样 因为我们的销售老大去给这些省级的老板 去给他们绣功能的时候他们也吓一跳 他说这个手机前年有人送过我 我都不知道有这些功能 那我们现在给他绣了呢 他觉得拿去给员工做培训 对线下销售一定是 效果是立竿建议 所以这个带来的是 今年我们合作意愿的 这些省级的老板们非常多 你这一生你梦想过的最后 最大的成就 你觉得你可能达到的那个高点 我会特别向往说 如果你能在推动这个世界进步的过程中 由于你个人的这个力量导致出现一个变化是说 除了你谁也做不到 这个是让我就是特别向往的一个事情 听你的用户问一下 2017年锤子手机的发布会即将召开 对 假设我不是锤子手机的用户 我对罗永浩只是远距离的淡淡的欣赏 那你给我一个理由 为什么我要关注这次发布会 我自己不会因为这个东西 现在用的人少或者是怎么样 去感到 从这个角度去感到焦虑 我什么会 因为我自己产品怎么回事 和我要做的东西怎么回事 我很清楚 那我过程里 我把所有的短板和错都补足了的这个结果 我是非常信的 当然我有可能错 那我有可能错 我就成为一个小丑 那又怎么样了 因为我做的事 我要做的事 最后一段 我们来谈你和自己的关系 好 虽然你无数次说到可能会撑不下去 但是你真的想过失败这个事 其实想过很多次 而且越想越不害怕了 一个是刚才说过的脱敏 然后还有一个原因是 怎么讲呢 就是在我做这个公司的初期 想到可能倒闭的时候的状况 跟后期想到的时候 关注的很多点和担心的事情会有些变化 那早期的时候比较担心的是说 我们在中关村一个小破屋里创业的时候 最初来的那些孩子 天南地北的被我忽悠来的 怎么给他们一个交代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顾虑 然后呢 到了投资人的钱 打了水漂 那从商业上是他给你投的 有限责任公司倒闭就算了 但是对我来讲呢 其实走到第一年的年底 就发现面子问题反倒是最不重要的 原来很担心是面子问题 包括我的很多朋友也担心说 你自己那么嚣张的一个人 如果出了这个事面子问题 应该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恐惧 但最后发现很快就发现 这个根本是最为不足道的问题 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说 第一早期你忽悠来的那些小伙子们 你怎么给他们一个交代 因为当时来我这儿的很多都是明启来的 还有很多是拿了我和明启导佛 两边都有的 那这些孩子如果 我当时给他讲 为什么要来我这儿 不要去BAT 怎么怎么样 我给他讲了一大堆 那现在如果 黄了怎么给他这么一个交代 也耽误了人家一两年的青春 这个是我早期可能出现问题的时候 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东西 但是这个东西很快我就觉得不是事了 是走到中期的时候发现 最坏的结果公司会被贱卖 原价收购 那这样的话我至少 比如说我那个操作系统本身 对任何手机厂商买去都是严重加分项 那我把公司如果打包卖得很便宜的话 可能出现的结果就是 至少我那个最早的那帮兄弟 在我这儿特别不确定 和特别风险大的时候来 被我给忽悠来的那些人 那些普通的基层员工 什么工程师什么这些 都是我亲自一个一个谈的 那我对他们的心理负担是最重的 但是发现如果我把公司 走到中途的时候建卖的话 我给他们无论是财务上 还是一个前途上给一个交代 这件事是没有那么困难的 所以这部分的顾虑 走到中期以后就没了 中期以后开始考虑的是 早期想法是如果倒闭了 我也要把投资人的钱还完 那我的 因为我那时候经常看什么 像马克图恩 也是个文青人 做企业不靠谱倒闭了 倒闭完了以后债务不用还 但后来多年他写书 做演讲赚的钱 把那些全还了 然后还有史玉珠老师 当年也是倒闭了以后 然后又东山债齐以后 把那个债不用还的全还了 所以这些东西对我来讲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到中期的时候发现 公司已经容了几个亿烧掉了 那这个时候我开始有点没底气了 早期没太担心 我就觉得能还 中期我就很没底气 我一想 我这几个亿烧掉了 如果倒闭以后 我怎么还这个呢 那我可能余生都在还这个债 所以这个一想又很可怕 那个是那个时期的过滤 然后到了后期以后就发现 以我们现在这个团队的能力 如果真的有什么事情倒闭了 转行去做一个所谓降维攻击的那种智能硬件 无论是融资还是盈利 都是我们在已经充分调研的两三个项目里看起来 都是不说易如反掌吧 这可能有点轻率 但是一定是没有太多问题的这么一个东西 我们看了好几个项目 所以走到这个连那个能不能把股东的损失全部还上 这个也都没有那么担心了 所以这么一路过来的时候就发现 如果走到偏后期的时候倒闭的话 可能的问题就是 刚才前面说过 我说我要做这个平台 做平台如果倒闭了 我去做智能硬件 我就要用两年三年的时间 在那赚了钱 融了新的钱 证明我在做硬件盈利这件事上没问题 融到钱再杀回手机 这个时候我们严肃地讨论过 里边跟着我做了好几年的这些工程师 这些兄弟们谈到一点是说 如果我们跟着你拼了四年多 手机没成 被迫去转智能硬件 赚了钱 发了财 再杀回来 他说你要杀回来 你有信心 我硬着头皮会陪你杀 但我手底下孩子们 愿不愿意陪着再杀回去 做那么苦海不边的事 他说我其实挺没把握的 我说那也不怕 那我们就招新人嘛 但是不管怎么样 如果转型 被迫转型智能硬件的过程中 如果你的核心团队流失了 那会有一种情况是说 有一个非常小的骨干是属于 你丢了他们之后再补上这个呢 就靠运气不是必然的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顾虑 然后还有一些人虽然很可惜 你也很舍不得 但是真的被迫散了将来也可能是相对容易替换和replace 就这样的团 这个我们也都仔细做过分析 但是觉得无论如何 就是如果这个散掉了再来 这件事还是我们任何角度看都尝试去避免的 反倒是后期接触的一些新的投资者有不靠谱的会希望我们把前半黄掉 然后再做这样的话呢 他觉得我们前半股东已经占了50%以上的股份了嘛 他会有这些东西 当然这些我们是完全不考虑的 所以整个过程里你在每个阶段怕和不怕的东西会不一样 然后因为脱民导致原来怕的现在不怕 还有一些情况变化使得早期怕的后来不用怕 然后早期不怕的后来也有一些是怕的 比如说担心核心团队啊技术精英散掉啊等等 所以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顾虑 但是整体上越走越有信心是觉得 不管是什么结果 如果真的黄了要从东山再起啊 或者重新运作这件事 对这件事的确定性和可行性是越来越有底气和信心了 所以呢 我们反正就是整个 我还有一个很幸运的事 就是过去的一年进的几个核心合伙人 像吴德州很悲惨的 他刚进来的时候 我还没有那种什么资金可能锻炼啊这种问题 因为当时融资有一些 我就不点名了 我们当时经历过一个差点给钱 最后又晃点我们的这种事件 所以在那个过程里呢 他进来的时候 我的资金状况和往下走的这个前景是一片良好的 然后他进来之后呢 三四个月都专注在产品上 然后很快出现了投资说投后来给取消这个事情 这个导致我们振脚非常就是不说大乱也是非常就是非常紧张非常困难的这个局面 那个时候呢 从我的角度来讲还是担心说这个刚请来的高管 过了几个月发现他要操心的不是他职责内的事 而是要陪着我共患难一些他计划外的东西的时候 是不是还有一个比较坚定的一个态度 这个是我我很大的一个一个顾虑 但是没想到就是说 接下来的七八个月的时间 他一直用将近一半的时间在研发和产品上 一半的时间陪我操心那些融资啊 还有什么那个手头紧 左手倒右手右手倒左手 这种无比焦虑和烦躁 并且做好了也不会有多少满足感的这些事情上 一直走了将近一年的情况下 心态仍然非常好 然后精神面貌 说实话很多时候都比我好 他真是完全是牲口一样的人 就是激素分泌天然高于常然 就天生赢家那种 所以从早到晚连续工作15个小时 下班前发现三个新的不顺利的事情产生的时候 仍然是笑咪咪地回家 那这些就属于我完全运气的部分 因为我找他来的时候 完全想不到他能 在没指望他干的事情上 也有这些东西 所以有一段时期就是 七年前后的时候 我跟他说 我说你看你这个倒霉蛋 来了以后就三个月 是集中精力和热情在忙产品 后边一半时间是产品 一半时间操心这个 我说有没有后悔来过 或者是有一些顾虑担心什么的 结果他就非常淡定 他说第一个是如果黄摊了 我觉得我们这个团队 精简一下能做的事情大把 所以一定是这个即使黄了也不怕 这是第一点 第二呢 他自己原来那么多年的积累 手头也比较宽裕 所以呢 他也不担心养活家人的问题 另外如果这些都不成 真的他再去找一个工作 对中国来讲 智能应建行业像他这种人是抢着要的 所以他说我完全没有后顾之忧 然后我觉得咱们还是有戏 所以他说我没有刻意地去调整什么 就是现在这个状态 那这些远远超出 我原来找一个高管或合伙人的时候 心里对他的期待 要高很多很多倍 怎么算怎么赚了 所以你回头去想 你许他的股份 许他的工资 许他的那些东西 虽然在公司是数一数二的高 但你实际的感觉是 可能是公司最超值的几个同事之一 是这样一个感觉 所以我陆续这种量级的合伙人 多了几个之后就越来越不怕了 而且 我听起来你现在基本修成了一个叫不死之身 差不多 可以这么理解 对吧 是这样的 其实我知道除了那些善意的朋友 劝你不要干这个事之外 毕竟还有一些心态很阴暗的人 我知道有一个组织 我不知道是不是实体的 反正叫垂黑联盟 有一些 是真有人盼着你一死 其实我过去的五年 在各种场合 我都说反正你是转 当然我没想到你这么细 我觉得不管怎么着你都成了 那这样的人 是不是就永远看不着你笑话了 我觉得应该是吧 我也不能为了配合他们 然后就把自己走得很悲惨 但你说那个我当时有一个说实话 我不是说音笋的讽刺语 其实当时我真的看得有点不老人 就是我在自乎上看着一个贴 当时是我们发坚果第一代的时候 很短的时间卖了几十万台 然后他发现这个之后呢 特别崩溃 因为T1时期他常年在自乎微博上去写黑我们的东西 然后发现坚果呢 又比前面的T1卖的多很多 而且很短的时间卖了几十万台 所以他当时非常焦虑 焦虑之后呢 在事故上写了一个帖子 别人转给我看的 就是上面说 本来以为T1出事以后 很快就可以看老罗这个黄摊 收摊 但是没想到又出了一个 而且据报道说短时间卖了几十万台 然后他说 难道这样的人真的能成功吗 这个世界还有天理吗 然后他说 大家一起来想想办法 看怎么样能阻止这件事 写了这么一个帖子 然后说我们该怎么办 一个问号一个惊叹号 我当时看说实话 突然有一点心疼了 我就觉得 就这孩子傻到什么程度 要把这样的一件事 他当成一个正经事来要做 显然他也不是说一个 比如说这个富二代富三代 闲着没事就干这个 我估计像他这样的智力 可能生存也是有一定问题的 至少不会是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但是他会播很多很多经历 大量的时间在那写这种 然后问怎么办 我当时真的一瞬间是感觉不是生气 是一个是好笑 一个是也觉得就挺不容易的 会有这样的感觉 但是我自己的话说实话 早期怕的事情还确实挺多的 就各方面的顾虑 但是走到现在真的觉得 越来越没什么可怕的 包括我们要做智能硬件这些 也都是有人主动来谈 说如果手机呢 我们觉得比如说已经偏晚了 然后钱怎么怎么 估值怎么高啊什么这些 但是如果做那个的话呢 希望能第一时间找他们联系什么的 当然我们如果做智能硬件 也会做成垂直科技的全资子公司 会这样往下走 但会有单独融资 但是起步的时候 肯定先是个全资子公司 然后再去启动融资 所以还都是在我这个框架内去做 那这种谈的比较多了以后 你就会越来越有安全感 大概是这样 我下面的问题就都比较虚了 好呀 第一个问题比肾都虚 就是你 你谁的事 当然是你的事 好 第一个问题是 你这一生你梦想过的最大的成就 你觉得你可能达到的那个高点 我是觉得 这就是还是回到刚才说 做平台的那个东西 我是觉得人类的这个计算平台 就是这种大的这些东西 每隔十几年或者几十年 会发生一个大的一个颠覆性的变化 那虽然没有乔布斯 我们也会有智能手机 也会有今天的移动互联网 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你看历史发展的过程中 有一些关键性的人物 出现在一个特定的节点上 使得一个科技进步 或者人类整体的进步 往前被他一个人的一己之力 往前提了三年五年 十年八年 这种情况是整个科学史上 屡见不鲜的 就是时不时会出现这种情况 那我会特别向往说 如果你能在推动这个世界 进步的过程中 由于你个人的这个力量 导致出现一个变化是说 你不是说要说英雄主义到什么 除了你谁也做不到 而是说大家理论上去猜一个大方向 一定是从那去 但是会不会出现一两个关键性的人物 使得这个东西往前提了三年五年 那这个东西能给我带来的满足感 肯定是远远超过什么金银财宝 或者什么一切这种东西 这个是让我就是特别向往的一个事情 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科技行业 我总觉得它比起别的东西来让人感到兴奋 是我如果卖糖水 卖口可乐这种东西 你可能只要经营没出什么大的问题 一个成熟的职业经理人团队 维持几十年上百年都没有问题 原因是那个行业不可能出现什么大的革命性的东西 所以你固有的品牌和资源优势和成本优势 会持续 除非你犯严重的恶性错误会持续保持领先 那万一有一天它被另一个糖水打败了呢 也是本质上是个零和游戏 但是如果到科技行业里呢 第一没有百年老店 这个是最让人欣慰的事 就我讨厌一个领先者 由于固有的优势和资源始终领先 这个不是我希望看到的世界 所以我很喜欢科技行业 第一科技行业没有百年老店 再牛逼的公司 一百年内肯定百分之百就全完蛋 今天像牛的冒烟的谷歌亚马逊这种 如果没有机会穿越 都不用一百年 五十年来可能基本都不行了 可口可乐你穿越三百年 只要地球还在 它可能还是那个样子 所以我喜欢科技行业核心的东西在这里 另外只有科技行业才能小的公司打败大的公司 核心上 如果没有特别大的意外 核心还都是靠产品 而不是靠运气 或者是什么其他莫名其妙的东西 而是靠它真正比别人做得好 给人类带来了更多好的东西才获得了成功 才有机会打败大企业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 我能想象最大成功就刚才说到 我如果能在科技进步的这个历程上 在某一个领域 能够做一个伟大的公司 使得它在某一个领域给人类带来进步 往前提升了几年 如果能形成这样的一种看法 是我比较 是我能想象最大的一个 对我的回报 创业几年 你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变化 我指的不是那些 比如什么我故意不说 就是你的变化是什么 对对对 这个变化其实对 你刚才说那个是因为职业需求 导致的我的一些调整 那个不是变化 真正的变化是 我觉得我比以前看待问题的时候 宽容了很多 这个不是由于我以前不要求进步 现在要求进步 而是见识多了很多 就是说我跨到另外一个领域里 并且操办了一个比较有规模的 这么一个事情 使得我有机会看到更多的东西 那接触这些东西的过程中 因为视野变得广了一些 所以我对人 对事物 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上 就是宽容了很多 多了很多 我原来严重看不惯的 现在我都能理解 虽然我可能不那么做 这里边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东西 就是 你能举个例子 对 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情况 就是有什么原来你看不惯 现在你觉得可以理解 比如说 其实还就是有一些企业的做法吧 但不是指那些邪恶的和不道德的事情 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刚才我们说过的那个开箱退货率的问题 那我在我比较单纯和理想主义没有商业经验的时期 我会想一件事是说 我要克服我希望它的满意度是百分之百 而不是百分之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 而是百分之百 那你可以认为那个时候我是过于理想化了 但是其实本质的不是过于理想化 也不是现在不理想化了 而是那个时候没有常识 没有见识 所以我会想一个企业宣传说我们用户满意度百分之七 并为此很得意的时候 我觉得它很没追求 它应该追求百分之百 可是我做企业的过程中 一个是我们的客服工作不断地调整 另外我也看了相关的理论书籍 免得我对我的客服主管进行胡指挥 乱指挥的现象 那我也做了一些扫盲工作 看了一些类似什么客服圣经啊 这样的行业里的一些书 那个过程里提到的一些东西 是我过去没想过的 比如说开箱退货率像这种事情呢 不就是客服满意度 你首先它有一个理论是告诉你 你就不应该追求百分之百 即使你成本可控 都不应该追求百分之百 为什么呢 因为你正常人群的正常分布里 一百个人总有两三个是流氓 这个是人类社会的共同的意义 你看我们小时候上学的时候 一个班里五十几个孩子 一定有至少一两个两三个是坏孩子嘛 他常年欺负人 他不是坏有什么解释呢 有可能他也是基因的受害者 但是我们就说客观描述事实 他就是坏孩子 他常年从欺负弱小者当中获得愉悦 这个显然不是他父母 把他教育成这样的 所以像这种坏蛋 这种无赖 这种流氓 我们身边一百个人里 有那么两三个是一个常态 如果一个企业追求百分之百的客户满意度 意味着你在一百个case里 有两个三个流氓去敲诈你 讹你的时候 你会给他做了配合工作 这个必然带来类似的人群 朝你这个品牌这来 因为假以时日 他就知道你是这么一个调性 很快你就会扛不住的 会有这类的问题 那这些我如果没做企业 没接触相关领域的东西 我从一个消费者的角度想 我心目中一个好企业 就是百分之百满意度 你为什么要让那两三个人失望呢 那你为了防那两三个人 做了一系列的政策 这个政策必然使得不是流氓的人 过程中由于你这个政策的存在 产生可能的不愉快 甚至有的时候 他要蒙受一些委屈等等 那这些东西 是我不做这个行业的时候 从来想不到的 等到做了以后就发现这个问题 所以像这个过程里就是说 包括有一个有趣的理论是说 做大众消费品的企业家 整体道德水准是低于常人的 有这个很有趣的一个理论 那我做了几年 我也明白为什么了 因为一个人的成长过程里 如果额外遭受很多委屈 污蔑泼脏水 是冤枉的 它会容易人格扭曲 变得比普通人道德水准要下降 这就是我们老提什么 90后道德水准比80后高 00后比90后高 就是因为咱们这个社会 越往后的那些孩子长大的时候 越没有为了生存 为了什么事情扭曲或摧残过自己 那他就相对容易保持 相对高尚的道德和纯洁性 那那些受过摧残的 相对容易变差 所以我们这几年的变化里 就是我在这些方面 一个是学会了一些东西 导致我的观念发生变化 另外这个的同时 我该坚持和 我自认为是那些 怎么讲 就我有一个年轻时候 经常犯的错是 我在三观方面 对自己要求比较高 带来另一个副产品时 我对我瞧不上的人 有强烈的道德优越感 后来发现这个里边 出错概率很大 所以现在呢 我在这些方面 不光是公开不说了 心里也会做调整 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但是这个呢 又经常被 朋友们之间沟通的时候 被误读为 因为你做了企业 现在也跟着 变得没那么纯粹了 然后是一个变坏了 或者是什么 不学好了 这么一个过程 这个东西说实话 跟亲朋好友 有时候想讲清楚 也挺疲劳的 所以这个是 比较烦的一个事情 但这个是我这几年 比较大的一个转变 还有一个就是 不是对公众 讲话不讲话的问题 而是对别人 犯的错的这个容忍 因为见过的事情多 经历的事情多 看到的事情多 所以也是 对别人的 即使明确是错的 我宽容度也比以前提高了 原因是 我见到了各种 我原来所生活的圈子里 见不到的人 和他们的生存处境 和那些事情之后 会有这些比较大的一些 宽容度上的一个变化 这个是最大的变化 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提到具体的人 据我所知 你说过坏话的人 你至今觉得 我不会再说到坏话 和至今仍然觉得 我不能容忍这个人 是分别是什么样的人 首先我跟你说过 我今天不能容忍的 很多人我不说了 这个是你知道的 我前面说过 第二个是 我早年说过的人里 后来由于我 见到的事情 和掌握的信息的变化 使得我认为我错了的 无论如何 对方接不接受我 一定是会道歉的 实际上我时不时的 会道个歉 有的时候道歉 还让人觉得 你怎么老道歉呢 是因为我前面 积累的有一点多 所以我时不时的 会做这个道歉的事情 但是如果我 没道歉的那些事情 那就说明 我跟当年的看法 是没有什么区别 至于是谁 我们就不说了 好吧 如果我认为是错的 一定道歉 比如我们当时 我自己根据得到的 错误情报的信息 去估计魅族 当年的年销售量 我说错了这个数据 后来有圈里人 给我提供了 他们的供应商 那儿拿到的 非常可靠的数据 证明我那个判断 是完全错的时候 我就写了帖子 向魅族做了道歉 虽然魅族的粉丝 在那下边 继续不原谅 不依不饶地 骂了一个星期 但是我该道歉 还是一定道歉的 但是如果我没道歉 那就是我的看法 没有变法 对 您有一个标志性的词 叫天生骄傲 这五年创业 你觉得自己是更骄傲了 还是一样骄傲 还是不如原来骄傲 都有 就是某些方面 比原来更骄傲了 那这个原因是 有一些困难的时刻 激发了我的逆反心理 所以在有一些 该坚持的事情上 会比原来更强烈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情况是 我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做企业的同时 维持一个道德高尚 这件事 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道德洁癖 这件事是一定做不到的 因为如果你做企业 同时要保证 道德上洁癖 就是洁癖的话 就不一样了 洁癖不是说一个 道德好的人 是要就是 样板工程一样好 和干净和纯粹的人 这个理论上是很困难的 我举一个极端的例子 这都是我的 思索的一些过程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 我们会认为 从零到一那本书 你知道对吧 那个里边有一个理论 是说一个企业 要想商业伦理上 道德上非常高尚 它必须在某一个领域里 做到接近垄断的优势 才有可能谈 企业的高尚和伦理 否则你为了生存 苦苦挣扎的企业的话 有的时候为了生存 可能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所以他举例子说 谷歌为什么敢讲不作恶 是因为它在搜索市场上 是一个垄断性的地位 它如果大的局面没有变化 它现在暂时停不下来 就靠搜索引擎 这个领域里的固有优势 还能维持很多年 都是非常赚钱的 就是它即使不进步 也是这个样子 所以他说 只有你到了这样的一个点 也就是突破了 从零到一的这个点 才有资格去 缠道德高尚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今天和早年一个变化 就是我们朋友会问说 做企业是不是一定缺德才挣钱 这个我是毫不犹豫地否认 但是是不是做企业家以后 维持不了道德洁癖 这个是一定的 是百分之百的 如果你是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 你想一生维持道德洁癖 没有什么太大难度 只要你生存能力 不是过于笨拙 以至于连老婆孩子都照顾不好 只要不是这样一定没问题 但是如果做了企业 基本上是百分之百做不到的 大概是这样的 你这个变化 你自己喜欢吗 坦率地讲我是有些遗憾的 因为我在早期创业 做企业的过程里 包含理想主义的成分里 包括我认为你做一个企业 运作得很成功 对你所有的投资人和同事 都做得很好的情况下 道德结批也是可以维持的 现在看是绝无可能的 就地球上没有这样的企业 那你尝试去这么做的时候 你可以承认最后是你能力不行 但是反正就没有人做成功这样的事情 你现在还有每天独处的时间吗 很少吧 周六周日能有一小会儿 对 其他时候其实很少了 对 读处的时候你会想什么呢 还是看书 如果不是睡觉就是看书吧 基本就这两个 因为读处并且不看书的话 一会儿我就睡着了 因为长期缺觉 但是看书的时候 我不会完全不看书地去思考一些东西 但是看书的时候顺便思考 这个是常有的 对 你现在还有保持和非生意伙伴朋友交往的习惯吗 基本没有了 原因是没有时间 我那些很多好朋友 好的原来一周至少要见几次的 现在一年也见不了一次了 对 这是非常 就是这个创业过程里最大的损失力 包括这块 对 照顾不好家人 陪家人的时间太少 和这个是一个道理 这正是我下面想问的问题 就是 有人说创业是可以兼顾事业和家庭 我也是创业者 三年来我觉得这是扯 根本不可能 你只有选 差不多 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有极端的情况 就是我觉得多数情况下 我是认同你这个的 但有极端情况 就是绝大多数创业公司 你看都是没人没人加班 这是常态 但我也确实见过不加班 然后呢 也没有特别血拼 或者是特别怎么样 就把事情做成的 唐岩的莫莫就很典型 他那个公司 从创立到今天 加班的日子 可能是屈指可数的 几乎不加班 然后我们没日没夜 加班干活 说唐岩老讽刺我 说我就没见过一个企业 不加班倒闭的 然后就讽刺我 然后劝我出来 跟他见见朋友 多认识几个人 打打牌什么的 然后我觉得他的提议挺诱惑的 但后来实际实践中根本做不到 但他们是三年就上市了吧 好像是所有移动互联网公司里 最快上市的 然后一直也发展得非常非常好 所以我觉得 当然他自己有时候谦虚 说是运气 但我是觉得 人和人呢 管理风格和做事风格是不太一样的 咱们俩显然都是做产品的人 我知道你可能管理不操心 产品肯定是你抠得特别特别细 才有今天的这个结果 所以我觉得像我们这种 创业公司的老板是老路面 因为死抠产品 但是有一些企业 就是成功的原因 跟你做好一个产品 关系没那么强 我不是说某某产品不好 而是说他的成功里边 不是死抠一个极致的产品 导致的成功 是一个整体运作的成功 这时候他的创始人 如果在其他方面的能力的总加分 足以使得一个企业成功 他可能就不依赖 比如说把产品扣到极致 或者是要大量的工程量 使得你不加班成为不可能 可能不靠这些也能成功 所以我是觉得我们 如果打磨产品的这种创始人 一定是老路面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那你对家庭和工作平衡过吗 尝试平衡吗 像我基本就不平衡 我就给老婆拱手 说受累了 我会经常表态 然后也答应一些事情 但是经常都是做不到的 所以对就是还挺苦恼的 然后对这个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包括见朋友见家人 都是最大的问题 那你怎么协调这种 跟老婆之间的关系 就是可以礼道歉 然后买些礼物 然后当然这个其实还是 就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但是可能至少是个姿态吧 对 大概是这样 我们回到学习这个问题 对你来说除了看书 这几年来对你学习 启发最大的方式是什么 少数做生意认识的朋友 和投资人 给的主动和被动的帮助 就是被动的是 他给过一些建议 我觉得靠谱了 去追着他问 这是他被动我主动 然后还有一些是 他看不下去了 过来给我一些建议 和介绍一些资源等等 这个是最大帮助 另外就是读书 其他的应该 基本没有了吧 在学习上你有什么方法 因为其实创业者 就是多看看 逻辑思维在推荐什么书 对对对 事实上是我没看你推荐的 然后我从别的地方 买到了一些书 后来我跟你聊的时候 被发现都是你们重点推荐过的 像细节啊什么那类的 对 所以我是觉得 读书的话对我来讲 怎么选书你是说是吧 对 就是怎么学习 我觉得现在学习可远远不止是读书 对我来讲主要还是读书 对 所以我是这样的 我以前呢 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 你知道火车站卖的书和机场卖的书不一样 对 对吧 是两个群体看的 所以我在机场的书店里发现 在商业类的畅销书里 它摆在最起眼位置上的 比如摆了十本 近期最畅销的 一定有一到两本是极其靠谱的 所以我就后来养成了在机场买书的习惯 以前我是没有这个的 我唯一遗憾的就是电子书 在中国第一批不上 先卖完一轮硬壳金装 再卖一轮软的 然后软皮包装的 然后才卖电子书 这个是我比较挠头的 因为说到看书学习的方法里 我最喜欢的是Kindle看书可以做标注 然后事后要复习总结 或者是讲给同事听的时候 我可以在电脑版的Kindle里 把那些标注都一次高效率的给筛出来 这个是特别管用的 但是如果做到印刷版的书里 坏处是那些事后查阅都是整理 什么高速的复制出来 都是效率非常差的 所以这个是比较烦的 然后我们早期还有一个错 就是我们看一个书 你过程中因为有很多前人总结的经验 和实战的那些 智慧积累的那些案例给到你 所以你看完了以后感觉收获很大 事实上对你收获也很大 但是后来到企业运作的实践中发现 经常该用的时候想不起来 是六个月以后 因为什么机缘巧合 重发那本书就发现 上星期那个事为什么没用这招 其实是很管用的 但是你当时会忘了用 那我去想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发现我们上学的时候学了一个定律 学到一个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之后呢 会用这个方法去套解决十到二十道题 然后你就把它给消化掉了 在碰到类型的时候你会调用这个工具 你记得吧 我们上学的时候都是这么学的 但是如果老师给你推导了一个定律 或一个公式之后 你不用它实战二三十道题 而是直接就说完就完了 你再碰到另一个题用它能解决的时候 你会想不起这个来 还要去查阅 是这么一个问题 所以我发现这个之后 开始做的一个学习方法上的改进 是我在公司弄了几个年轻人 做了一个学习小组 我们把所有他去看我去看 或者我们互相推荐看的 这些商业管理的书籍 包括营销类的 就是你学到的东西呢 做完标注在Kindle里一次 整理出来之后 我们把整理出来再做一个PPT 然后集体讨论一下 然后大家交流一下 然后实战中 如果遭遇类似情况 互相提醒要用那招 你明明有招 为什么不用 要互相提醒 这个如果重复几次呢 会成为你习惯的脑子里的工具箱的一部分 这个是还是要回到我们上学时候的那种方式 要反复复习和实战的 这个早期没做 导致很多正确的看完了 最后没用上就很可惜 对 会有这个问题 你刚才至少两次提到 近期看书 你主要是集中在商业方面 是的 那闲书还看吗 类似于美国种族监视啊 几乎不看了 或者是工业设计方面的书 工业设计不是闲书 是我本专业的书 所以这个是要看的 商业管理 营销 然后什么这些都是要看的 这是我现在等于还在做的直接的事情 像闲书 学术书这些就很少看 只有度长假的时候 在海边躺着能看一本就不错 我个人学习的习惯 可能跟你有一点点差别 我更倾向于向高人请教 比如说一件事 一本书出来 我第一反应是谁读过 就我佩服的人 我先问他 这书哪好看 效率 对 我是追求效率的人 你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其实我有一些朋友 适合做这种角色 就是给我提供这一类的帮助 比如黄张剑 对对对 他们读书特别多 然后特别勤奋 然后特别聪明 然后你每次去跟他即使闲聊 也满满的收获 会有这些朋友 但是实际操作的时候 不太这么做的一个原因是 好像没有特殊的理由 应该就是一个习惯问题 对 另外还有就是说 我的时间不太好协调 你看我本来是求助黄张剑 跟他约一个什么事情 让他帮我解决一个困惑 结果我跟他约完了 改期改了三次 那你就不好意思 经常性地去跟他约时间了 你就会觉得自己很不地道 会有这个问题 很难 好 下面一组问题就更加虚了 如果你可以体验一下 另外一个人的生活和工作 你会选谁 在今天路上我看着这个问题 还呆了半天 也没有想出直接的答案来 我觉得 其实我可能感兴趣的人非常多 因为我们一辈子只能活几十年 所以在这个有限的生命里 就是说 我想尝试和体验的东西非常非常多 多的根本不可能 就是把生命延长十倍可能都不可能 就我好奇心还是挺旺盛的 所以你突然问非是谁的话 我其实想不进来 我现在能想到一个可能是政治家 为什么呢 因为我做企业之后 才知道你要把一件事做成 既遵守原则底线 又要把事情做成 这个的摇摆和妥协的 这个协调的平衡的过程 有多费劲 我会对 我对从政没有任何兴趣和野心 但是我对一个政治家 可能在他的生活里面对一个事情 必须要解决 因为要遵守底线 甚至是灰色的这些事情的 这个东西有很强烈的好奇心 但是我不太可能去做这个事情 因为那个对我来讲 压抑我的那个个性 要比做企业还严重十倍 所以我不可能去做这个事 但我会有好奇心 我的答案跟你类似 这个问题要问我的话 我的答案是罗斯福 因为他的生命经历了那么大的时间 那么精彩 更重要的是 他的性格是最典型的 既有狐狸又有狮子那个性格 就是打着一个特别光明伟大的旗号 然后过着一些特别猥琐 甚至是算计的生活 但是其实分不清 其实分不清 哪些是真的伟大 哪些是真的猥琐的算计 这个答案咱俩特别想 很想挺过瘾的 但是真有机会的话 你会去尝试吗 就是从政这样的事情 不会 我也是 我是很好奇 因为我们的生命可能经不起那样的拉扯 是是是 对 那那个得心脏特别大 乔布斯说过一句话 说愿意用一个 用自己的所有财富换取和苏格拉底 共处一个下午 如果是你呢 你有没有 他说过这么肉麻的话吗 对对对 反正也不会嘛 对 其实就是古人你最喜欢谁 那这样容易多了 因为你刚才说 愿意去陪一个下午 那我马上想到是家人 而不是任何伟人 对 但你要说最喜欢谁 这样的话就容易多 最喜欢的话 是说活着的人吗 还是死的 死了了吧 死了 活着的人会有其他不可测的后果 因为说死的吧 死的话那肯定是 伯朗兄弟啊 圣田招夫啊 乔布斯这些人 就这几个吧 对 就是我最有兴趣 能够就是说 能够叫什么 能够见一下 或者怎么样 是比较感兴趣的 但不一定是非要问问题啊 就是说 因为从外很希望 能有一个接触的可能性 对对 会有这个 我最后悔的事是 老乔活着的时候 没去一趟旧金山 看一个现场 其实那个时候 我去旧金山什么 这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想的 就是一直没去 没去以后是 他去世后我才去的旧金山 然后我们 因为什么事 打车路过方桥地 艺术中心的时候 我突然就 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就让他们把车停下来 然后下去围绕那个场馆 转了一圈 然后就觉得这事 简直不可思议 为什么他活着的时候 没来停一次现场呢 因为我好几个 美国的活蹦沟友 都停过现场 我特别特别后悔 这件事极其后悔 你比如说什么苏格拉底 圣天招夫这都没希望了 你知道他们的时候 他们已经差不多死了 但是这个是完全有机会的 但是竟然没做 我觉得挺不可思议的 对 我反正有幸跟你进行过一次 漫长的采访 别闹 所以我不会后悔的 别闹 我想办法安排你见一下罗师傅 我经常问自己一个问题 事实上我现在做的事 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 就是假设我有无穷无尽的钱 只能用于消费 用于做慈善就没说了 只能用于个人消费 我会做什么 那我的答案就是 找各种各样的人 备客 给我讲明白一个航道 因为临死前吧 时间非常有限 对这个世界的理解 那你这还是学习进步 不是消费 对消费 比如说罗友浩 拍一个亿给你 来跟我讲一个下午 手机是怎么做的 对吧 这个钱就这么花 每天找各种各样的人 因为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 是我觉得 因为所以我后来做了 得到那么个产品 明白 本质上就是那个白日梦的结果 假设你有无穷无尽的钱 只能用于消费 你会怎么花 首先我先说一个 一个听着很低级的事 在我 买冲气娃娃 不不不 在我过去的理解里 我觉得一个有钱人 买一个私人飞机 就是得色 没有别的解释 因为你一趟飞机 你要消耗多少二氧化碳 对吧 就是排放多少二氧化碳 然后我还是相信 那个理论的 就是那个全球变暖 这个虽然现在它有争议了 但我还相信这个 所以我会觉得 一个有钱人买飞机 除了得色就是得色 它一定不是一个 有需要的东西 但是经历了漫长的 一年左右 每周差不多飞一两次的 这种飞行生活之后 我发现一个问题是 我常年过劳和缺觉的情况下 上一个飞机 上了飞机之后 虽然买的是公务舱 或者同种舱 所以你躺下 可以理论上 可以很舒服地休息一下 但是以上海为例 全程一个多小时 它起飞的时候 因为安全问题 我是理解的 所以它不允许你躺平 你必须坐着 对吧 坐着上了天 三十分钟后你可以躺平 一共一个半小时 半小时以后上去了 你终于躺平了 想舒舒服睡一觉 因为前天晚上只睡了 比如两小时 前一天晚上睡了两小时之类的 可是到了那儿呢 你睡了三十分钟以后 落地前三十分钟 它又要遥醒你 告诉你必须坐起来 那你这样的时候 如果你是偶尔一次 会想什么异样的东西的话呢 就是纯得色 但是我一年 每周一到两趟的飞行 持续了将近一年 而且中间 南方的雨季 伴随着大量的 早晨九点多到 然后下午六点多飞 甚至是 什么中午十二点到 然后晚上十二点飞 这种事情 反复经历了无数次之后 我也有一天就突然 跟那个几个那个同事 我们一起出差 我说我要是挣了钱之后 还继续做公司 我说有一个对我来讲 是一个必需品 就是这个飞机 因为我个人之前 对豪宅豪车这些普通人 一旦有了钱 第一个会想到的这些东西 全都没有任何兴趣 但是所以我到现在 也是不买房不买车 也是基本这样 但是这件事 就特别强烈的冲动 结果那个之后 开始跟着了魔 我每天会想这件事 虽然我经历过 那个租了一个 特别糟糕的飞机之后 发现中国有钱人生活 很悲催之后 还是有这个 因为你如果是 就是坐着这个 私人飞机的话 那谁要是让你 提前三十分钟 或就是刚上去的 和临下的那个三十分钟 要是让你坐起来 不许睡的话 你百分之百 就开除它就好了 所以因为这个原因 我就对这个产生了 很强的兴趣 但是呢 这个东西 有两次跟朋友说 他还是说 就是得瑟 找借口得瑟 这是他们的说法 所以后来就没太敢说 但今天在你这儿 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 你问到那个 如果有花不完的钱 会做什么 我会觉得这个是 一定要买的 而且它是一个 它是办公用品 对 特别是如果 我们要国际化发展 你想如果你在中国和美国 两处飞的时候 如果要一周飞一次 那我就觉得去机场 然后过安检 然后办那个整套的过程 基本上会让你少活几年 都是有可能的 就因为密度太高 你这个问题的答案 我必须给你质疑 最深切的同情 今年以来 我个人脑子里 想的最多的一件事 就关于自己 是一个提醒 就是我们这一代人 很大概率是要活100岁的 差不多 小心一点的话 一定没问题 对啊 那意味着我们原来 对人生的规划都完蛋了 因为60岁退休嘛 我前年做跨年演讲的时候 就跟我的用户成都 我要做20年 其实想的就是6012岁退休 但是我今年 我突然意识到 后面有黑洞洞的40年 对 太可怕了 40年 我从婴儿 活到今天也才40年 而且最可怕的是 那40年 是你的身体可能仍然健康 但是认知能力 脑力是不断的衰准 很糟糕 很糟糕的一个过程 所以可能 一只两的40年 可能你原来存了钱 你也没法花 或者是你也保卫不了自己的财富 当个傻叉一样 被卖保健品的骗光 我们老了很可能是 所以我想问你是 你想没想过退休 或者退休之后 你要干什么 我对退休能想到的 就是补偿少赔家人的那个 然后别的没太像 因为我不知道做这个之前 工作可以这么高兴 我知道有的人是这样的 但是我还是没有想到 所以 以前 乔布斯活的时候老讲一个话 说他们20多岁 就找到了终身热爱的事业 这个是难以置信的幸运 我总觉得他说这个是 就是想 讲一些 煽情啊 或者打动人心的一些东西 我原来就这么理解 但是我过去的五年看 就是这样 就是说这个东西是恶性上瘾的 并且 可能做好了 是对人类有很大贡献的 这么一个东西 所以 真的就是觉得 没有什么能替代工作吧 大概是这样 考虑到我前三十多年 都懒散了要命 所以我有的时候 我也会 有的时候夜里加班 在办公室睡了 睡了三个小时醒了 然后 突然觉得这个天天在办公室 加班的这个精神病 怎么会是我呢 因为我是一直到三十多岁都 我在新东方教书 很多人不知道 周一到周五全休息 周一到周五全休息 周六和周日呢 各上一到两节课 然后呢 只有寒假和暑假的六十天 特别忙 剩下基本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周一到周五忙死了 我做一个 住在北京的文青 周一到周五 基本是周一舞台剧 周二话剧 周三什么音乐剧 周四看个什么 摇滚音乐会 然后周五再听个什么 爵士音乐会 然后每天晚上有宵夜 然后到六十日一想 哎呀终于要去 给学生上一节课了 基本这么过来的 所以 我反正觉得挺奇怪的 就我开公司之前的 我的生活状态 后边 这么大的反差 是我完全从来没想过 你以前什么样 我一直就很奔忙 因为我从来就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我是一个 有过大 比较长的时期 很闲的那个状态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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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点点理想主义色彩 是创业之后这两三年 因为觉得自己有点责任了 有责任感 对 我是一个 这是好事 二三线城市出身的一个 就纯屌丝家庭 从小到十八岁 想的就是出人头地 然后摆脱这个城市 然后到一个更好的单位 拿到更多的钱 然后怎么成为人上人 这是我四十岁之前 生活的基本主调 一点理想主义色彩都没有 解决了经济问题 以后人追求自然上来了 对 是觉得自己也有钱了 也不为生计发愁了 然后做的事越来越大 然后那个责任感 才被呼唤出来 所以 所以我有时候 某种程度上会羡慕 我认识一些朋友 可以接受 几十年如一日的 花天酒地的生活 这个其实从基金上 挺占便宜的 因为它只要到了某一个点 它就可以一直快乐下去了 对 但是我见过很多 实现财富自由的 这些土豪们 这种生活几个月 不到一年就受不了了 还是得找一些 他认为能 让自己活得有意义的事 才能活下去 对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 我有时候也挺羡慕 可以一直花天酒地的 我有一些这样的朋友 就一年365天 夜夜升歌 但是呢 他不厌倦 而且也不觉得空虚 特充实活的 挺羡慕的 最后几个问题 替你的用户问一下 最后透露一个计划 我跟罗永浩 已经谈好了 他将在得到APP里面 开一个 不管是你个人 还是锤子科技的 一个订阅专栏 对我来说 我理解成是你帮我 但是 太客气了 但是对你来说呢 确实也是让你的粉丝 虽然你不喜欢这个词 用199这个价格 而不是3000 这个价格 可以支持一次你的这个机会 所以你能透露一下 这个专栏 反正我跟你谈好的时候 你没告诉我 你打算怎么运营它 是 你现在有初步的想法吗 我是觉得 过去的五年呢 我们一路走过来的 最近经历里 可能比如说 失败的东西比较多 然后成功的艺术相对少 但不管怎么样 这五年坚持下来的 这个创业史呢 无论是经历的事情 还是过程中产生的思考 这些东西 如果我花一点心思 把它很好地 用文字和语音呈现出来 我觉得会对后续的 这些创业的人来讲 是非常有宝贵和有价值的 实际上按我教师出身 也喜欢某种程度上 也喜欢做这个什么 所谓传道受业解惑 这类的事情 就是好为人师 对对对好为人师 难听点就是这样了 但本质是一样的 然后这个东西呢 本来应该支撑 我到处去演讲的 因为很多那种什么 什么创业论坛呢 什么财富论坛呢 什么那些 虽然我们还是亏损 不成功的企业 但是他到处邀请我去 讲这个的很多 那以我的性格呢 既有对公司的宣传 也有后为人师的这个满足 所以理论上应该是去的 但是总是有一个尴尬 解决不了 就是我心理上 就是如果我上去讲 讲得特别好 比那些盈利的企业的老板 讲得好很多倍 这简直是必然的 那这时候尴尬就是 你在一个这种论坛上 讲完了 大家发现 下边的观众反应 和事后的好评图来看 好像最成功的企业 是罗胖子这个 这个罗胖子 不是这个罗胖子 那事后又发现 那些讲得灰头土脸的 全都是比我成功的企业 这时候呢 我忍受不了成为 这么滑稽的一个事件的主角 这件事 所以我想了很久呢 这些就都推掉了 而且人家 如果有朋友关系 跟我死缠乱打 我就跟他讲 我说我去给人家讲什么呢 我讲我为什么 这么辛苦 这么牛逼 这么聪明 做了五年 最后还是不挣钱 我说这个事 我怎么跟人家讲呢 所以我希望你能体谅我 然后他会找各种借口 说没事 大家愿意听什么 那我说 那我作为一个 四足青年企业家到那 四足中年企业家 到那去给大家讲说 我怎么失足 我失足完了以后 还对这个世界 充满了热爱和信心 我说我要去讲这些 我也挺难接受的 所以最后不管怎么样 我都找各种借口 推掉了 但是呢 我仍然认为那些有价值 我原来的计划里 是想到我企业 做的盈利了 成功了 然后再到处去讲这些东西 顺便也对企业的品牌 是一个很好的一波宣传 但是总是解决不了 那个现场的那个 所以准备拖到后边才去做 但是跟你们这边 那个谁 跟托总他们接触完了 以后聊起来这个事情呢 我就觉得 如果我以文字和语音的形式呈现 不需要面对受众 同时也不会有结束的时候 过来有人追问 好像我这有什么秘技似的 但事实是我是亏损的 所以我能避免这些尴尬的情况下 能对传道这件事还是 后围人士这件事还是很有兴趣的 所以我觉得在得到上 你虽然客气说是 是我帮你 但我不这么想 这是因为你情商高 我也觉得是 我也为了秀我的情商 然后我认为这也是你对我们很大的一个帮助 因为早期的时候 做互联网营销的时候 平台很集中 就那么几个 现在越来越分散的情况下 我们每一个言论阵地 从运作企业的角度和好为人士的角度 都希望能占领 能占领的话 得到是一个很成功的 用户体量也非常大的 一个这么一个收费的这么一个平台 所以我觉得看收费平台的人 跟非收费平台的人 还是有一些特性上的差异的 所以对我们来讲 如果要选择一个 非常大的差异 对对 我是经常为我的用户感到自豪的人 是吧 所以如果我们要在一个 我们要大的思维方向 公关和市场的需求 是要每一个言论阵地都能占领 并且输出一些好的东西的话 我是不希望放过一个 可能是国内最好的 这么一个收费的这么一个言论阵地 谢谢 所以我是 其实说实话 很早啊 今年年初的时候 孝来也就跟我聊过这个事情 他也在你那儿有一个专栏 所以他也提到过这个事情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动了这个念头 只是开始同事们担心 能不能按周 几次的这样能输出 就是有干货的这么一个东西到里面 因为是收费的 我不能用注水的方式 或者唧皮笑脸 写个段子的方式 在那儿敷衍了事 所以这个有个顾虑 所以我们内部 花了相当长的时间 去评估这个工作量 以及能不能按时完成交货 省的是信 这个评估完了 他现在觉得是比较 非常有信心能完成这个任务 所以才开通这个 因为这期节目上线 我们就在德道上 打开了这个产品的预售 199一份啊 知识罗永浩的一个机会 也是被他传到的一个机会 然后他什么时候能上线 其实我们并不知道 那好 我们希望看到一个盛世 就是十万人 甚至是几十万人 在那个订阅专栏里 开始催更 下面真是这个漫长采访的 最后一个问题 不管你成败 我刚才在开场的时候说 我特别希望你成 因为你这样的人失败了 这个世界 不就是多了一次失败吗 什么都没有 但如果你成了 这个世界真的会 变得有趣很多 所以在 至少在中国的商业史上 一定有你这么一号人物了 所以如果现在 你为自己设计一个墓碑 你为自己设计一个背影 你希望你留给中国商业史的 是什么 我以前有个开玩笑的说法 说人家问我怎么刻这个墓碑 也是网友开玩笑问的 我说 他的一生是 无论从事任何行业 都对其他行业 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的一生 原来是想这样刻一个墓碑 当然这开玩笑的说法 然后 这几年做这个实业的 五年下来以后 如果刻一个墓碑的话 还是不知道 现在想到都过于励志了 以至于显得有点虚情假意 如果 如果严肃地考虑的话 我可能想说的是 大概意思 这个语言我可能需要组织一下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他在一个没有机会做实业 貌似没有机会做实业的 这么国家的一个 这么一个地区长大 然后呢 小时候有过很多这些方面的梦想 但是 因为 就是大概因为个人的努力 和赶上时代的这个机遇 然后能够把这样的一个事情做成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 比较朴素的一个描述 可能会更好一些吧 我原来想过得瑟的 就刚才跟你说过那个 对 可能会是这样一个 相对比较朴素的描述 因为我小的时候 我的偶像是那些 就是像圣天招呼这样的电子巨头 然后我也很享受和喜欢他们的那些东西 但是从来没奢望过 他们所从事的这些工作 会跟我的人生会有什么关联 或者是可能性 然后一眨眼就到三十多岁了 又没有学电子 又没有做工程师 那更想象不到 有什么样的机会和条件 能进入到那些公司里去做事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 到了三十多岁不到四十岁 四十岁左右的时候 居然会赶上这么一个 创业的时代的一个 这么特定的一个好的时期 使得资金耗费和占用 这么庞大的实业的创业 也得以成为一个可能 作为一个毫无背景和 前面的那些积累的人 所以能够从事这个 我觉得这个幸运是我的一生 最大的一个幸运之一吧 应该是这样的东西 所以因为你看我们去日本去看的话 就发现一个从有创业精神的人角度 看有点心酸的一个事 这国家过去几十年 就没有产生过任何大企业 那你看中国这个风起云涌的这个创业 而且BAT子都才多少年历史 你去日本看的话 它早年很成功 然后到了一个程度以后 基本趋于稳定之后 你想如果你是天生有创业 和冒险基因的人 你在这些成熟 富裕 发达 而且基本上大的格局 才落定的国家里 毫无机会 那从这意义上 我觉得我们能在中国 七十年代初出生 赶上那么悲催的岁月之后 能有机会运作这样的事情 这个幸运是没法形容的 特别是加上前后的反差 对 所以我希望能够 把这些感受相对朴素的 如果刻到一个墨碑上 可能比那些得瑟 或者是精致的语言 可能更有对后边的人 有一个不知道是激励 还是启发作用这样的东西 对 大概是这样 好 谢谢罗永浩 我们俩刚才进行了一次 长达八个半小时的专访 包含一些非常短暂的休息时间 所以在开场的时候 我说这是中国电视史上 最长的一次专访 但是当它达到八个半小时的时候 我知道它已经是世界电视史上 最长的一次专访 因为在我知道的所有的采访当中 尼克松在晚年接受的一次采访 是八个小时 我们俩已经破了这个记录 特别感谢深圳卫视能够给我们 提供这样一个机会 每一个名人 他的人生都是注定要被误解的 因为大家看到的都是 他在舞台上在讲PPT的 那一两句话 然后抽象成一些符号进行传播 现代社会大众媒体 都从来不曾慷慨地给予这样的机会 让他把话说完 那这其实我们今天这次采访 也是想用一个产品 来讲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今天这样的采访 它符合这个时代的一切规律吗 不符合 媒体的时间是那样的珍贵 大家的时间是那样的碎片 但是我们就觉得这个是好啊 这个是有价值啊 它不符合一切规律 罗永浩的手机 他就那样做了 今天这样一个漫长的采访 就这样做了 我们坚信它有价值 我们坚信它像一杆棋 飘扬在这个时代 谢谢罗永浩 谢谢 谢谢 谢谢罗继思维 谢谢 谢谢深圳卫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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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